不慌,陈伯国军陈淑宝终日不离朝政,单于女生,不叹生语,若大飞新兵伐之,尚顺天意,下可民起兵,并能一举破之,天下一同。 年少的杨广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年仅二十岁的他就被隋文帝任命为兵马都讨大元帅,率领十万大军徽戈南下起兵伐臣。 陈伯国军陈淑宝得知消息后非但没有清零前线督战,反而在宫里与张立伐穷奢及遇在歌赞舞。 因为他自信地认为建康城帝是险要一手南攻,凭借陈国的兵力隋军根本攻不进来,乃至隋军犹如天神下凡攻势凶猛,在杨广的英明带领下,隋军势如破竹迅速攻进了建康都城,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杨广攻入建康都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要将陈国美人萧美娘张立华和陈宣华占为己有。 此时的陈淑宝带着爱妃张立华和妹妹陈宣华仓皇逃亡躲于一口枯井之中,唐国公李渊发现后命人落井下时,此刻突然听到井下有人呼唤求饶,李渊才让隋军士兵将这几人拉了上了。 作为副帅的李渊深知红颜祸水破国殃民,于是立即让赫若碧将张立华和陈宣华就地处罪,此时李渊的死对头宇文化级感到出面阻止,宇文化级表示这两人是晋王阳光点名要的人不能杀,可身为皇亲国妻的李渊根本没把宇文化级放在眼里,立即下令就让赫若碧斩杀了张立华。 就在赫若碧手起刀落之时,一支穿云剑百步穿阳射翻了即将得手的大宝剑,竟往杨广面带微笑缓缓走了过来。 难怪陈罗要王啊,我大随将是龙金鸿蒙,看来王战场的仗不够他啊。 宇文化级立即向杨广状告李渊墓中无人无视军令杀了张立华。 他就杀了,有什么? 唐国公做的事情,必有道理。 唐国公做的决策,一定是对的。 随即杨广脸色大变就要带走陈轩华,可李渊极力劝阻表示陈伯之所以王国就是因为这些狐媚女子所致。 杨广见李渊如此得寸进士并没有生气,而是笑里藏刀地走到李渊面前说到这杀寡存留的事他做不了主,本来想送回去给隋文帝决断,但是又觉得唐国公说得十分有道理。 杨广的一番话犹如一把利剑让身为臣子的李渊瞬间无话可说,随即杨广便大摇大摆带走了陈轩华。 就这样杨广为了一己私欲与李渊结下梁子,也为日后的大随朝埋下了隐患。 一战成名的杨广凯旋归来后隋文帝杨坚对他极为赞赏,但是杨广一直以来基于太子之位,所以在隋文帝面前故作轻心寡欲,不仅回绝了所有的奖赏而且还要抄写经书为战争死去的将士祈福。 这让隋文帝和独孤皇后顿时感叹杨广的人德之心,与太子杨广相比,靖王杨广简直出类拔萃,太子杨广虽早就看穿杨广真面目,但因为没有直接证据也只能忍气吞声。 一场腥风血雨的皇位争夺战役就此开始。 被称为皇帝收割机的萧美娘到底有多美,眉眼如丝眉骨天成的一颦一笑,直接将杨广迷得是神魂颠倒欲罢不能,当然也包括屏幕前的你,情到深处之时两人便原地玩起了斗地主游戏。 而如果你觉得杨广仅仅仅是被萧美娘的美貌迷倒那你就错了。 作为后梁孝明帝萧窥的女儿成国国君陈淑宝的妃子的她绝对不简单,就在不久前随着隋军势如破竹攻破成国的建康城,萧美娘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正当杨广苦于寻找不到这位大美人之时,为了活命的萧美娘却主动送上门来。 杨广用她的大宝剑轻轻挑开萧美娘的面纱,这一看果然有天资国色之戎碧月修花之貌。 杨广也瞬间被深深地吸引,而萧美娘接下来的表现也让杨广大为震惊。 天生久闻剑王大名,文武双全,今日一剑果然不吞凡响,殿下有帝王之相。 一方画下来杨广也知道了萧美娘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随即常见一挥十一语文化级等人下去。 众人刚刚撤下杨广便立即给萧美娘一个下马威,因为眼前的萧美娘不仅倾国倾城还城府颇深能够窥探杨广的心思。 我父乃大梁之王,在我父皇身。谁想当皇上,谁能当皇身? 我比我父皇都追求,如果我没看错呢? 殿下帝师,相。 萧美娘的一番话直接又让杨广重拳出击打在萧美娘的小夫上。 杨广告诫她不要太精灵否则活不过三级。 随即杨广又将大宝剑架在萧美娘脖子上想要挫挫她的锐气。 一、二、四。 可萧美娘非但不害怕还说到自己本是亡国之人,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杨广也忘了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女人死到临头却依旧泰然自若没有丝毫胆气。 这让杨广觉得萧美娘不仅貌美,其才智也不是普通女子所能比拟的。 果不其然就在杨广要处决王国之君陈淑宝之时, 萧美娘当即劝戒杨广陈淑宝不但不能杀,反而应该施予后代。 为什么呢? 因为随军征战已久杀戮无数,此刻的陈国军民人人自危。 如果能够留她一令必定会使陈国子民对杨广感恩戴德诚心拥戴。 杨广瞬间提呼灌顶立即下令让女文化级救下即将身手益处的陈淑宝。 面对足智多谋财貌双全的萧美娘,杨广也渐渐心生爱慕。 杨广也知道眼前这个心思缜密的萧美娘将来能够助力她实现伟大的抱负, 于是便答应留下萧美娘的小念。 可萧美娘的野心远不止如此。 面对野心勃勃的萧美娘杨广更是欲罢不能, 随后杨广不仅答应了萧美娘的请求, 还和她原地玩起了斗地主游戏, 以下画面不宜播放大家自行脑补。 自此杨广在争权夺位的道路上又多了一道助力, 此后萧美娘更是帮助杨广陷害太子杨勇逼死随文帝杨坚, 顺利坐上皇位。 作为奥斯卡小惊人的杨广他的演技到底有多好? 白天他是勤俭节约的孝子贤孙, 到了晚上下班回家他又换了一副面孔变成一个穷奢极欲的真男人, 只见他机关一转, 书房便开启了一道通往人间天堂的大门, 杨广慢慢走了进去, 女人衣裙的香味扑面而来, 伴随着女人们嬉戏的声音, 杨广缓缓揭开覆满金丝的罗沙帷幕, 溺入眼帘的是一所金碧辉煌极其奢华的地下宫殿, 谁又能想到平日里温文儒雅的镜王杨广私底下还有另一副面貌, 杨广一头扎进女人堆里就像是进了人间天堂一般, 此时勾人心魂的萧美娘郑盛装打扮等待着杨广的到来。 萧美娘和杨广是同一种人, 他们都是城府极深且目光长远之人, 所以杨广将这美艳动人的萧美娘私藏于自己的地宫之中不仅可以为自己享用还可以为自己出谋划策。 萧美娘深知杨广想要做上皇位那就必须得到坐拥重兵的靠山王杨并的支持, 于是萧美娘便提议杨广迎娶杨并的一女玉郡主为妻, 但杨广担心隋文帝不答应。 这又何必殿下自己去说, 只要你母后带, 让母后去酒皇上你就行。 后宫的女人最怕的就是勾心斗角拼个你死我活, 尽管杨广是先答应萧美娘以后自己登基后要封她做皇后, 但萧美娘的权谋和胸怀也不由地让杨广对她再次赞赏有加, 萧美娘的一番话瞬间让杨广替姑冠顶心情大好。 我不其然经过独孤皇后的一番劝说, 隋文帝即刻定下婚期让下人到靠山王府下聘礼, 玉郡主早就看得出杨广是个表面洁身自爱实则举止轻浮的伟君子, 所以他不想嫁给杨广于是企图让杨广推掉这门轻事, 可如今圣旨已下, 就算是身为皇叔的靠山王杨广他也无法抗制, 第二天一早杨广就跑到老爹寝宫来看望生病的隋文帝, 他极有孝心手不离碗伺候老爹喝药, 这妥妥的一个杨家孝子贤孙的形象让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极为欣慰, 反贯整天独自寻欢打猎的太子杨幼, 杨广无论从品格还是才华都远胜于杨幼, 他给独孤皇后送上了一件雕袍, 独孤皇后询问杨广他一向简朴, 哪里来的这种不寻常之物? 此时的杨广好像找到了宣泄口一般, 他说道只是尽了自己微博的孝道, 看不下去自己的母亲连自己唯一的雕袍破了都不舍得换, 所以才壮着胆子给母亲送上一件, 说着说着杨广缓缓低下头去生泪俱下, 好像有什么天大的委屈一样想说又不敢说出来, 独孤皇后见儿子好像有什么委屈便立即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乃至杨广再次化身奥斯卡影帝向独孤皇后诬告太子杨幼, 儿臣被难成婚了, 受到父皇母后的家乡, 可谁知道就送到大哥的猜忌, 大哥说死下去不会放过儿臣, 母后我得见大哥登基, 儿臣心灵修夷。 这生情并茂的演义直接让独孤皇后信以为真, 他立即发短信让太子杨幼过来将他训斥了一顿, 你父皇生病你不在左右伺候, 竟然去打猎取乐, 你的人孝之心哪里去啊? 而直肠道的杨幼几乎没有心机, 儿臣只是不想见到靖王, 我就是还管他装枪作势虚伪的样子。 看到杨幼对杨广的敌意, 独孤皇后好像更加确信杨广所说的话, 杨幼的太子之位也正在摇摇欲坠, 随文帝杨间做了一个诡异的梦, 也就是因为这个梦差点让李渊一家惨遭灭门之灾, 梦里随文帝杨间正在批阅奏章的时候, 突然一股大水翻涌而来, 水里游来十八个黄口小的, 他们不仅撕扯随文帝的龙袍还撕毁他的奏折, 由于这个梦境诡暗易俗, 让迷信的古代帝王杨间四千想后寝世难安, 杨广得知这件事情后立即和宇文化集 从梦境中的十八字大作文章, 这可是轻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们可以记记, 我丁太子杨勇作榜有名, 李渊! 为了迎合随文帝的梦境, 宇文化集这个糟老头子便派人在京城四处散播 让李渊陷入绝境的童谣 第二天宇文化集便来到随文帝面前为他紧望, 宇文化集说到十八个黄口小儿就是十八字, 十八字三个字组合起来便是李字, 结合随文帝梦境中的扯龙袍思奏章, 也就是说这理性之人要扰乱朝纲, 毁坏大随的江山设计, 宇文化集生情并茂的讲解让随文帝信以为真, 随文帝立即让宇文化集给出此节的破解之法, 宇文化集表示天下理性之人众多不能一一防范, 违京之计只有杀掉朝中的理性重臣方能保证随朝江山不受理性之人的威胁, 见宇文化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宰相高炯立马坐不住了, 高炯说到本朝理性大臣有几十位之多, 大都是功臣和外戚, 如果因为一个梦就要将他们全都杀害, 那肯定会造成大乱子的, 面对众人的不同见解, 随文帝杨坚一时也难以定论, 深夜给杨广收满了的陈公布, 跟随文帝说起了最近在民间兴起的一首民谣, 随文帝思索一番后便发现既无头是李字, 海无边便是渊字, 就在随文帝准备处置李渊之时李世民冒死前来解冒, 随文帝又问李世民这季无头海无边早晚天下归他过来, 管幼作何解释? 随文帝觉得李世民说得十分的理, 于是便下令将李渊贬至太原刃通手一职, 李渊担心杨广会从中作祟, 便迅速收拾家当当天就踏上了去往太原的路途, 我不其然李渊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杨广为了将李渊赶尽杀绝便于宇文化及密谋暗中派金蛇尾前去将他们全家杀害, 然后再栽赃给翔马来的死无对证, 当天晚上李渊全家行至半路便冒出了许许多多的黑衣人, 他们惨绝人还剑人就杀, 压戒翔马的情雄夜宿临终, 突然他听到了不远处的打杀之声, 于是便手十双俭上前查看什么情况, 这是让神拳太保秦琼日后走上人生巅峰的一次血战, 就在不久前杨广为了除掉太子杨勇的左膀右臂李渊, 他和宇文化及密谋派金蛇尾前去半路截杀李渊一家人, 而金蛇尾的手段极其残忍, 他们人狠话不多一上来见人就杀, 为了活命李渊和李世民只好拿起常见奋力抵抗, 可无奈金蛇尾人数众多且他们都是大内高手, 李渊一家为了活命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就在此时出外执行公务的秦琼听到不远处的林子有打斗之声, 打抱不平的秦琼便上前一探究竟, 李渊一家且战且退疯狂逃亡, 金蛇尾却步步紧逼势必要取他们性命, 就在危急时刻秦琼手持四棱金庄俭架马而来, 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周六府的秦琼救下李世民后, 便挥舞着手中的四棱金庄俭与黑衣人们正面硬刚, 秦琼是隋唐第十六好汉武艺高强, 只见他一捡一个小朋友一路砍瓜切菜便将黑衣人吸数击退, 在这黑夜里因姿勃发的秦琼宛如天神下凡一般神勇如敌, 年少的李渊霸看着武艺高强的秦琼也是忍不住叫他神仙哥哥, 就在这一刻未来的隋唐第一战力李渊霸也彻底成为了秦琼的忠实粉丝, 就这样秦琼仅停一己之力打得金蛇尾毫无招架之力, 但是秦琼也在此战中被金蛇尾的刀剑划伤, 金蛇尾见秦琼不好对付便全军撤退, 秦琼跳下马来发现了一块金蛇尾的令牌, 看着令牌秦琼顿感大势不妙, 此刻得救的李渊一家即刻跪下来扣谢秦琼的救命之恩, 秦琼深知金蛇尾使皇家军队不好忍, 于是便让他们快快离开, 李渊询问秦琼的姓名一边日后可以报答他的恩情, 可秦琼却伸出五指挥手匆匆而去, 秦琼走了之后李世民表示他在恩公的腰牌看到写着一个穷字, 而刚才他又摆出五的手指, 于是李渊便以为眼前的恩公是穷武下凡, 秦琼回去之后便和同僚反腐说了这件事, 他知金蛇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便压戒罪犯龙海匆匆赶路, 果不其然, 宇文化级立即派金蛇尾首领司马兴追杀而来, 由于金蛇尾是随着他们的马皮影而来, 无奈之下秦琼只好舍弃马皮来个金蝉脱鞘, 中了刀伤的秦琼身体虚弱高烧不止, 经郎中检查原来是中了镇毒, 郎中说到这种毒气毒无比, 要是晚了一个时辰便将命丧黄泉, 秦琼应该存一些致舌土的草药, 药里香土应该也能致舍一致, 不过, 这誓死是火, 那就要看他的脑火了。 而为了压戒罪犯龙海回衙门复命, 秦琼只能先找个客栈修生养息, 让凡虎先回衙门复命, 可不料秦琼住的这家店竟然是家黑店, 这让本来就身患重病的他雪上加霜。 这是神权太保秦琼最悲惨的时刻, 身患重病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当捡卖马换钱续命, 就在前不久秦琼为了救生县险境的李渊一家人, 被大内高手涂满毒液的刀子划伤, 宇文化继德之后又派金蝉为首领司马兴全力追杀秦琼, 为了如期压戒罪犯龙海回衙门复命, 秦琼只能先找个客栈养伤, 让同僚防腐压着龙海先回去, 可不料这家店竟然是黑店, 店家夫妻俩趁着秦琼不注意竟然使用调虎离山之际将秦琼房内的银子偷走, 第二天夫妻俩又来催促秦琼缴纳住店的银两, 秦琼也早发现银两被他们所偷, 但因为自己有官司在身又不能报官, 于是便忍气吞声被迫搬到草房, 他的病情也日益加重发起高烧, 为了维持生计秦琼便让店小二将他的熟统姐拿去当铺换点钱, 然而这贪婪的黑心店家依然不肯罢休, 觉得这点钱根本不够要将秦琼赶走, 我刚刚给你银两, 你还要多多避养, 但是老板娘并没有怜悯之心, 他让重病在身的秦琼再弄五十两银子过来, 不然明天一早就要让秦琼走, 秦琼无奈之下只好痛心将黄标马卖出, 对于秦琼来说黄标马陪他走南闯北出生入死犹如亲兄弟一般, 怎奈如今自己身患重病又身无分文, 再这样下去他们俩都得死掉, 黄标马因长久饥饿骨兽如柴所以根本无人问津, 就在他心灰意冷之时, 二贤庄的金四爷会掩饰的黄标马, 当他得知秦琼乃是英雄落难之时, 便以百两银子买下黄标马, 临走之时秦琼恋恋不舍, 他又退回五十银两给金四爷请求他好生善待黄标马, 金四爷回到二贤庄后, 单雄姓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当年王伯当送给秦琼的黄标马, 他顿时觉得肯定是秦琼出了大事, 随即派人私下追寻秦琼的下午, 原来这黄标马原是单雄姓送给王伯当的, 因为当年秦琼捉拿响马无数被是作为响马的克星, 单雄姓便派王伯当前去山东暗杀秦琼, 但王伯当到了山东历城县便一并不起奄奄一息, 秦琼看到后立即出手相救还给他买好事了, 王伯当感念秦琼救命之恩倾慕琼之坦荡品格便放弃这次刺杀任务, 并将黄标马赠领秦琼, 回来后王伯当又将这件事告知了单雄姓, 单雄姓听后甚为感动, 之后秦琼便在陆林中被奉为恩人, 然而就在此时, 黑店店家竟然在大街上看到了秦琼的抓拿告示, 为了五百两悬赏金店家偷偷将秦琼告发, 秦琼一时间陷入绝境与官兵扭打在一起, 就在危急时刻幸好凡虎赶到救下了秦琼, 凡虎手持长剑使出浑身解数杀掉两个官差, 随后便带着秦琼四处逃难, 最后两人逃至一道观, 道观掌门人正是单雄姓的门客魏征, 魏征听闻眼前身患重病之人正是危阵山东半边天的秦琼之时便立即派人前去通知单雄姓, 善雄姓见到秦琼后便将秦琼接到了二贤庄养伤, 等到秦琼并遇之后, 善雄姓便和秦琼在刘关章面前结败为生死兄弟, 而善雄姓也将秦琼的黄镖马还于秦琼, 秦琼领走之时, 不知情的善盈盈私自将不久前截来的官吟放入了秦琼的包袱里, 而好巧不巧秦琼又在客栈休息的时候遇到了正在追拿响马的官差, 秦琼无意间露出了包袱中善盈盈私自放入的截来的营定, 一番战斗下来秦琼被抓回衙门, 秦琼深知这营定是二贤庄的人放入的, 为保全二贤庄秦琼是死不说被县衙大行伺候, 善雄姓得知此事后立即赶到衙门暗中操作, 蔡次使见善雄姓是七省陆林的总条靶子便给足了他面子, 于是秦琼被善雄姓委派手下金甲同还押借去往北平府, 从此秦琼便开启了他的认清之路, 靠山王杨林为了监视罗毅竟然派手下五魁五亮到北平府挂帅, 杜文忠奉罗毅命令前来迎接, 然而武安福却因为罗毅没有大张旗鼓进阶相迎, 便一个鞭子朝杜文忠打去想给罗毅一个下马威, 随即嚣张拔护驾马蹄鞭就要帮罗毅清理这街道, 就在危急时刻罗承手持五勾神飞枪及时赶到, 罗承暗想他已经够嚣张了, 没想到还有人比我更嚣张, 赶在北平府上撒野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随即罗承嘴角一笑便松开武安福的鞭子, 紧接而来趁刚而起将武安福剃落于马下人, 别动, 我真是, 竟敢在我北平府的地盘撒野, 武魁五亮剑装立马上前查看, 年轻人是不是出手太狠了点, 乱我北平平主, 杀无效, 武魁见罗承如此目中无人便想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于是拔出他的大宝剑就向罗承杀去, 只见武魁使出浑身解数对着罗承步步紧逼招招致命, 冷面寒枪撬罗承也根本没将他放在眼里, 飞身躲过之后随即枪出如龙使出他的五骨断魂枪, 紧凭一击就将武魁给击退数米远, 风流如雅致永泉, 冷面寒枪鼓惊寒, 罗承强大的战斗力直接让武魁不寒而令, 于是武亮也加入战斗和武魁一起再次向罗承发起进攻, 面对两人的强强联手, 作为隋唐第七好汉的罗承丝毫不惧, 枪出之时犹如蛟龙出海一个横扫千军就将他们的大宝剑打飞出去, 武安福气急败坏趁其不备就要偷袭罗承, 罗承挡开攻击随即一枪就将武安福打趴在地, 就在罗承要将武安福就地正法之时, 逃昏的玉郡主突然从箱子里钻了出来阻止了罗承, 武魁武亮见到玉郡主便立即上前来行李, 随即玉郡主出面为武安福求情, 罗承这才让士兵将武安福绑了起来压惠北平府给罗毅发怒, 回到北平府后罗承立即向罗毅报告了这件事, 罗毅大发雷霆就要斩了武安福, 而顾全大局的秦胜珠立即出来压住罗毅的暴脾气, 他表示竟然已经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让他们以后也不敢在此地兴风作浪, 随即让罗毅以礼相待不要将事情闹大了, 罗毅声名大意出来后笑脸相迎化解了这次误会, 原来这玉郡主因不愿嫁给杨广趁机私逃出了登州府, 秦胜珠看出玉郡主的心事于是便上前安慰玉郡主, 两人交谈之中玉郡主豁然开朗明白了自己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他决定不再逃避而是勇敢地面对现实回登州王府, 第二天罗承便护送玉郡主回去登州王府, 在这里他碰到了奉命前来迎接玉郡主回京和杨广完婚的宇文成都, 宇文成都和罗承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不相看对方不顺眼, 当时也没能找到打架的理由, 直到杨林强制逼迫玉郡主嫁给杨广, 玉郡主不服从一气之下又要离家出走, 宇文成都当即拦下玉郡主, 罗承看不惯宇文成都的所作所为便将拦路的官兵一干翻, 随唐两大顶级高手针锋相对正面硬刚, 宇文成都见罗承嚣张跋扈无药可就便想出手教训一下眼前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随即两人赤手空拳大站在一起, 罗承是隋唐第七好汉, 而宇文成都是隋唐第二好汉, 只见罗承公是凶猛对着宇文成都一顿爆锤, 但宇文成都可是无敌天保大将军, 打罗承就跟闹着玩四不死, 最后两人都使出权力一拳碰撞在一起, 无料宇文成都恐怖独私的力量让罗承招架不住连连后退, 罗承的整个手臂都是微微颤颤瑟瑟发抖, 但就算是打不过罗承也从未怕过, 不服就是干, 这也是小编觉得该打罗承可圈可点的地方, 就在两人即将再次动手之时, 屋内却传来了玉郡主自杀的消息, 有请铁汉宇文成都立即转身上前查看, 玉郡主在杨林念前以死相逼, 无奈之下杨林只好前往皇宫恳求隋文帝杨坚收归成命, 吃了官司的秦琼被发配到北平府, 几人安顿好之后两个都头便来到街上看热闹, 在这里他们碰到了北平类官史大奈在涉类台抵舞, 原来史大奈原本是个马贩子, 失手打死人命的他本该被判死罪, 北平王罗毅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才便令他在顺义村涉类赎罪, 倘若百日之内无人将其打败便免去他的罪名还替把他做个气排官, 而史大奈在这里摆了九十九天类却微风敌手, 好事的金甲同环看着微风凛凛盛气凌人的史大奈十分不服, 于是同环率先上台打类, 可不料史大奈的武艺超乎他们的想象, 同环的三脚猫功夫在史大奈眼前根本不值一提, 只见同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灵杠武, 史大奈就算站着让他打他也打不动, 觉得无趣的史大奈躲开同环的扫堂腿后便抓住同环的脚, 随即给他一脚之中胸膛便把他踢飞了出去, 擂台下的金甲见兄弟被欺负了势必要和兄弟荣辱与共, 于是气势汹汹也上台打类, 可金甲的武力和同环相差不多, 在史大奈面前金甲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台下的赤瓜群众也纷纷为史大奈欢呼雀跃拍手叫好, 落败的金甲同环两人也须遵守比赛规则被农庄艳抹头顶插花油街示众, 遭受羞辱的二人立即哭哭啼啼啼跑回客栈恳求秦琼为他们出气, 官司在身的秦琼本不想多声势端, 看两位兄弟这般模样便上前一看究竟, 秦琼在吃瓜群众们的欢呼下被推上台去, 擂台上史大奈率先出击, 只见史大奈攻势凶猛对着秦琼步步紧逼, 秦琼即刻擂台王彦卿附身使出他的迷宗权剑招拆招 以静置动达的史大奈一脸猛逼, 史大奈立即转变一个扫堂腿营链而来, 秦琼单手称帝躲开后一个飞踢随机使出了他的夺命连环拳, 一套操作下来打得史大奈痛苦争鸣, 神拳太保秦琼宝真不是浪得虚名, 此时秦琼自知自己有官司在身不宜多声势端, 于是便打算给史大奈几分面子打个平手即可, 被惹极了的史大奈再次使出他的胡爪攻向秦琼进攻, 可曹操说过愤怒只会降低你的智慧, 果不其然乱了分寸的史大奈尽管攻势凶猛, 但是战斗力已经大胆折扣, 秦琼利用他灵活的身法躲开后给他的后脚跟一拳让他差点站都站不稳, 史大奈气急败坏又使出猛如虎的操作向秦琼发起进攻, 一套连招下来史大奈叫苦连天, 此时台下的张公警听文经讲同黄奂秦琼姓名才至台上之人便是秦琼, 就在史大奈堪堪不敌的时候, 张公警立即上台阻止了两人, 其实张公警早接到善雄信来信, 知道秦琼落难要来协助, 此时使大奈听文眼前这个人正是威震山东半边天的神拳太保之时, 也立即下跪给秦琼行了, 几人在关帝面聊聊着天, 张公警表示这罗翼执法严禁铁面无私, 尤其对响马更是恨之入骨, 只要上了公堂也不问个三七二十一就是一百沙威棒先伺候, 挨得这一百沙威棒, 非死几惨, 无奈之下几人只好请罗翼执子罗成出手帮忙, 秦琼, 那你的辱名是什么? 爱平王 此话一出, 北平王罗翼和他的夫人都惊呆了, 原来眼前这个人正是自己的侄秦琼的儿子秦叔宝, 就在不久前, 秦琼托梦给妹妹秦胜珠说他们秦家唯一的补屑来到北平王府, 而不久前发配而来的响马正是从山东历城过来, 于是秦胜珠急切询问罗翼这个人是不是自己的侄子, 罗翼也不敢断定, 于是罗翼便答应夫人再次升堂之时让他躲在屏风之后针点, 大堂之上罗翼便开始对秦琼查起了户口, 秦琼也如是回答他的父亲叫秦琼, 本是北七马民官大帅, 后因为随朝新兵伐器被奸人高阿谷所害战死沙场, 后来他的母亲便带着他四处漂泊在山东济南安的家, 听到这里秦胜珠也知道他是自己折这件事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为了再次确定罗翼便在问了秦琼一个隐私的问题, 那便是他的辱名叫什么? 此话一出罗翼和屏风后面的秦胜珠都惊呆了, 秦胜珠立即从屏风后面慌乱地走出来与秦琼相认, 他看着自己的侄儿喜积而泣, 秦琼这才意识到原来眼前这个女人正是他的姑妈秦胜珠, 秦胜珠立即扶起秦琼, 就这样秦琼与自己的姑母相认皆大欢喜, 而这几天在北平府的秦琼闲来无事便与罗翼在后花园里练了, 经过这么一练两人都不由地佩服起对方的武艺, 于是罗翼便提议让秦琼教他秦家减法, 而自己则教秦琼罗家枪法, 本来两人是孤表兄弟互相学习对方的招数也十分正常, 但是后来秦琼将这件事升级了, 他对罗翼说大家不可思瞒一路必须蒙个咒方,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罗承就说自己隐瞒一路便万箭穿心而亡, 秦琼也表态若思瞒了一路便不得善终吐血而亡, 可最终秦琼却隐瞒了自己的杀手锏, 而罗承却隐瞒了自己的必杀回马枪, 两人的鄙视也点到极致, 罗翼见秦琼武艺非凡便让他在军中当上棋牌官一职, 就在秦琼替补还没坐热之时, 突厥红海竟然率大军来犯, 还为立功的秦琼主动请战, 罗翼便任命秦琼为主帅, 让他率领五千兵马征脚突厥大军, 这个少年一言不合便叫秦琼为爹爹, 这可把单身了三十年的秦琼吓坏了, 刚认完孤障姑妈表弟, 现在又来一个儿子, 这惊气多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了, 就在刚刚, 游牧部落民族突厥嘟嘟红海率兵来袭瓦口关, 情急之下罗翼任命秦琼为大将军率领大军抵御外敌, 战场上秦琼手持四棱金装剑率先出战, 扑绝嘟嘟红海也绝非浪得虚名, 策马奔腾挥舞着两个大锤便向秦琼袭来, 双剑对双锤的大战一时间竞打的难舍难分不相上下, 此时红海突然改变战术一锤子打在秦琼的黄标马上, 黄标马瞬间受到惊吓不受控制, 就在红海即将对秦琼蹤下杀手之时, 红海大战在一起,而秦琼的黄标马失去控制狂奔至一片小树林林, 眼看前方已是万丈深渊,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一少年飞奔而来徒手便将秦琼失控的黄标马制服, 少年看着秦琼微微一笑, 秦琼也被少年天生的神力震撼到了, 他立即下马感谢少年的救命之恩, 两人边走边聊, 秦琼跟少年说到自己是从瓦口关那边的战士而来, 在跟突厥都都红海的大战中黄标马受到惊吓便不受控制狂奔于此, 少年见眼前的秦琼气宇轩昂便询问他的尊姓大名, 而就在秦琼说了自己便是山东济南立成县的秦琼秦书宝之时, 秦琼立即给秦琼下跪并称呼他为爹爹, 这可把单身了三十年的秦琼给吓坏了, 秦琼说到自己还没娶亲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儿子, 没有错, 您是不是马踏黄河两岸减打三中六府, 为整山东半边天的秦琼秦书宝啊? 听秦琼这么一说好像也确实没错, 我和我娘盼你老人家回来, 盼了一天又一天, 可算把你盼回来了。 秦琼也是一脸猛逼, 于是秦琼在少年的强烈邀请下便跟随着他回家见母亲, 原来这个少年名叫秦琼, 是秦琼的兄弟秦琼泰的儿子, 早年前秦琼泰因为犯了错误被抓了起来, 危难时刻是山东及时与秦琼救了他一命, 为了报答秦琼的救命之恩, 秦琼泰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秦琼拜秦琼为干爹, 而秦琼这个名字也是秦琼所取的, 秦琼这才恍然大悟, 这没想到, 这孩子一眨眼都长这么大了, 而秦琼的亲生父亲秦琼泰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身染重病不幸去世, 而聊着聊着秦琼便想起了自己还在打仗, 于是得知真相后便要匆匆赶回战场, 不行, 我不让你走, 我不让你走, 你不能走, 不不行, 此时秦琼的母亲跟秦琼说道, 秦琼这几年也跟随边山九阳灌主贺坤学得了一身武艺, 让秦琼把他带过去, 也许日后跟着秦琼能有一番作为, 就这样秦琼在认亲的道路上又认了一个义子, 而且还是四猛八大锤中的顶级高手, 秦琼也跟随着秦琼回到战场上大显升威, 你是初学的都督, 为什么来站我们的关口, 还敢在这里发威, 看你家小爷爷教训你, 那你就过来吧, 今天我就陪你玩一玩, 秦琼的义子迎面围陀秦琼到底有多强, 只见他手里两百斤重的八棱紫金翔摩锤一出手便将突厥大将狐雷的大刀打断, 迎面而来的当头一棒更是让狐雷摔落于马下瞬间领复犯下陷, 突厥大多督冯海见状不由的大吃一惊, 在这里容小便来为大家科普一下秦琼, 迎面围陀秦琼坐下胯下赤探火龙居, 师承九阳灌主贺坤学的一身武艺, 也叫大锤公子, 羽隋堂第一金锤将李源霸的肋骨翁金锤, 第二银锤将裴元庆的八棱梅花亮银锤, 第四铁锤将梁师泰的冰铁炸油锤合成四猛八大锤。 杀托明见秦琼这个小儿郎如此嚣张便驾马上前想要教训教训他, 只见杀托明手持勾连枪就向秦琼刺去, 秦琼躲开攻击后给他猝不及防的一击之中杀托明的胸膛, 让他口吐番茄之瞬间失去战斗能力。 这突厥大都督洪海可是连秦琼都拿他没办法的人物, 面对此等高手少年秦琼却不慌不忙架起武器抵挡洪海的重锤出击, 这强大的力量瞬间让秦琼差点燃养马翻, 洪海再次正面醒来, 调整好状态的秦琼躲闪后顺势给他致命一击, 就这样少年秦琼力错突厥洪海一战成名, 显而易见的是他的战力确实比他老爹秦琼要强上许多, 秦琼见突厥的主帅被秦琼便立即下令全军出击绞杀突厥, 士气大阵的随军跟打了鸡血一般奋勇杀敌, 秦琼等人一捕作气击败敌军夺回瓦口关, 此次大战秦琼用秦琼拿洪海守攻一剑, 他被北平王罗毅封为瓦口关守将, 但是考虑到秦琼善且年幼, 罗毅又任命使大奈为帮伴扶持秦琼左右, 来到北平府数月的秦琼思念家中的老母亲, 罗毅便与秦琼归家, 并安排他去济南府唐碧大帅那里任职, 秦琼此别不负姑母之后便带着罗承和善盈盈一起回去, 回去的路上秦琼遇到了隋唐四猛第一猛的罗士兴, 只见罗士兴将这打架的两头牛分开, 秦琼看着震惊万分, 而罗士兴见到秦琼的第一眼便喜欢上了秦琼, 罗士兴也偷偷跟着秦琼到了美然公王军可的庄上, 美然公王军可说到此人叫罗士兴, 自幼父母双亡, 脑子也不太好使, 于是便收留他做一个牛官, 但是他天生神力水性过人, 有一双飞毛腿比马跑得还快, 倒是个人才, 罗士兴对秦琼一剑如故黏着他不放, 善雄信见此人和秦琼有缘便让秦琼收了作小弟, 王军可便让罗士兴跟随秦琼而去, 就这样秦琼在任亲戚的路上又多了一个弟弟, 盘点一下隋唐第一好汉李源霸是他的小迷弟, 隋唐四猛第一猛罗士兴是他的干弟弟, 是他的表弟, 有这么多高手的关系人生能不开挂吗? 当然之后还有许许多多的皇亲国妻我们慢慢盘点, 就这样秦琼带着罗士兴回到了山东老家和母亲一番团聚。 程咬金在睡梦中遇见了一个气宇轩昂的仙人, 仙人说到自己是来教他伏法的, 这套伏法巧夺天公共有六十四路, 学成之后便可助他保真主定天下密封侯还他一生富贵, 在这天下能打赢他的人也不出几个, 说完仙人便开始传授起程咬金天罡六十四路伏法, 程咬金也不敢轻视, 拿着手中的八卦喧花斧聚精会神地练起来, 梦中的程咬金颇有大将的风范, 斧头在守天下我影, 恍惚间竟然有开天辟地之事, 就这样一直将六十四路伏法全部掩完毕, 而就在此时尤俊达听到门外有吵闹声便出门查看一番, 不料发现程咬金正在拿着斧头自言自语, 他见程咬金着了魔一样便把他叫醒过来, 程咬金醒来后觉得梦里发生的事情仿佛跟真的一样, 所学的符法也一一皆记在脑里, 为了加深印象程咬金首饰八卦喧花斧开始演练起来, 可练着练着就只记得这三板斧, 游俊达对程咬金早就不抱希望了, 如今程咬金能练会三招半仪式让他喜出望外, 第二天游俊达便带着学到三板斧的程咬金等人埋伏在竹林 等待杨林一子罗方血量押送的黄岗, 可不料随唐第二好汉语文成都奉杨广的命令蒙着面前来截取黄岗, 不一块两旁的案件醒来, 黄岗押送部队顿时死伤惨重, 就在此时一群蒙面黑衣人从天而降, 他们的手法极其残忍见人救杀, 一看就知道是经过特种训练的部队, 罗方血量为了守住黄岗奋勇杀敌, 双方顿时发生一场恶战, 埋伏在一旁的尤俊达成咬金也是一脸猛逼, 于是尤俊达灵机一动提议先让他们打, 等到他们两败俱伤之时再坐收渔翁之力, 擒贼先擒王, 血量手持造感银枪就奔着语文成都杀去, 可血量在语文成都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拿有还手之力, 每两下功夫便给语文成都的青龙掩跃刀打飞出去, 罗方剑兄弟被打趴下也立即驾马上前与语文成都大站在一起, 不过罗方的武力与血量相差不多, 就在此时尤俊达箭机会差不多了便让诚咬金率领兄弟们冲了出去, 这可把罗方剑量整不会了, 怎么来了一波又一波? 语文成都见诚咬金满嘴骚话便手持青龙掩跃刀向诚咬金杀去, 诚咬金也是十分聪明, 他知道语文成都不好对付便将语文成都引开, 尤俊达箭时机差不多了便带领其余的兄弟出去捡漏, 诚咬金一路狂奔将语文成都引到长叶林的八卦阵中, 语文成都陷入此阵久久不能出来, 这时诚咬金又返回战场, 罗方剑量因战诚咬金, 诚咬金立即使出他在梦里学的三板斧, 三板斧一出谷的罗方后退连连, 就这样罗方剑量不敌诚咬金抛下黄刚仓皇逃亡, 而诚咬金却还喋喋不休追了上去, 就在此时罗方剑量停了下来, 回去后承咬金跟尤俊达说已经报了姓名出去, 尤俊达瞬间差点失化了, 为了暂避风头他不得不将承咬金关入地角, 秦琼到底有多能认亲戚, 在发配至北平府的时候便认了罗依为姑父, 隋唐第一好汉里原霸是他的小迷弟, 隋唐四猛第一猛罗氏姓是他的干弟弟, 一面为陀秦用是他的义子, 眼前这个长平王邱瑞更是他的姓父, 这妥妥的关系乎, 他的人生能不开挂吗? 就在不久前, 秦琼奉唐碧大帅的命令前往京城给岳王阳诉讼贺礼, 途中王伯当、齐国元等人应是要跟着过来凑热闹, 于是秦琼便让他们顶替了四位棋牌官的位置让他们一同前来, 来到京城之后, 齐国元李如辉在宵尽时间还出来街头瞎逛, 长平王邱瑞见他们行迹可疑便将他们两人抓了起来, 情急之下秦琼立即上衙门一看究竟, 秦琼表明自己的身份表示他们是奉唐碧大帅命令前来给岳王阳诉讼贺礼的, 唐碧? 算是罗毅这个老头子徒弟中拿得出手的一个? 王爷, 您认识我姑父? 秦琼听闻秦琼是罗毅的侄瞬间大吃一惊, 秦琼立即查起秦琼的户口, 秦琼说到自己的父亲是曾人马民官大帅一职的情谊, 秦琼紧接着又问起秦琼的母亲, 而秦琼也一一回答了关于母亲和姨娘的问题, 这下邱瑞更加确定了眼前这个小伙正是自己外甥, 邱瑞立即将秦琼扶起来, 秦琼不明所以, 我就是你的姨父啊, 你能认识我吗? 那是我的王妃? 就这样秦琼在任亲的路上又多了一个皇亲国妻, 众人也解除了此次危机, 按理说秦琼本应该和邱瑞回去王府拜见姨娘, 怎料现有公务在身多有不便, 于是秦琼便说等他办完事再到府上看完姨父姨娘, 第二天送完贺礼后, 秦琼等人便来到街上逛庙会看花灯, 在宇文汇及府门口遇上一位老人正在追讨被宇文汇及抢去的女儿, 此时老人的女儿被扔出府外, 但是已经命丧黄泉, 朗朗乾坤下竟然如此目无王法, 王伯当极恶如仇一时激愤便冲杀进府内, 宇文汇及本想拔刀抵抗, 王伯当眼击手快给他一拳随即夺下他的大宝剑将他就地正法, 随后几人便匆匆离去, 就在此时恰逢隋唐第二好汉宇文成都正在寻接, 隋唐第四好汉熊阔海自是勇武天下第一, 听手下啰啰说长安城中有个宇文成都武功高强被封为天保不敌大将, 熊阔海按捺不住内心的好胜之心, 于是借着献保宫的名义前来会议会他, 宇文成都早就看出熊阔海并非真心卖宫。 宇文成都命令手下立即将他拿下, 熊阔海见他们人多事众便立即溜之大吉, 而此时宇文汇及府里的门卫来报宇文汇及被杀害的事情, 宇文成都立即上前将要逃跑的众人围住。 秦琼手持双剑飞身一跃就向宇文成都杀去, 宇文成都仅凭一击就将秦琼打飞回去。 秦琼在宇文成都面前双手微微颤颤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情急之下齐国远立即拿来香炉灰偷袭宇文成都, 就在此时众人即刻冲杀了出去, 宇文成都也不顾紧逼势必要将他们擒拿归案。 就在刚当雄阔海为了就被宇文成都追破的秦琼等人搬起, 是狮子就向宇文成都杂去的, 宇文成都躲开后便与雄阔海大战在一起。 宇文成都是隋唐第二好汉, 雄阔海是隋唐第四好汉, 宇文成都迎面而来千斤之力的权利一击便让雄阔海瞬间有点招架不住。 还没等雄阔海回过神来宇文成都再次发起猛攻, 雄阔海抵挡不住后退连练, 宇文成都不愧是无敌天堡大将军简直帅炸天, 雄阔海瞬间整个手臂都是微微颤颤瑟瑟发抖。 随着宇文成都一声令响, 所有官兵纷纷杀向秦琼等, 众人也只好使出浑身解数奋力抵挡官兵的攻击, 但是无奈官兵人数众多, 秦琼等人即使有超不常人的本领弹已是双拳难敌四手, 情急之下雄阔海抓住一个官兵狠狠向宇文成都甩去, 这才为众人争取了逃跑时间, 秦琼等人且战且退突出重围, 但是官兵依旧全追不舍, 几人被追到一死胡同里进退两岸, 情急之下秦琼挥舞其手中的四棱金庄简将眼前的木桩打落 牵制住步步紧逼的官兵, 但是这办法只是意识的, 只见宇文成都缓缓从后边走来, 随即命令弓箭手万箭齐发向他们射成刺猬, 几人立即拿起一旁的板车作为挡箭牌, 眼见前无退路后勇追兵, 秦琼集中生智只能让众人翻墙逃跑, 但宇文成都是个执着的男人, 捕捉到他们绝对不罢休, 于是看着他们的脚印就知道了他们逃到了长平王邱瑞的府里, 宇文成都追到长平王府是要搜查逃犯, 邱瑞为防止宇文成都假借他名诬陷便挡下宇文成都要自查府院, 在这里说一下邱瑞是秦琼的遗父, 邱瑞经过一番搜查也终于查到秦琼等人乃是宇文成都所追查的逃犯, 情急之下邱瑞让秦琼等人藏于隋文地狱赐给他的荷花缸里, 然后再放宇文成都进来搜查, 宇文成都虽等得不耐烦但他也不敢无作非为, 他带人上下搜查一遍后并没有发现什么, 正当他要离去的时候突然看到眼前的荷花缸, 邱瑞以和花缸男皇上所赐唯有表示需要圣旨才能堵, 执着的宇文成都只能让士兵们再次守着自己回宫去请旨, 当宇文成都回到宫中, 他才从宇文化机口中得知宫中大乱, 随即他被调遣去保护杨广夺取皇位。 杨广到底有多残忍, 为了皇位连自己的亲爹都不放过, 那么杨广为何会有这般惨无人道的作为呢? 下面有小编来给各位细细道来杨广为了夺权害凶徒嫂七娘杀爹登基为帝的故事。 年轻时候的杨广可是大随炙手可热的顶流才俊, 年仅二十岁的他就被隋文地任命为兵马都讨大元帅, 跟着老将们一路砍瓜切菜, 很快就攻克了陈国首都建康城。 此时的杨广雄自应发妥妥的人生赢家, 但是功成名就的他总感觉人生空空缺点什么? 缺点什么呢? 那便是皇帝的宝座, 杨广有个哥哥叫杨勇, 是隋文地亲定的皇位继承者。 这让杨广也时常感叹命运的不公, 明明杨勇什么都不如自己, 缺知因为比自己早出生一年就可以当皇位继承人。 不甘心的杨广于是开始了他的夺权之路, 杨广照着老爹隋文地有样学样, 平常勤俭节约做事有条不紊, 完全就是一副孝子贤孙的模样。 隋文地和独孤皇后一对比这两个儿子, 杨勇更像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一般, 慢慢的杨广也知道自己机会来了, 于是便开始了他的第一步夺位计划, 那便是干掉太子杨勇。 当天杨广让自己天真烂漫的妹妹穷花公主来到自己的地宫, 就在这天晚上丧心病狂的杨广便将自己的妹妹穷花公主杀害。 穷花公主遇害后, 由身材与穷花相似的萧美娘假扮成穷花的模样蒙着面纱回到寝宫。 这边杨广派李公公将喝醉酒的太子杨勇引到御花园见穷花公主。 醉醺醺的杨勇对着死去的穷花公主轻轻一拍。 穷花公主瞬间掉进了湖里面, 杨勇顿时惊慌失措, 等穷花公主被救上来之时她已经命丧皇权, 喝醉酒的杨勇这下就算是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 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得知穷花公主遇害之后悲痛欲绝, 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杨广在背后搞的鬼。 杨广这奥斯卡小惊人的演技也着实让人不寒而令, 隋文帝一怒之下便废除杨勇的太子之位。 就这样杨广顺理成章当上了新太子。 当上了太子之位的杨广也开始慢慢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 竟然敢在大白天偷窥老爹的女人陈轩华, 这小眼神看得差点连自己都快把持不住了。 当然仅仅偷窥还不够, 杨广竟还色胆包天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陈轩华,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此后杨广更是彻底沦陷了。 此时杨广知道太子之位并未能满足自己的野心, 想要真正掌管天下大权, 那就必须要当上皇帝。 于是杨广开始在隋文帝的药领做手脚, 恰逢玉郡主过来看望隋文帝。 他看到隋文帝面色异常有中毒之相, 经过隋文帝的应允玉郡主来到御药房查明真相。 当得知隋文帝所服用的药物都是经过杨广之手的时候, 玉郡主惊呆了, 他立即回去将这药里有毒的事情告知隋文帝。 而就在此时高炯和李德林也抓到了杨广四件地宫和谋害穷花公主的证据。 当隋文帝听完玉郡主高炯李德林对杨广的指控之后, 隋文帝追回末及, 他立即下令修改一照重新立杨勇为太子。 于是高炯和李德林兵分两路, 李德林带着皇帝首席去取兵符控制宿卫军, 高炯和玉郡主则带着密诏去解救杨勇。 岂不知现在整个皇宫已经被杨广安排得明明白白, 宿卫军也已经被天保大将军宇文成都控制, 杨勇在逃至半路的时候被杨素兰杰抓了起来。 杨广也终于等到了离他皇位最近的一步, 叶飞风高杀人叶, 他独自走进隋文帝的寝宫里逼宫, 此刻见到杨广的陈宣华顿时被吓了一条, 隋文帝也没有想到自己平日里温文儒雅的儿子竟会是这样一个恶魔。 隋文帝一怒之下便拔起大宝剑就要将杨广斩了, 可是已至此杨广也再无后路可走, 杨广人狠话不多不给老爹任何喘息的机会, 一脚便将病重的隋文帝踢倒在地, 在杨广心里成大事者应该不拘小节, 他走到隋文帝背后用手狠狠勒住隋文帝的脖子, 就这样杨广心狠手辣地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一代帝王杨坚就此陨落, 第二天杨广便理所应当地继承了皇位, 满朝大臣虽对隋文帝的死尽是疑惑, 但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唯有忠孝王武建章在杨广登基当天, 披麻带笑首持枯桑棒上殿揭露杨广的罪行, 隋文帝杨坚离弃驾崩之后, 太子杨广便顺利登上王位, 满朝大臣虽对隋文帝之死尽是疑惑, 但朝堂之上众人敢怒不敢言, 唯独开国元老武建章在杨广登基当天 披麻带笑首持枯桑棒, 义正词言地将昏君奸臣的鬼鱼伎俩诈于天下, 做贼心虚的杨广岂能容忍武建章在朝堂之上肆意妄伪, 于是命令手下将武建章的舌头割去再挖去他的双目, 手法之残忍就像是人间恶魔一般看的众人瞠目结舌, 被施予重刑的武建章虽然痛不欲生, 但他仍旧痛骂不止, 就这样杨广杀鸡仁侯一刀便处决了忠孝王武建章, 这一套操作下来直接让满朝堂的文武百官看得是胆战心惊, 此时宇文化级这个糟老头子表示武建章朝堂之上口出狂言行刺君王, 应当诸其九族斩草出根, 此时韩秦府站出来表示武建章之子武云照武艺高强非一般人能与之匹敌, 随即提议让北平王罗毅前去绞杀, 宇文化级担心罗毅不及就行会放走武云照, 于是便派自己的心腹麻疏谋一同前往, 关键时刻可以先斩后奏, 接到圣旨的罗毅无奈之下只好出兵出发南洋关, 但此次出征并不是为了绞杀武云照, 而是为了保全武家仅剩的这颗毒苗, 罗毅命张公景先行一步, 秘密告知武云照让他速速逃离南洋关, 张公景到达南洋后, 便立即将武建章直言赶剑却遭到杨广杀害的事情原委告知武云照, 可武云照觉得自己的父亲可是连仙帝都要敬畏他三分的忠孝王, 武云照不但不相信张公景的话, 还把他关入大牢, 途中罗毅为了给武云照争取逃跑的时间装并故意拖延, 三十里一停歇四十里一扎营, 这让作为先锋官的麻疏谋心急似, 于是麻疏谋便向罗毅请命自己率领一支先锋小队前去探路, 老江湖罗毅身至麻疏谋根本不是武云照的对手, 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了他, 到时候败下阵来再找他犯长, 很快麻疏谋便率领先锋大军来到南阳关城楼下疯狂叫阵, 这时武云照才知张公景所言属实, 武云照单枪匹马出城迎敌, 麻疏谋力攻心切侧马奔腾率先出战, 武云照手持红鹰亮银枪迎战麻疏谋, 只见麻疏谋手持长枪就向武云照次来, 武云照可是随堂帝无好汉, 枪出之时犹如蛟龙出海杀的麻疏手不及, 还没等麻疏谋反应过来, 武云照步步紧逼丝毫不给麻疏谋喘息的机会, 一击狠狠拍在麻疏谋的背上, 麻疏谋口吐芬芳差点人仰马翻, 随军舰主帅败下阵来顿时乱了军心仓皇逃亡, 麻疏谋也狼狈地逃了出去, 此时的武云照依旧不敢相信武家被满门抄斩的事, 麻疏谋败回营中, 罗毅便施计要以麻疏谋敌罪名将去斩杀, 而罗毅斩杀麻疏谋并非真意, 这不过是他和儿子罗承设下的计, 要杀杀麻疏谋的威风, 在罗承的求情下罗毅放过了麻疏谋, 麻疏谋死罪虽免活罪难逃, 最终被重则武士军棍, 宇文化即不放心麻疏谋, 又担心罗毅放走武云照, 就让宇文成都带兵前往南阳关。 云交小儿, 我大随对你武家不保, 你却蓄谋造反, 刀风前来, 便要取而性命。 说完罗毅手持武钩神飞两银枪, 就向武云照杀去, 武云照也持枪相迎, 只见罗毅使出罗家的无火断魂枪, 对着武云照就是一顿猛攻, 武云照是隋唐帝无好汉, 拥有一身冠绝天下的武艺, 实力自然也是不弱, 两人虽然都使出浑身泄朔, 但是两人并没有拿出必杀绝招, 原来罗毅此次前来与武云照会战, 是想要给他通风报信, 让武云照做足突围的准备, 罗毅表示到时候就算是拼了老命也会保他们除关, 正当罗毅将助力武云照突围之事, 安排妥当之事, 却突然接到了宇文成都, 赶到南阳关的消息, 宇文成都可是隋唐的无敌天保大将军, 他一来整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 马书某表示天保将军既然来了, 那么他们四个正好可以将四面合为断棋出路, 无奈之下罗毅只好阴雨下来, 就这样罗毅负责北门, 罗承负责正西门, 宇文成都负责正南门, 马书某负责正东门, 宇文成都和马书某走了之后, 罗毅让罗承去给武云照送去一封书信, 信中将他们现在的计划, 全都告知武云照, 让武云照再突围之事, 一定要绕开南门的宇文成都, 武云照妻子听闻宇文成都的到来对事慌了, 因为他知道宇文成都那就是无敌的存在, 武云照带着他和孩子一定很难突围出去, 此时南阳城众将士准备与武云照同生共死, 助理他突围出去, 可武云照为了不连累众将士下令, 只带妻子和孩子突围, 因为他知道朝廷只是针对他, 罗毅也肯定不会对南阳关的将士怎么样了, 就在此时丫鬟来报武云照夫人自懒而死的消息, 武云照看着命丧黄权的妻子悲痛欲绝, 原来是夫人担心自己会连累武云照, 所以决定自行了断, 让武云照没了千百, 悲愤之下武云照也历史反随, 有生之年一定要杀掉昏君阳光, 为他们武家满门报仇血恨, 为了不连累罗毅, 武云照悲情上网, 往麻书某所为首的东门冲杀过去, 而武云照也不愧是随唐帝无好汉, 坐下赵夜与狮子, 手持红鹰亮银枪, 万军从中无所畏惧, 颇有当年长山赵子龙长板坡救助的风范, 只见武云照枪出之时, 犹如蛟龙出汗, 来党的大将无意不死在他的枪下, 先让银袍透假红, 随将莫敢于争锋, 当今多少英雄将, 尽丧南阳战则中, 武云照又趁势把三军忘砍, 杀得血流成和尸击卢山, 马书某本想抵抗, 可他在武云照眼力, 只有招架之功, 哪有还手之力, 武云照一枪便将马书某打落于马下, 就这样武云照仅凭一己之力, 便突出重围, 可让武云照没想到的是, 随唐第二好汉语文成都正在前方等待着他, 这就是无敌天堡大将军宇文成都带来的压迫感, 大鹤一生竟然连武云照的赵叶玉狮子都不寒而栗, 逢你奸相的儿子, 冤家陆宅, 吃我一枪, 事到如今的武云照为了能够突出重围也只能引命相驳, 武云照会捂着令群雄打寒的红银亮银枪向宇文成都杀去, 只见武云照站满月, 全力以赴的他使出了千斤之力向宇文成都刺去, 红银亮银枪与凤尺刘金堂的碰撞让武云照无恐发热, 再马上打了一个亮枪差点没能招架住, 相比于李渊霸与文成都裴元庆熊或海这些力大气沉的力量性选手, 那武云照绝对是随朝第一权能行战舰, 震惊之下的他舍命相夺, 平生所学的本领都用上了, 兵器之长和扎刺剑的快招直逼宇文成都, 可不料一山还比一山高, 绝伦的凤尺刘金堂出现在宇文成都手中之时, 天下众英雄都黯然逊色, 此时一旁观战的马书谋注意到武云照附中的孩子, 于是趁着他们大战的时候, 马书谋竟然放案件偷袭武云照, 武云照为了保护附中的孩子身中数件, 可宇文成都可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男人, 他怎么可能容忍在自己办事时有人插手, 武云照立即趁着这个空隙条转码头冲了出去, 宇文成都也策马奔腾顺利追赶, 宇文成都为了不让马书谋等人爱手爱脚便用凤尺刘金堂打断一棵大树挡住他们的去路, 无奈之下马书谋只能令人将树抬走, 此时朱灿为了助武云照突围成功竟然从周苍庙里取下周苍像上的盔甲与大刀, 老子是汉氏周苍管事了, 宇文成都为了绞杀武云照对着他步步紧逼, 危急时刻半路杀出个朱灿假扮的周苍, 为了助力自己的恩人武云照成功突围, 朱灿视死如归杀向宇文成都, 可朱灿的那几招功夫在宇文成都面前根本不够砍, 宇文成都猝不及防的一击便让朱灿连人带马后退连连差点人养马翻, 此时不知从哪里又杀出个关云长, 这可把我们的天保大将军都整翁圈了, 但在绝对实力的宇文成都面前管你是谁, 就算是真关羽来了他也无所畏惧, 这是罗承与宇文成都的第二次交手, 但就算罗承使出浑身解数都拿宇文成都没办法, 罗承自知不敌宇文成都, 于是便趁机使诈逃跑, 就这样三人立即趁着这个空隙逃之夭夭, 但这一集看下来总觉得宇文成都一直在滔滔不绝地放水, 逃跑后的五云罩投奔了凤鸣关的岳父李子通, 从此举起了反随的大旗, 朱灿后来在五天西及熊过海的帮忙下当上南洋王, 成为随末十八路反王之一, 交友在梦长亲戚变天下的秦琼又来认亲了, 此次所认之人正是他的乳娘, 也就是程咬金的母亲凝视, 自从程咬金和尤俊打结了, 杨林的四十八万两黄刚之后, 杨林便下死命令, 让山东七少二家堂关在百日之内一定要抓到翔马, 不然就全部人头落地, 眼见期限已经快到了, 众官员却毫无头绪急得是束手无策,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找到小马克星秦琼, 出面解决这件棘手的案子, 秦琼一进门徐之县便苦苦哀求, 说着徐之县叫给秦琼下跪, 秦琼一把将其拉起, 表示这办案交差, 本就是他应该做的事, 随后便接下了这个惊天大案, 秦琼走在大街上思索此事, 他忽然想起山雄信曾对自己说过, 山东陆林的总票霸子是尤俊达, 现在山东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说不定此时和他也有瓜葛, 而此时的尤俊达, 也已经收到上面派秦琼查这件案子的事, 尤俊达知道秦琼可是马踏黄河两岸, 见打三周六府的七男子, 这件案子落到他手里, 绝对是会找上门来的, 事到如今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吐掩了, 此时朱能说到秦琼是个出了名的孝子, 随即提议让尤俊达搞个哭丧记来蒙混过关, 程咬金的母亲凝视, 为了帮助程咬金和尤俊达度过此次危机, 便主动答应假扮尸体, 配合尤俊达演这一出好戏, 果不其然第二天秦琼便找上了门来, 此时南风吹来, 装力的人腰里都扎着笑袋面带悲伤, 尤俊达从宅内出来, 只见他头顶麻灌身披重笑, 咬渣麻生满脸愁运, 见了秦琼攻身失利, 秦琼一问才知是尤俊达的母亲病逝了, 于是尤俊达便请秦琼入内祭拜尤俊, 然而寒暄几句过后, 秦琼便告辞离去, 秦琼出了汝南庄后, 一边走一边寻死, 6月23日靠山王丢了黄冈, 尤俊达的母亲也是6月23日去世的, 为何如此凑巧? 难道他这是为了故弄玄虚遮然耳目不成? 再说尤俊达去世, 尤俊达虽穿重笑却无悲戚之容, 谈话之时也是面露紧张面色, 于是秦琼决定再回汝南庄遗探, 尤俊达见秦琼又来拜访, 便急急忙忙边走边穿小衣, 但他忙中有错, 忘了穿笑裤就出来了, 尤俊达见秦琼手中, 提着纸马相克祭祀之物, 便又带着他进入灵堂境界, 这次秦琼便开门见山问起了尤俊达, 关于小谷山长夜林, 四十八万两黄冈被解一案, 可尤俊达却是装疯卖上一问三不知, 秦琼见他把口封得狠死, 而且说得条条在里, 也知道他是早有准备, 无奈之下秦琼只好再次辞别尤俊达, 此时尤俊达露出里边的大红段子裤子, 被秦琼看了个清楚, 秦琼一把将他抓住, 一旁的朱能见事情暴露, 便拿起刀来, 就要接管了秦琼, 但小喽喽在秦琼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秦琼一把夺过朱能的打刀, 将其拍飞到棺木, 假死的成目被吓得尖角连连, 只见秦琼一圈一个小朋友, 便揍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地窖里的程咬金见有人来搞事情, 便拎着八卦寻花府来势汹汹叫上去干架, 不料程咬金一出手, 斧头便划手飞了出去, 秦琼也立即将他们两个绑了起来, 成目见程咬金又话了事, 不禁哭了下来, 秦琼从成目口中得知, 程咬金之父乃是秦琼父亲秦仪的副官, 阿尔人生前是八百兄弟, 秦琼听罢赶紧聊一跪道, 赶紧啊, 瘦孩儿一半, 程咬身手把秦琼抱在怀里, 放声痛哭起来, 原来秦琼两家交情之后, 秦琼比程咬金大一岁, 是程咬德的干儿子, 程咬金鲁名叫阿丑, 是秦仪的干儿子, 马明关一战之后, 秦琼母子便流落到济南, 咸侠是南阿丑经常念叨成家, 这真是无巧不成书, 谁曾想今日在这里相遇, 尤俊达在一旁看傻眼, 真没有想到秦琼和程咬金, 还有这么一段渊源, 这一下话筹为友, 尤俊达连忙吩咐下人百艳, 庆祝他们一家团聚, 尤俊达将杰黄刚知识向秦琼说明, 这军钱我们原来就没有打算要, 我们劫了过来, 为的是解救山东的灾民, 秦琼见他们两个如此仗义, 便答应替他们处理这事, 秦琼说他平生爱交朋友, 现在官司两面都有自己人, 别看案情这么重, 只要我拖拖朋友, 替咱们说几句好话, 事就算完了, 秦琼走了之后, 尤俊达不由地冷笑一番, 他跟程咬金说道, 就算是靠山王杨林, 也不敢说这种大话, 这绝对是稳均之解, 他先把咱哥儿俩稳住, 然后回去向官府禀报, 好抓咱们的措手不及, 可程咬金觉得, 尤俊达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他相信秦琼不是这样的人, 于是尤俊达吩咐一声, 把总管飞毛腿朱能叫来, 告诉他立刻起身, 暗中监视秦琼的行动, 随时回来禀报, 回到家的秦琼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他心想承家对他们有恩, 又怎能去抓他们, 再说尤俊达和程咬金的所作所为, 并非为了自己, 而是想取此博弈之财, 将来作为继困妇为之用, 为了解救山东七十二家唐官性命和程咬金游俊党, 秦琼最终决定舍生取义, 假扮程咬金模样, 然面涂须到灯珠头岸, 我死之后, 我儿秦琼就是世袭的靠山王, 我女儿玉儿就是王妃, 秦琼的人生到底有多开挂, 如果他没有反随, 那么他便会是随朝世袭的靠山王, 而就在不久前秦琼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棋牌官, 为了解救山东七十二家唐官和程咬金游俊达的性命, 秦琼染面涂须手势大幅, 扮作程咬金的模样来到灯州王府顶罪, 靠山王杨林自从丢了黄刚之后, 便每日闷闷不露, 又听各处官府都查询不到想马踪迹更是火上浇油, 此时忽然听起牌官来报, 劫黄刚的程达到家门口要银子来了, 杨林的太保罗方薛亮, 因为黄刚被劫一事一直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听闻响马自动送上门来便向杨林请鹰, 势必要戴罪立功将响马捉拿归案, 于是杨林便带着他们几个一同出去看个究竟, 秦琼渐从灯州王府走出来一气宇宣昂的老将, 你就是杨林吧, 上次那四十八万两黄刚不够老子花的, 一花没了, 今儿再到灯州问你要点, 拿出来给圆圆, 杨林心想你这小子, 怕不是疯了赶在这里放肆, 秦琼守拿大福, 因为不习惯此兵器, 所以没两下功夫便给官兵制服, 就在杨林正要斩杀秦琼之际, 玉郡主回到灯州王府, 玉郡主必中就轻跟杨林诉说了秦琼相救的经过, 玉郡主也表示在被秦琼相救之时, 已经按许今生非他不嫁, 于是杨林决定将秦琼押到大唐问个明白, 秦琼拿掉胡须后只见他没分八彩目若朗星, 仪表堂堂相貌出众, 杨林老头看得心里不免也有些喜爱, 随即质问秦琼既然作为朝廷四品命官, 为什么还要扮作响马扰乱登州, 秦琼解释道只因48万两皇刚被劫之事, 王爷您训斥了山东七十二家堂官, 并要求他们一月之内缉纳归案, 与其者要严加惩处, 立成县令许有的无奈之下到小人家中邀小人出头, 可是抢劫黄刚的响马现如今消失的无影无踪, 眼看王爷献起一刀, 为了挽救山东七十二家堂官免遭惩处, 这才想出来自己染面涂须, 假扮成打模样来登州顶罪, 这一番话让杨林不由的疑惑你这小子, 难道就真的不怕死吗? 而秦琼却给出了来登州顶罪的三大理由, 第一, 我自称响马被王爷杀掉之后, 王爷变出了这口气, 也就不再追究山东文武官员之责了, 我这一条命能救下这么多人也值了, 第二, 受人之托礼当尽力, 我这一死也对得起徐献令相请之恩, 第三, 我奉母命为朝廷出力, 我这一死也算计了小道, 杨林一听很是高兴, 他想秦琼这个人处处想着别人, 品德高尚实在令人钦佩, 于是杨林便不再追究秦琼的贸事之罪, 还宽限了山东文武官员捉拿响马的日期, 杨林上下打量一番秦琼后, 那是越看越爱, 越看越喜欢, 随即查了他的户口之后便让他在大殿之上展示他的武艺, 只见秦琼手持双俭在大殿之上大放光彩, 双俭在手有如蛟龙出海舞的事, 行云流水出神入化, 杨林也从此深深地爱上了秦琼, 秦琼这小子不仅品格端正相貌堂堂, 关键还武艺高强, 简直是个完美的男人, 于是杨林便决定收秦琼为他的第十三义子, 此时深知秦琼落难的程咬金游俊达驾马来到登州叫阵, 秦琼一时间慌了, 心想这两小子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立马向杨林请命由他去收拾这两个响马, 秦琼便将成咬金和游俊达引到一片小树林, 趁机放走了他们两个, 等到杨林率领兵马赶到时, 成咬金和游俊达已经溜走了, 秦琼本以为杨林会怪罪于他, 可没想到杨林却说胜败是兵家常事, 能把响马击退就已经算立功了, 从此以后秦琼便住在登州, 和杨林左右不离, 杨林发现秦琼不仅武艺精通, 而且熟悉兵书战策, 心里那是越来越喜欢, 于是热打铁在大寿之上将他的女儿玉郡竹许佩计秦琼, 新婚之上, 杨林将秦琼老爹秦仪的战甲和虎头战金枪赠于秦琼, 秦琼这才知道原来杨林正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他就是当年驻守在马鸣关外的北齐五位大将军秦仪, 秦琼和杨林一女新婚之夜王府皆大欢喜, 杨林一时兴起, 便要送秦琼一份豪华大礼, 杨林说道这套盔甲和金枪是他一位故人的, 当年四处征战之时大便天下无敌手, 但是却有一人让他吃尽了骨头, 最后这位英雄遭奸人陷害, 自己才得以险胜他一招办事, 本来想劝他归降大随, 可他铁骨睁睁宁死不屈, 无奈才下令将他绞杀, 就在众人对这位英雄议论纷纷之时, 杨林说出了真相, 他就是当年驻守在马铭关外的北齐五位大将军秦仪, 而秦琼气非凡, 这套盔甲昏尽藏仪, 在大喜的日子相葬为你, 秦琼一听瞬间呆住了, 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对自己恩重庐山的义父, 竟然会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秦琼也一眼就认出了眼前这套黄金宝铠和虎头战金枪正是父亲秦仪生前的装备, 秦琼顿是恍惚了, 他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连手里的酒杯都拿不稳掉到了地上, 此时众人都以为他是高兴坏了, 秦琼的眼神里也瞬间充满了仇恨与杀技, 当天晚上秦琼心里十分矛盾, 他想杀掉杨林为父亲报仇血恨, 但杨林对他实在是太好了, 他犹豫不决, 时时下不去手, 最后连洞房都没心情便收拾行李离开灯州王府, 这波操作把新婚的郁郡主整网呢, 你要去哪儿? 回历城县, 于是便追了上去, 虽然不知道秦琼发生了什么事, 郁郡主表示他们既然结为夫妇便愿意一生追随秦琼, 于是秦琼便带着郁郡主回到山东历城老家, 第二天杨林得知秦琼和郡郡主悄悄于大婚之夜离去, 以为是秦琼家中有急事, 并没有起任何疑心, 此时上官迪来暴黑帮老大善雄信正在广发英雄体, 与近日在山东济南集合, 杨林也调兵遣将势必要将这群响马一网打尽, 顺便去看看秦琼, 秦琼的母亲看到丈夫的战甲之后一时悲从中来, 原来秦琼是担心秦琼在成长的路上会被仇恨扭曲了心理, 所以一直隐瞒秦琼, 杨林就是杀父仇人的事, 如今兜兜转转秦琼不仅拜了杨林为义父, 还娶了他的义女为妻, 这也让秦琼不得不感叹真的是天意弄人, 而秦琼也通晓大意, 他并未责怪秦琼娶了仇人的女儿为妻, 相反对郁郡主心生怜爱, 但秦琼对郁郡主却心存芥蒂, 对他也渐渐疏远, 直到有一天郁郡主是在没忍住这般委屈, 便开口问秦琼, 秦琼将杨林就是自己杀父仇人的事实告诉郁郡主, 郁郡主一时间也不知如何面对秦琼, 第二天郁郡主找到秦琼, 表示自己既然已经嫁给秦琼, 就永远不会离开, 父亲欠下的债英当由自己来还, 秦琼被郁郡主的真诚感动, 两人决定一望仇恨重修就好, 眼看秦琼的大寿就快到了, 秦琼交友遍天下, 他三川五岳的朋友都想来给秦琼出寿, 下一回冷面寒腔撬罗城大战, 始发灵贯善雄心。 是什么原因让罗城与扇雄信第一次见面便要大败一场呢? 就在前不久, 恰逢秦琼的母亲要过六十大寿, 秦琼全国各地黑白两道的朋友都想来为他母亲助寿, 于是众人向着山东立城县汇聚, 第一次来到山东的罗城甚是开心, 就在他们路过一处树木丛杂地是险恶的地方之时, 张公锦便提醒罗城这个地方有点凶险, 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可天不怕地不怕的罗城却冷笑, 说你们的胆子也太小了, 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难道还有人敢截道不成? 张公锦说这山东的响马可是出了名的厉害, 6月23日拦截黄刚就是白天干的, 罗城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天下的响马都是一些乌合之众, 吓唬普通老百姓就可以, 实则没一点真本事, 不料这话给好事的齐国远听到了, 心想这小白脸竟敢辱莫我响马的名声, 怕是活腻歪了吧, 于是便拎着两个纸壶大锤拦住罗城的去路, 小子, 刚才说什么呢? 响马, 没错, 爷爷我就是响马, 我倒要看看, 今天谁有种? 罗城年轻气声傲气凌人, 今天既然你们主动找上门来, 小爷我就陪你们玩玩, 这是气死我了, 我今天非把你们接了不可, 如若不接了你们, 怎么写示出响马? 我的英雄气概, 还没等齐国远说完, 罗城袖子一挥, 飞身一跃跳下马来, 双眼瞪的齐国远李如辉后退连连, 眼见罗城根本不怕他们的恐吓, 齐国远拎着两个纸壶大锤就向罗城杀起, 齐国远本就是一个本领低威且只会惹是生非的笨货, 在罗城面前根本就毫无招架之力, 只见罗城对着齐国远一顿暴虐, 三两下功夫便给罗城踢翻在地, 狼狈不堪的齐国远和李如辉落荒而逃, 装寿里的包袱也在慌乱中丢失, 张公锦认为这个包裹应该是响马抢来的, 于是便想要将这包裹交到衙门, 齐国远和李如辉见到善雄信后, 便在他跟前哭天喊地的卖残, 说刚碰到一幕中无人的小白脸, 不仅把他们打了一顿, 还抢了装寿里的包袱, 于是王伯当便让齐国远带路前去讨个公道, 而罗城是千金小少爷, 善雄信是土匪头子, 身份的差距让他们见到对方的第一面, 就看对方不顺眼, 王伯当见罗城如此傲慢便要设他一见, 善雄信立即阻止他, 善雄信怎么说也是江湖上有身份的人, 他没跟罗城这般黄口小儿太多计较, 只是好生好语的, 让罗城把他们的包袱还回去, 张公紧见善雄信通情达理, 便提议让罗城把包袱还给他们, 也好早点上路, 罗城银枪一挥便把包袱给了他们, 善雄信下马捡起地上的包袱, 他拱手对罗城表示感谢, 可罗城根本不信一顾, 这时不嫌是大的齐国远又来搞事情了, 他说道善二哥, 这小子简直是目中无人, 我要是你的话, 非扒了这小子的皮不可, 可论打架的话, 罗城可是谁都不怕, 你是一个人上, 还是你们一起上呀, 大哥, 跟他们费什么话, 动手吧, 射死他, 善雄信见罗城既然已经把包袱还了, 也不想再多声势端, 于是便命令众人给罗城等人让路, 从此, 善雄信和罗城算是结下了第一道梁子, 但令善雄信没想到的是, 刚没走几步, 便又遇见了一个手持大斧的黑脸大汉拦路截道, 善雄信想你这小子怕不是吃了雄心抱自打, 连我黑帮老大的刀都敢截, 于是王伯当便让齐国远前去交流一番, 齐国远问程咬金你是老何家吗, 程咬金不懂陆林暗语说我是老江家, 齐国远一听这不是陆林中人, 于是便要给他点教训, 此时游俊达及时赶到阻止他们, 游俊达立即拉着程咬金走到善雄信跟前给他介绍起善雄信, 这位就是我和你说过的黑帮老大善雄信, 程咬金听了跟游俊达喃喃道, 我的妈呀, 怪不得那么厉害呢, 感情他就是贼头呀, 你说什么, 王伯当一听程咬金辱骂善雄信本要做了他, 但善雄信这人确实能处, 他不和程咬金计较, 还同他们一起上路给秦母败寿, 此时的杨林早已在历城县布下天罗帝王, 势必要将这群响马抓纳归岸, 善雄信带着众人齐聚一堂, 秦琼十分高兴, 高兽, 何喜可乐, 何喜可乐, 随即便招呼众人落座, 此时罗承刚好走了出来与众人撞到一起, 罗承老弟, 善通这乡有礼了, 哼, 冷面寒腔撬罗承为何这般看不起善雄信呢, 就在刚刚, 善雄信带着七省陆林的兄弟们前来给秦母祝寿, 恰逢罗承从甲柳楼里走出来, 罗承看到这群土匪立即变了脸色, 不知情他们恩怨情仇的秦琼马上给小表弟罗承介绍, 这位便是山西二贤庄庄主善通善雄信, 善雄信曾经在山西接济过我, 你也应该叫声善大哥, 善雄信连忙给罗承拱手失礼, 原来是小表弟道了, 小兄善通这乡有礼了, 说罢众人随着善雄信深打一拱, 哪知罗承根本不想鸟这群贼寇, 罗承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来罗承作为千金小王爷, 生性骄傲穆空一切, 二来他最瞧不起陆林人, 他认为这些人打架结舍不务正业, 都是一些亡命之徒, 再来历程县的路上也跟善雄信会过面, 对善雄信这个土匪头子他也压根不放在眼里, 众人见罗承如此傲慢无礼也大为不满, 心想你这个小白脸, 架子也太大了, 这不是给我们总票霸子窝脖吗, 气得众人就要上去干架, 罗承衣袖一甩, 头也不回地上楼去, 这可把秦琼气坏了, 他教授罗承随即上去就给他个大逼兜, 罗承这个人在父母面前娇生惯养, 只有他打人的没有人打他的, 罗承素来佩服秦琼, 又感到自己没理才没反驳, 怎么如此不懂礼数呢, 善雄信虽然与你不是同道中人, 但他是你哥哥的过命兄弟, 更是一个陆林好汉, 对他不敬, 也是对我不敬, 他见秦琼这次真的急了, 又担心自己在父母面前不好交代, 于是放下面子走到善雄信跟前, 把冷脸改成笑脸扶起善雄信, 善友爱, 小弟最近偶感风寒, 方才刚刚有口谈, 又不能吐在善友爱面前, 所以这才眼泪而去, 还望善友爱你多多包涵, 善雄信是聪明人, 他岂能因为自己让他们表兄弟翻脸, 于是便说到大家都是自己兄弟, 这等小事合足挂齿, 秦琼一看表弟认错了, 也有点后悔刚才打了他一个耳光, 于是转怒为喜笑竹颜开, 带领众人登上甲柳楼落座, 甲柳楼中, 众人公愁交错正在喝酒, 此时小弟来报, 山东各地文武官员都到秦琼家中被秦母贺授, 于是秦琼便请魏征和徐茂公 替自己陪伴甲柳楼上的各位英雄, 意思就是不要让他们打架, 程咬金见秦琼走了, 便端着个酒杯来向罗承敬酒, 他忽然想起自己劫道时, 曾被罗承捅了一万个透明窟窿, 又差点让善雄信给打了, 心里就琢磨起来, 你们俩不是本事大吗? 我给你们俩拴个队, 叫你们俩斗一斗, 看你们俩谁的本事大, 于是程咬金便开始挑拨罗承与善雄信, 让他们两胡相伤害, 我跟罗尚宝的事, 我来给他弹跳, 二哥, 不要动, 都退下, 是什么原因惹得善雄信怒法中关, 要和罗承大概一场呢? 就在刚刚, 秦琼全国各地黑白两道的朋友都来给秦母贺授, 这些人不是战山为王的主, 就是有权有势的国少爷, 都是一些不好惹的人物, 假柳楼中众人功仇交错正在喝酒, 这是秦琼家中来个需要回家应手, 秦琼便吩咐魏征徐茂公招呼各位喝酒, 程咬金见秦琼走了, 便端着个酒杯到处敬酒, 他忽然想起自己劫道时, 曾被罗承捅了一万个透明窟窿, 又差点让贼头善雄信给打了, 心里就琢磨起来, 你们俩不是本事大吗? 我就让你们比比看谁厉害, 于是程咬金便开始挑拨罗承与善雄信, 他先是到罗承面前说道, 小表弟, 你看这一屋子的人就咱俩进, 程咬金说道, 你是秦二哥的表弟, 我是秦二哥的干弟弟, 咱俩不就也成了表兄弟了吗? 再者说我们也都是将门之后, 不是咱们自抬身架, 要论起来咱可比他们强得多了, 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我们都知道, 别看他们有银子有宝贝, 来路不正根本见不得光, 罗承本来就看不起陆林人物, 对程咬金的话当然爱听, 程咬金越说越起见, 他说那个姓善的贼头早就把你狠偷了, 刚见面的时候, 你不是不理他给他弄了个下不来台吗? 他随当面给你失礼, 背后你猜他怎么说吗? 他说姓罗的小子你别牛, 眼下是给秦伯母祝寿我不计较, 等住完兽, 我要不扒了他的皮我就不姓善。 即使这姓罗的给我可适个头, 叫我师生才, 罗承一听就要站起来找善雄姓干架, 程咬金赶紧用手衣来说, 小表弟你先别发火, 你小心就是了, 要闹起来不就把我老承装进去了? 罗承心想也是, 只好坐在那里别气, 程咬金心想, 这要我被装足了就等他爆发了, 然后他又端起酒杯走到善雄姓跟前, 程咬金笑嘻嘻地说道, 善二哥咱们可算是不打不相识啊, 江湖上这些英雄就没有不尊敬你的, 可有一人你可要担心一点啊, 程咬金偷偷用手指着罗承, 闪雄姓抬头看大厅的那一头, 罗承坐在那里怒气满面一个人喝闷酒, 程咬金继续添油加醋说道, 他以为他是北平王之子少宝千岁, 就自认比人高一等谁也看不起, 昨天因为前二哥给他两个大耳瓜子, 他把你愤透了, 他在背后说了, 姓善的算个什么东西, 别看这里不是北平地面, 就凭我少宝千岁这个身份, 一张字条照样把这个贼头给送进去, 等过了祝寿之后, 我再找他算账, 他要不跪下给我磕头求饶, 我就扒了他的贼皮给齐伯远坐携穿, 闪雄姓一开始不相信, 可程咬金说的声情并茂, 于是听着听着也就信了, 闪雄姓不由的火攻顶门传起粗气来, 程咬金见这个巴掌还打不响, 又来到罗承面前煽风点火, 我怎么劝他都不听啊, 我说, 罗表弟给你个十个头叫你个十生爷爷就算了, 你猜他说什么, 他就是贵二百个头叫二百生爷爷, 他也不少你, 程咬金说老程是稀释宁人的人, 心想只能给你们平事不能给你们挑事, 谁知他不但不听, 反倒说了些不堪入耳的话, 此刻的罗承终于忍不住了, 只见他两眼怒视善雄信, 程咬金一看这把火点起来了, 赶紧躲到一边看若闹起来, 你罗爷爷我今天要帮了你的贼皮, 此话一出酒楼内慌乱一遍, 黑白两道的众人立马拔刀相向就要干架一场, 扇雄信立即叫停众人, 扇雄信也是一肚子火, 但是自己反复思量今天时, 秦母受制我应该把火压下去, 倘若闹起来那可真对不起前二哥, 此时扇雄信的两个手下硬是没忍住, 就要和罗承干架, 罗承纵身一跃一个飞踢, 就将他踢了回去, 这下这场架就不得不打了, 扇雄信到了此时也就顾不了许多了, 大家都不要倒, 我跟罗尚宝的事, 我来跟他干枪, 二哥不要倒, 都退下, 两人怒目而逝, 扇雄信一把勾起地上的桌子朝罗承提醒, 罗承也不甘示弱回击扇雄信, 是法灵官扇雄信和冷面含枪翘罗承在承咬金的挑拨下还是打起来了, 随唐很多大将都是上界天神星宿临返转世, 罗承是白虎星官下界, 扇雄信是青龙星官下界, 青龙白虎天生不和所以, 天生是对等的。 随着战斗的进展, 扇雄信慢慢显得有些吃力, 他没想到罗承这个黄口小竟然有如此本领, 只见罗承一发力便把扇雄信推了回去, 就在此时, 秦琼感到阻止了他们两个的闹剧, 秦琼压住心中的怒火, 缓缓缓走到罗承和扇雄信跟前, 众人都默默不敢作声, 扇雄信见了秦琼也十分不好意思。 罗承, 这又是怎么回事? 罗承不想做太多的解释, 一气之下带着手下和秦琼告别离去, 秦琼只好询问扇雄信事情的因果, 做贼心虚的承咬金担心事情暴露, 别说要去把罗承追回来, 扇雄信跟秦琼委屈说是罗承小表弟看不起我们这些土匪, 还要给官府递条子来抓我们, 我一时没压住火, 扇雄信向秦琼拱手道歉, 给官府递条子? 这话是谁说的? 承雄信啊! 此时柴少站出来, 我怎么听承雄信跟罗绍宝说是你善儿爷托得带的话? 什么? 还说等伯母过完大寿之后掉剥了人家的皮啊? 秦琼一听才知道都是承雄信从中搬弄是非, 众人后知后觉, 原来大家都给承雄信耍的, 由俊达见自己的兄弟闯下大祸, 便要去将罗承和承雄金追回来, 不料刚走出门外, 杨林的太保罗方薛亮就认出了截黄杠的承雄两人, 随即将他们两个抓了起来, 罗承刚好看到这一幕, 他立即回去甲柳楼, 给众人报信承雄金和尤俊达被靠山王杨林抓拿一事, 徐茂公知道承雄金的脾气肯定会暴露甲柳楼, 情急之下, 秦琼只好让众兄弟走后门到他家去避避难, 秦琼安顿好众人之后便前去看看成有两人的情况, 大唐之上承雄金毫无惧色, 两旁兵丁喝令他们跪下, 承又二人把眼一瞪, 放屁, 你爷爷上跪天下跪地, 在家跪父母出门跪鹰险, 岂能给老贼下跪, 但他们的嘴再硬也没杀威棒硬, 一棍之下又让他们乖乖下跪, 秦琼在一旁心如火烧不知如何是好, 杨林立声问道你二人同伙有多少, 黄钢银子现藏何处, 快快从时讲来, 免遭这皮肉受苦, 承咬金则嬉皮笑脸地说道普天之下倒数为家, 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同伙, 尤俊达也豁出去了, 说银子藏在哪儿, 那就请王爷来猜吧, 我们就不告诉你, 杨林一听气得两眼冒火, 随即就要将他们两个就替正法, 秦琼一急喊了一声刀下流人, 杨林带着怀疑的神色看看秦琼, 怎么, 你还要给响马求情不成, 秦琼赶忙说道, 我亲爱的义父, 这两个响马犯了弥天大罪死有余辜, 依我看他们如此弃您, 就是想让您赶快把他们杀掉, 他们的同党和黄岗可就在找不到了, 不如暂且不杀, 详家审问以求一网打尽岂不更好, 杨林听完觉得宝贝儿子说得十分有理, 秦琼假意和赤城咬金, 大胆响马, 王爷有好生之的不仁要你二人性命, 你们的同伙都有谁黄岗银子放在何处, 还不从时讲来, 说着脸上稍加示意, 程咬金瞄懂秦琼的意思, 这是叫他拖延时间,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我就给他胡说八道, 他跟杨林说道, 你刚要这么说话, 我早就把实话告诉你了, 你要是在我面前耍威风, 我还真不说, 杨林一听有戏了便说, 只要你能供出实情, 本王一定开脱你们的罪名, 程咬金又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这俗话说得好呀, 没有家贼引不来外归, 尤俊达呼应说, 这四十八万两黄岗, 就我们两个这怎么结呀, 这说出去谁信呀, 杨林表示, 只要说出幕后指使者, 一定饶了你们性命, 不不能说, 我想唐毕不能说, 不能说, 大帅哥不能说, 杨林一开始不相信, 秦琼觉得这办法, 可以便适宜他们在家把火, 程咬金添油加醋, 说道我不说你非要我说, 我说了你又不信, 咱跟唐大哥那是结拜的兄弟, 说有招出去, 对呀, 这招了以后把大哥抓起来, 谁保咱俩呢,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杨林便传唐毕前来对峙, 秦琼一听心想, 你们可损透了, 这就叫贼咬一口露骨三分, 唐毕也是倒大煤, 碰到这么两个装疯卖傻的无赖, 程咬金油俊达见到唐毕即刻哭天喊地, 哎呀, 我是俊达呀, 这个是我呀, 这一波操作可把唐毕吓坏了, 杨林说道, 这两人已经把你招了出来, 说是你告知他们黄港途径之地, 然后再让他们去截这银子, 唐毕一时哑巴吃黄连油里说不清, 程咬金和尤俊达又把他们几人如何结拜, 结黄港后如何分赃的事情口若悬河, 瞎编了一套话, 唐毕气的心里直冒过, 你们这几个该死的响马, 竟敢蒙蔽王家信口不言, 我唐毕是受黄恩, 岂能和你这个响马有牵连, 唐毕气的咬碎钢牙在杨林面前哭诉, 你们这群该死的响马为何要陷害我, 他们这是借刀杀人呀王爷, 秦琼心想这件事这样纠缠下去如何了句, 只要两个兄弟暂且死不了就行了, 于是秦琼站出来说道, 两个响马所供没有证据未必是真的, 唐毕大人也不能证明他是无罪的, 依我之见不如把他们二人暂且收监问个明白, 杨林听取了宝贝儿子秦琼的建议, 随即将唐毕阁直流用戴罪立功, 把城咬金尤俊达暂且监禁起来, 带捉拿到其他同伙在座定博,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秦琼回到家中, 将城咬金和尤俊达之事相告, 并商议救出二人之急策, 徐茂公看到天下群英聚会, 这几天他想了不少事, 他想随阳帝昏庸无能残暴一击, 只知搜刮百姓钱财不知让百姓休养生气, 现如今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于是他便劝大家走上反随之路, 罗世信为了就被赖霍尔抓走的秦母直接暴虐赖霍尔, 罗世信与赖霍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罗世信是隋唐四猛第一猛, 赖霍尔是隋唐四猛第二猛, 赖霍尔虽然勇猛, 但是每次打架都遇到克星罗世信, 此时赖霍尔深知自己不敌罗世信, 于是他立即挟持一旁的秦母作为人质, 他让罗世信乖乖不许动, 赖霍尔直接要了你老娘的命, 罗世信憨傻但他懂孝心, 无奈之下只好乖乖扶宝, 赖霍尔将他们几个抓到了球车里面, 一般球车都是用木头做的, 而赖霍尔这罗世信力大无比怕他半路跑了, 所以特制了这辆铁球车, 夜晚他们塑在一座山坡下, 赖霍尔既恨傻大的罗世信, 不仅不给他饭吃, 还让士兵将他暴打了一顿, 这一回罗世信可吃了亏了, 当天夜里天气突变, 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看守的士兵没有防御用具, 全都跑到帐篷里去了, 罗世信心想自己皮糙肉后倒是没事, 但是老娘和单盈盈是柔弱的女流之辈, 罗世信一急起来使出吃奶的力气将这铁条掰弯, 接着又叫了一下力, 身子从球车里面探出来, 幸亏外边下着大雨, 有雨声的掩护谁也没有听见, 罗世信慢慢地从车里出来, 他立刻找来树枝给秦母遮雨, 罗世信哭着说看着老娘淋雨, 心里很是难受一着急就跑出来了, 罗世信说罢不容分说把球车的绳套往自己肩头上一背, 顺着小树林的方向走了去, 第二天值班的士兵发现囚犯都跑了, 于是赖霍尔便带领官兵顺着车车追赶秦母三人, 罗世信只走出十几里地以内的浑身是汗, 呼听背后马蹄声响海声连天, 回头一看原来是追兵来了, 罗世信猛地发力将秦母和单盈盈所在的球车打开, 随即让他们不要担心, 说完他找了一棵粗大的鱼树, 两手抓住晃了两晃, 然后一叫力把树莲根拔了出来当作武器, 他手提大树来到林外站在大路上, 恰好赖霍尔的马快一人先追的, 他见了罗世信又惊又喜, 喜的是罗世信被他追上了, 惊的是罗世信出了牢笼, 自己能否把他捉住还真不敢说, 赖霍尔用枪一指高声喝道, 罗世信,你这小胖子竟敢毁坏球车私自潜逃, 还不给我服役认罪, 罗世信恨透了赖霍尔, 你这个坏蛋就等我把你的脑袋拧下来了, 赖霍尔不再答话, 挺枪越马分心辨刺, 罗世信一击横扫千军便打退了赖霍尔, 赖霍尔接手下一到来便让他们冲锋陷阵, 罗世信人狠话不多抡起大树, 左冲又突如路无人之境, 打得官兵们纷纷后退, 赖霍尔不细邪搞不定这个傻小子, 于是驾马再次进攻, 罗世信抡起大树就向赖霍尔杀去, 暴力的一击直接让赖霍尔的冰铁枪震飞出去, 赖霍尔心想再打下去小命可就不保了, 于是把马仓皇逃亡, 罗世信拿起赖霍尔的冰铁枪又追了上去, 此后这也就成了罗世信的武器了, 此时罗成终于找到了秦母, 他将秦母和单盈盈带了回去, 又让谢应登前去把罗世信追回来, 罗世信见追不上赖霍尔于是又沿途跑了回来, 回来后见秦母已经不在了他以为是赖霍尔又派人把老娘和单盈盈捉回京, 想到这里他眼睛发红二目颜睁又哭又叫, 于是他边哭边喊提枪, 撒退就往城里跑去, 第二天傍晚时分他跑到济南, 谁也没有注意到他, 罗世信神情恍惚以为老娘还住在秦府, 等到他撕掉封条进去一看, 找了半天都不见人影, 他想来想去, 又想起老娘和盈盈是让赖霍尔捉了去, 不知现在是死是活了, 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赖霍尔, 只见罗世信直奔赖霍尔的监军府, 当时济南除了元帅府就蜀监军府搭来, 罗世信从他门前走过自然认识, 罗世信人狠话不多没两下功夫, 便将守卫的士兵全部打倒, 他迈步就往里走去, 赖霍尔见到杀气腾腾的罗世信瞬间吓尿了, 他想不到这个傻小子, 竟然能找到监军府这里来, 于是二话不说, 搬起桌子就向罗世信砸去, 罗世信架起兵铁枪硬扛一击, 赖霍尔网上一闯娃剑就看, 罗世信用大枪一碰, 当地医生把宝剑挑飞了, 砸在陈师爷的脑袋上, 吓得他晕死过去, 罗世信一击横扫千军将赖霍尔打翻在地, 一摆大枪分心有刺, 赖霍尔躲闪后抓住枪杆, 罗世信也是银猛, 杀红眼的他看了看屋里无人可杀, 就提着枪走出大厅找到厨房去吃饭, 罗世信满身血迹如同死神降临一般下的厨房的伙计仓皇逃亡, 他抓紧鸡鸭鱼豆狼吞虎咽, 吃了个石城堡, 然后端起一罐子豆油往炉子里一道, 腾的一片烈焰飞气, 做了坏事的拿着冰铁枪撒腿就跑, 罗世信来到院里哈哈大笑, 这才算报了仇, 他提枪来到府门要走, 只见官兵无数将他围得水泄不通, 围首一员大将正是杰渡士堂毕, 堂毕看罗世信跟一个血人一样, 浑身上下都让血染红了, 真和凶神恶煞场不动, 本山问你, 来先进去哪儿了, 那会儿呢, 汉狗鸟, 汉狗鸟哪儿呢, 我把他给戳死了, 堂毕心中暗道在我的治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要是让凶手跑了我的脑袋也就保不住了, 罗世信见堂毕是个好人本不想伤他, 但是堂毕为了缉拿凶手便下令将罗世信抓起来, 罗世信杀得兴起, 早将生死至之毒外, 他抡开大厢挂着风声一击横扫千军杀的官军措手不及, 万福不当之勇的他枪出之时便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官兵们在他面前就像蝼蚁一般任气碾压, 真好像虎虏羊群, 把官兵杀得死伤无数, 堂毕知道罗世信厉害, 自己没敢动手, 请客间的功夫罗世信便杀出一条血路来突出重围, 可这些不怕死的官兵却穷追不舍步步紧逼, 罗世信且战且退, 一击横扫千军又是死伤无数, 这是堂毕传令捉住罗世信的赏银一千两放走罗世信者杀无射, 官兵一听都勇猛向前追杀, 关键时刻, 解应灯假扮成官兵模样前来接应罗世信, 他让罗世信赶紧到城门下面去然后一直往前跑, 大伙会在前面等着的, 罗世信提着冰铁枪一招猛牛撞击, 又杀出了一条血路来, 解应灯也趁机拉动城门开关, 罗世信快速飞奔溜了出去, 出来后的罗世信也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他在山坡上迷迷糊糊, 被山崖下边有马蹄声吵醒, 罗世信起身一看, 一员大将正在追杀自己的哥哥, 只见大将手中端着五金折铁宝刀寒光闪闪满脸杀迹, 罗世信便搬起大石头, 要不是花刀帅魏文通躲得及时, 估计早就领和犯下线了, 就在刚刚秦琼打不过魏文通一路被他穷追猛打, 迷路的罗世信在山崖上看见哥哥秦琼简直高兴坏了, 他又见后边有一员大将正在追杀秦琼, 罗世信立马急眼了, 他顺手搬起一块足有五六百斤的巨石, 嘴里喊着追我哥哥看我把你砸成肉饼, 说完便朝着魏文通的头顶砸了过去, 魏文通见一块巨石飞来瞬间吓得魂飞胆裂, 他以老将的经验一手扣住马鞍的铁锅梁, 用力往上一提及时躲闪过来, 魏文通汗头争袍心跳不止, 他抬头环顾四周, 只见罗世信凭见那双飞毛腿从山顶飞奔下来, 随即纵身一跃跳到秦琼跟前, 罗世信转过头来说, 你这老小子竟敢追赶我的哥哥, 事才一时都没有把你砸死, 这回我肯定要把你脑袋拧下来, 魏文通看是个傻小子便没将他放在眼里, 罗世信大喝一声提着冰铁锵就向魏文通杀剧, 魏文通的大刀挂着风声朝着罗世信的顶梁侃来, 罗世信架起冰铁锵抵挡, 只听当的一声响亮, 碰撞的威力震得魏文通两膀发麻, 魏文通心里一惊, 这傻小子好大的力气我可得小心了, 即使如此魏文通还想凭自己的武艺和战场经验来对付这个傻小子, 可罗世信的实力超乎他的想象, 魏文通连人带刀从马上摔了下来, 罗世信两手一洒扔掉手里的刀枪飞升过来, 把魏文通按到地上, 小子看我把你脑袋拧下来, 关键时刻秦琼立即喊话, 罗世信不要下毒手要活的, 罗世信一听咯咯发话了, 只好把魏文通抓回大营, 众人大难不死在小姑山重聚皆大欢喜, 当天晚上程咬金、游俊达和齐国远三人故意在魏文通面前说他们要绕道回去攻打同关的事, 被绑在营内的魏文通听到了此事, 随后众人在魏文通的脸上画了个王八之后, 便故意放走他, 让他回去给杨林通风报信, 其目的就是让杨林把守同关, 不再有心思追捕他们, 魏文通回去后将事情的经过告知杨林, 杨林见魏文通是他的左往右臂断不会骗的, 于是下令廉家把守同关, 当晚众人召开第一次反随大会, 徐茂公说众人虽然逃过一劫, 但是如果要长远发展的话, 那就必须要找一个根据地来安营扎寨招兵买马, 王伯当表示河南瓦岗山最合适不过了, 但是那里已经有人占领了, 于是众人便开始商议夺取瓦岗债一事情, 将相本无类, 男儿当自强, 既然兄弟们已经为正义走出了第一步, 为何不为这天下公义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秦穷慷慨激昂的一番话, 为迷茫的众人指明了方向, 贾柳楼四十六友在小姑山起义, 他们势必要破釜陈州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除暴安良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于是众人召开了第一次反随大会, 徐茂公说众人虽然逃过一劫, 但是如果需要长远发展的话, 那就必须要找一个根据帝来安营扎寨招兵买马壮大势力, 王国当表示河南瓦岗山山是雄险一手难攻, 方圆数百里土地肥沃, 我弟兄如能占据瓦岗山, 平时分散中地战十几起打仗, 慢慢积聚力量, 和仇随朝不灭和患, 我大也不行呢, 伟征说这瓦岗山的确是个好去处, 不过那里早被金钱豹宅让占领了, 就在众人垂头丧气之时, 善雄信笑着说兄弟们不要灰心, 这宅让和我素有交情, 我看去投瓦岗山, 宅让段无拒绝之力, 秦琼却不以为然, 他表示事事无偿大长包小长, 善武帝你不要想得太容易, 但是善雄信却信誓旦旦说他对宅让很是信任, 不是我说句大话, 就凭我这多年的老面子他也得摆一摆顺, 徐茂公站起身来表示既然武帝成竹在凶, 那我们就去投奔这瓦岗山吧, 众兄弟, 意下如何? 众人顿时事迹高涨, 欢呼雀跃一致赞成, 第二天徐茂公把众弟兄请到大仗一室, 临行之时, 善雄信让大火等他的好消息, 徐茂公点头说人心有变, 还是要多加小心为妙, 随即徐茂公表示你一个人进山我不放心, 再有几个人陪伴最好不过, 话音刚落王国当便表示自己愿意陪善雄信进山, 好事的齐国远和李卢辉也说要去, 徐茂公点头同意他们的请求, 不过此去瓦岗山寨关系甚大, 一切是以权平善武帝做主, 你等不可造次, 说吧善雄信便带领几个弟兄前往瓦岗寨, 瓦岗寨地势宽过四面环山正中盆地, 城头上高剑剑楼密不见过, 城头上搂兵站岗张弓搭剑各执刀枪, 一个个虎视眈眈监视着关外的动静, 实属一手南宫的宝地, 宅让见到善雄信后一礼相待, 今日我善二哥光临我寨, 我心里特别高兴, 传我的话全寨歇息一日, 我的贤弟, 小兄有事求你相帮来了, 宅让孝道哥哥有话直管讲, 和言相帮二字, 闪雄信见宅让如此义气便直言不讳, 隋杨帝无道贪官污吏遍布, 老百姓水深火热民不聊生, 如今我和秦琼徐茂公等人在山东济南甲柳楼四十六有煞血为盟益域, 推倒隋朝令泽明军重整乾坤以安百姓, 现在我们法了山东举起一旗, 已经和隋朝不共待天, 不过到现今我军尚无安身之处, 现已把山东义军开到瓦岗山外, 异域和贤弟合伙共犯大随, 王伯当见宅让有一丝犹豫便说来日得了天下, 咱们双方平分疆土, 现在兄弟们就在山外等候, 不知寨主一下如何呢, 宅让略一思寸, 微微一笑不敢直接拒绝, 二哥说哪里话, 既然把人带来了, 小弟怎敢不应呢, 这是山东义军看得起小弟, 宅让的话还没有说完, 二寨主元决和尚就搭言了, 善二言外, 贫僧虽然没有和您见过面, 但久闻大名如雷罐, 您的所作所为, 我家大寨主没少念的, 小僧实实佩服, 如果是善二言外, 您自己来贫僧实实欢迎, 现今您说甲柳楼四十六有煞血为盟, 那另外的四十五人我们可不认识, 真要都进了瓦岗山, 万一双方发生误会可就不好办了, 再者说将来推倒大随双方平分疆土, 我看现今说说可以, 倒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军, 究竟谁为君谁为臣, 那时内部在兵龙相见反为不美, 一小僧余见, 二言外您既然来了, 不能拨您的面子, 您自己留下, 其余人等还是不合伙的为好, 三寨主贺连章也忙说大和尚之言甚是有礼, 山东一军四十六有, 我们这方只有三个寨主, 到时候岂不成了以强凌落宣宾夺主呢, 宅让在一旁听了既不拦阻也不说话, 很显然他是赞成这两个人的意见的, 善雄信一时气的没打上话来, 齐国远可就不乐意了, 别以为我们山东一军没地方去了, 非得要投靠你们瓦岗山, 我们听说咱两家有交警又都举得一起反的朝廷, 这才为了后里来拜山好言好语和你们商议, 别以为自己真的有什么利好不起的, 比如会一看齐国远已经领了头, 他也把筷子一摔说朝廷我们都不怕, 还怕你们瓦岗山不成, 这座瓦岗山也不是老天爷封给你, 谁有能耐谁战的, 没有能耐的挪挪卧, 你们要是不愿意合伙更好, 你们再找好地方去, 瓦岗山归我们山东一军, 袁绝文听勃然大怒, 大寨主您听见没有, 这才是他们的真心话, 您就传令把他们拿下算了, 还没等翟让说话, 齐国远气势汹汹拍桌而起, 谁敢动我们山东一军, 我便要他好看, 袁绝和尚见状立即下令将他们全部拿下, 翟让莫不作声, 善雄信弄巧成拙对翟让失望至极, 但是他们几个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还是给翟让绑了起来, 这是尤俊达来报, 善雄信等人出事了, 秦琼见善雄信未回, 与徐茂公商议之后, 便携罗氏信一同前去寨内打探情况, 别臭, 先撤死你了, 秦琼带着罗氏信以身犯险前去瓦岗寨跟着让要回善雄信等人, 可瓦岗寨却咄咄咄咄逼人要置他们于死地, 就在不久前, 甲柳楼四十六位意识在小布山起义势必要推翻随朝, 可此时的他们并没有安身之所, 于是善雄信自告奋勇前去瓦岗寨找老熟人宅让谈判合并的事宜, 不料二寨主元爵大师和三寨主和连张害怕山东义军抢占瓦岗, 于是故意从中挑拨让大寨主宅让将他们抓拿起来, 秦琼得到消息后立即带着罗氏信前去要人, 徐茂公也让秦琼只管放心去, 他自会在山外派人接应, 此时的元爵不依不饶嚷着要宰了他们几个措措山东义军的威风, 话一位落金鸡城的搂兵来报, 山东义军首领秦琼前来摆山, 宅让心想山东义军都在山下, 如果把这五个人杀了他们岂能善罢甘休, 不如跟秦琼说清楚将这五个人放了个退一步稀释宁人, 可这二寨主元爵和尚不是这么想, 他认为秦琼乃山东义军的头, 如能把他狂戒山类一起干掉, 山东义军自然土温瓦解, 三寨主和连张和元爵是一路人, 他领会了圆爵的意图, 所以欣然赞同, 宅让虽有一些私心但并没有坏心仰, 于是三位寨主便把秦琼接上山来, 宅让见秦琼威风凛凛, 稳如泰山不由的肃然起见, 他心中暗想怪不得山东山西各路英雄如此敬重于他, 于是客气地说必寨宅小蒙秦二爷光顾真是不胜荣幸啊, 秦琼开门见山, 久闻大寨主是河南义士, 虎巨瓦钢兵金梁族威震随军, 所以我等兄弟听此名号是响与大寨主共谋大业, 可不知为何我这些兄弟却让你给绑起来了, 罗氏信心里早有戒了, 嚷嚷着要上去捅他一万个透明窟窿, 宅让笑着说道你的这五位弟兄蛮横无礼, 既然商谈合伙之事就要双方同意, 他们仗着你们山东义军人多势众要以强凌弱和我们动武, 所以被我们拿获, 为了稀释宁人秦琼只好好声好语, 让宅让放过他们一次, 秦琼尚未把话说完, 圆爵就迫不及待的说如此重罪定要砍头绝不轻饶, 此话一出整个场子都僵住了, 秦琼看了圆爵一眼, 又对翟让说大寨主, 既然瓦岗山不愿合伙我们也不强求, 有道是强拧的瓜不甜, 秦某院帅众人另投别处, 至于善雄信等人言语冒犯还请众位寨主原谅, 翟让文厅心里高兴, 他暗自赞上秦琼也真是个人物, 于是有心想把五人放了, 可是这个贼和尚却咄咄逼人, 不等翟让说话, 他就把眼一瞪高声说到姓琴的, 你别在这卖贼, 我们瓦岗寨绝不上你的当, 你哄得我们大寨主把人放了, 好再动手来夺我们的瓦岗寨啊, 今日不但不放善雄信连你也别想走, 可怜张也帮腔说姓琴的这是瓦岗寨, 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 杀谁在谁我们说了色, 随即下令将秦琼抓起来, 罗氏信一听立马挤眼了, 拿起宾铁匠就向宅账抛弃, 圆爵迅速接住宾铁匠, 圆爵剑实际一道便与秦琴叫板要和他公平比试一番, 爱打架的罗氏信见状便让秦琴把这场架交给他打, 可这圆爵实在是狡猾, 他这罗氏信不好对付便把他引到山林里去, 秦琴本想阻止却被宅账拦住, 果不其然, 罗氏信一不小心就中了圆爵提前设计的陷阱出不来, 圆爵和尚立即命人去台来石灰想要将罗氏信脱火烧死, 就这样罗氏信被困于陷阱里出不来, 秦琴一人能否顺利脱险呢? 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秦琴一听罗氏信挂了好笔万简钻心, 他手持双简有如双龙出海对着圆爵一顿猛攻, 门议会的功夫圆爵和尚便有点招架糊出, 愤怒的秦琴找准时机使出老秦家家祖传绝招回光反照绝命简, 此招一出, 请客间的功夫便把圆爵和尚送上西天剑如来佛祖, 瓦岗各寨主剑状大事一惊,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出了一命相夺就无后退可言了, 瓦岗士兵瞬间蜂拥而至将秦琴团团包围, 秦琴早将生死至之度外, 他挥舞手中的死棱金装剪在敌军中大杀四方无所畏惧, 手起刀落间颇显大将疯弹, 就在此时顽强的罗氏信从深坑里爬了出, 石灰粉对于皮操肉厚的他来说一点作用也没有, 正当秦琴陷入重重包围之时, 山东一军及时赶到, 此时此刻应该换一手BGM。 不好意思放错了, 应该是这手才对, 罗承趁机救下扇雄信等五人, 扇雄信等人喜出望外, 活动一下四之后, 便从瓦岗士兵那里抢来刀剑为秦琴助战, 随着山东一军攻入瓦岗寨, 他们里应外合, 众人士气高涨有如猛龙过江一般杀得瓦岗寨退不成军, 甲柳楼四十六友在此一战中各显神威, 尽管瓦岗军队奋力抵抗, 但是山东一军在武力值总能压他们一头, 三寨主贺连章也在混战中被罗承戳下了眼睛惨叫连连, 宅让一看大势一去, 宅让知道在站下去自己的性命也难保, 就急忙跳出圈外冲开一条血路, 可不料在城门口却遇到了手拿八卦喧花府的程咬金, 前面的小辈, 前面的小辈, 报名再战, 宅让把牙一咬双手抡插, 就奔成咬金冲, 成咬金不慌不忙使出了他那威震天下的三板斧, 三板斧一出直接将宅让打落于马下, 这正硬了那句话, 能接住三板斧的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可接不住这三板斧, 就这样山东义士顺利取得了瓦钢债, 宅让被压到秦琼面前, 秦琼身名大义, 没有让宅让难看, 他将瓦钢还给宅让还让他做山寨之主, 宅让心想当初也是圆绝一意孤行, 要争个鱼死网破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宅让被山东义军的义气所感染, 他修会自己小度机场, 于是答应将瓦钢拱手相让, 就这样瓦钢军与山东义军合兵一处, 正当众人为合军之事高兴是, 不听瓦钢债山头一声巨响献下一个大洞, 坑口有树丈方圆, 身不见底不知主和吉凶, 徐茂公表示要找一个福大命大之人, 冒险到地穴里面去一探究竟, 一旁的程咬金说三哥讲的有理, 我看你就派吧, 你看谁命大叫谁去不就得了吗? 徐茂公说我倒是看好了一个人, 就怕他不听我的分派, 程咬金笑着说谁要不听就军法从事呗, 徐茂公就等程咬金这一句话, 一贫道看非四弟去不可, 程咬金听完把眼一瞪, 你这个牛鼻子老道你心够黑的, 你这是和我过不去啊, 无奈之下程咬金只好答应, 徐茂公命人给程咬金摆了一桌上等酒席, 程咬金吃饱喝足后开玩笑说三哥, 你这是杀人不用道, 我要是变成厉鬼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众人听完哄堂大笑, 秦琼和众人商议下地穴的办法, 徐茂公说在地穴口上搭一个架子, 正中拴上滑车, 上面拴上棕绳, 棕绳上拴一只精条筐, 筐里准备了坐垫和够一两天吃的食物, 就算成咬金意识上不来也有吃有喝的, 这时王伯当又出了个主意, 他说可以备好两只飞鸽让程咬金揣在怀里, 等金筐放到底时先放一只鸽子, 鸽子飞出坑口时上面的人就知道金筐到底不再放绳了, 探完地穴要上来时再放一只鸽子, 上面人看见鸽子就摇碌碌把人摇上来, 众人听完都指护好办法, 程咬金吃喝完毕, 周身上下收拾利落便准备出发, 随着划车的转动, 程咬金也马上到底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只白鸽往上一抛, 众人就知道他已经到底了, 程咬金拎着八卦喧花斧慢慢深入洞穴, 他顿时感到浑身发冷直起鸡皮疙瘩, 心中暗想他娘的这究竟是个什么鬼地方, 走着走着看到好像有个门, 仔细一看门没有关炎还有个缝, 程咬金将门打开, 里面一具尸骨吓得他打了一个寒斩, 程咬金瞬间来了好奇心, 把冷忘了胆子也撞了, 非要把这个动态明白不可, 程咬金拎着大斧慢慢往前走, 他突然发现尸骨前面有个什么东西, 他掀开一块不发现有个硬木雕刻的盒子和一顶帽子, 这顶帽子用金线编满了金笼, 程咬金又打开台上的盒子, 里面有一个黄金雕刻的大印, 印把雕刻成龙形十分光滑, 他又发现台上还有一个张木箱子, 打开箱盖里面放着一面大旗, 骑上绣着金字, 程咬金目不实钉于是不去理会, 他继续拿出箱子里面的衣服, 只见这衣服全身绣满金龙极其富力, 程咬金又把这关袍履带和大旗放回箱里, 把木箱和木盒都带着来到金框跟前, 就在众人担心不已之时, 一只白鸽从洞穴里飞了出来, 徐茂公即刻下令将程咬金摇上来, 大家看程咬金坐在筐里, 怀里还抱着大箱子小盒子不由的一阵欢呼, 众人来到巨英堂想要看看这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东西, 王国当打开后, 发现里面的金印和大旗上都写着大的天子混是魔王, 徐茂公说我听我恩师讲过, 远在大随朝之前, 南陈北齐对着天下英雄并起, 有一个人名唤赵薇的占据了这座瓦岗山准备称王称帝, 后一内讧自行瓦解了, 之后赵薇也下落不明, 今日地县可巧把赵薇的墓穴录了出来, 这些东西像是他当年准备称帝用的, 殷大士未成就做了他的殉葬品了, 看起来这是天意了, 徐茂公表示现在既然有旗有印又有官袍旅带, 这是上天叫我们历大旗奉名主起伯号灭随朝案, 此刻我们应该推选一位圣主, 也好号召天下群雄来归, 不知众位意下如何, 众人听了一致赞同, 那么应该有谁来当这个皇上呢? 徐茂公想就这么一说让谁当皇上, 众人肯定不服, 徐茂公只好说这事不能由我说了算, 应该由上天来定, 王伯当说今日天摇地线, 程咬金赦命深入地穴, 取得玉府大印和龙袍玉带, 这不是天意吗? 当时的人迷信, 众人觉得十分有道理, 便纷纷推举程咬金当这个混世魔王, 于是程咬金将龙袍一穿果真当上了这个皇帝, 他虽然有点猛逼, 但也糊里糊涂的当上了混世魔王, 可是好景不长, 程咬金当了三个月的太平皇上, 这一天, 不听金鸡领外号炮如雷, 为文通带了兵马来围剿瓦钢山, 善雄信到底有多可怜, 早在临冲的时候, 就因为全家被高求陷害报不了仇遇而终, 如今整个二贤庄更是被李渊抄家灭门, 就在不久前, 宇文化吉这个老匹夫为了陷害李渊, 他向杨广提议让李渊前去超杀山西二贤庄, 让李渊树敌于七省陆林, 随即宇文化吉又买通一名死囚犯混进二贤庄之中, 到时候这个死囚犯便会挑拨善家造反, 让李渊不得不对善家动手, 宇文化吉这套因招果然杀人不见血, 说把他让金甲同环将这名犯人压到通首府交给李渊发落, 接到圣旨的李渊也只好奉命行事, 可他的好儿子李世民却早就看得出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这怕是有人要算计他们, 刺化三讲, 李世民说这宇文老贼一直是您为眼中定肉中刺, 这恐怕正是他的借刀杀人计, 你看现在二贤庄内都是妇孺, 杀了他们显得李家不认不义, 而且善雄信是七省陆林总条坝子, 如果此事处理得不好的话, 一定会和绿林结下怨仇一患无穷, 李渊也觉得李世民讲得十分有道理, 但这件事是杨广的旨意又不能抗旨不遵, 李世民立即为他老爹排忧解难, 他说先将二贤庄的家眷在广场上公开审问, 如果没有参与造反的, 便可以当场释放, 就算是杨广追问下来, 也有百姓可以作证, 如果这件事办得妥当, 那么我们李家一定会享誉陆林, 李渊看宝贝子这么棒, 于是便听从了他的建议走一步看一步, 广场上李渊高高坐一台上, 吃瓜群众听闻, 二贤庄被抄家纷纷起来看热闹, 李世民说他们在这里公开审讯盘查, 他表示没有造反的人定当无罪释放, 参与谋反的人也定当严惩不待, 此时死囚范田武站出来, 不知情的金甲同环瞬间猛烂, 他立即捂住田武的嘴巴, 不让其胡说八道, 受到田武煽动的众人, 纷纷不受控制与官兵发生冲动, 李渊急健壮立即下令有反抗者杀无赦, 现场瞬间一片混乱根本控制不住, 无奈之下李渊只好下令将反抗者射杀, 随着弓箭手的射出, 二贤庄的家眷瞬间死伤惨重, 金甲同环二人也在此战中领了盒犯下线, 得知此时的单雄信瞬间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于是便要冲出去杀了李渊, 秦琼和徐茂公立即拦住单雄信让他冷静, 徐茂公说李渊只是奉命刑事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单雄信认为归根结底, 就是李渊杀了他们全家, 法风式的单雄信不顾秦琼和徐茂公的劝阻, 单将匹马冲了出去, 可一出门就遇到了隋唐第九好汉魏文通, 气急败坏的单雄信正愁无处发泄, 于是便对着魏文通穷追猛的, 魏文通并没有与他正面硬刚, 而是将单雄信引到一出竹林里, 曹操曾说过愤怒只会让人蒙蔽了双眼, 正当单雄信气汹汹找不到魏文通之时, 魏文通手持青龙掩跃刀, 从天而降杀的单雄信措手不及, 眼看单雄信就要领河犯下线, 关键时刻秦琼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 请客间的功夫, 单雄信便被秦琼拉上黄雕马就了回去, 魏文通趁胜追击举兵攻打瓦岗, 隋朝名将花刀帅魏文通擅自率兵攻打瓦岗, 宅让手持三股拖天叉率先出战, 魏文通是隋唐第九好汉, 青龙掩跃刀一出手便杀得宅让热汉直流, 可以说宅让在魏文通面前只有招架之功, 毫无还手之力, 请客间的功夫, 宅让掌中的三股拖天叉便难遇支撑, 魏文通反手一批就差点让宅让领河犯下线, 宅让自知不敌便扭头就逃了回去, 秦琼正要上前迎战, 不听有人在队后面让着躲开躲开让我过去, 只见从队列里钻出一个人来, 此人正是金氏梦奔罗世信, 罗世信一见魏文通也和他续习就情, 小子我认识你, 那一回我要把你脑袋拧下来, 我哥哥不让, 今日我可要不客气了, 魏文通吃过罗世信的亏心里有点害怕, 但迫于面子他不得不上, 说着话, 一个马上一个马下站在一起, 魏文通虽然刀马纯熟, 但罗世信的力气大, 专拿大铁枪碰魏文通的大刀, 但一个没留神大刀便被罗世信震飞出去, 罗世信步步紧逼冲上前去抓住马头, 将魏文通连人带马拽了下来, 魏文通摔在地上口吐鲜血, 众人见罗世信打败魏文通喜笑扬开, 罗世信缓缓走到魏文通跟前, 转眼之间魏文通的脑袋便被罗世信拧了下来, 罗世信提着魏文通的脑袋在随军阵前高声大喝, 众人被吓得落荒而逃, 杨林回到同关后却看到城门上高挂白领, 此时的首将来报, 魏文通出战瓦岗复兴战王, 杨林听闻自己的爱将战王瞬间怒法冲冠, 他势必要扫除瓦岗为魏文通报仇血分, 随即杨林立即派罗方薛亮去请隐居山林已久的双将老将 并延平出山向主, 他要摆下一次长蛇阵一举剿灭瓦岗降马, 收到消息的瓦岗众人瞬间慌了, 兵延平何许人免, 双枪枪法天下第一, 还善于排兵不振, 这次摆的一次长蛇阵更是变化莫测, 徐茂公说一次长蛇阵并非有蛇, 只是列阵之石阵形象一条蛇, 徐茂公继续科普, 此阵由101人排布而成, 虽然极其凶险但也不是破不了, 交际难耐的齐国远辩追问到底怎样才能破阵, 徐茂公表示目前只有一人能够破此阵法, 这个人就是和咱们在甲柳楼磕头结拜的老兄弟罗承罗少保, 于是徐茂公便让王伯当下山去北平府请罗承山上来相助, 不料此时的罗承被罗翼关在房间里根本出不来, 王伯当拿出了徐茂公给罗承的锦囊, 随后他们便先回了去, 第二天罗承便找他的母妃帮忙, 毕竟他是秦琼的部部, 一番话下来秦圣珠便答应了罗承过去帮秦琼, 当天罗承收买郎中骗罗翼自己染上了恶剂, 家上面不长出很多疹子有碍观瞻, 需要盖上纱巾敬养一个时日, 等罗翼走了之后, 罗承立即找来提前安排好的下人来顶替自己, 就这样罗承成功逃出北平府前往瓦岗帮助瓦岗活阵, 在半路却遇到了他的义父丁延平, 对了义父, 听家父说您擅长使双枪, 嗯, 我们家的单枪最怕您的双枪, 我想知道这双枪到底是有破还是没破, 虎有吕不专统义父, 现有罗承专坑义父, 罗承为了助力瓦岗大破疑自长蛇阵, 竟然欺骗义父丁延平让他教自己破解之法, 丁延平和罗承的相见也注定了他今后的悲剧人生, 就在刚刚罗承在前往瓦岗寨的路上遇见了一位酷似料师父的老者, 罗承好心将一间上房让一旦, 老者也对罗承这个帅小伙是是喜欢, 礼尚往来之间竟发现老者正是自己多年未见的一副丁延平, 罗承急忙跪倒大力参拜, 丁延平在这里遇见宝贝儿子也是高兴一场, 他连忙用手搀扶, 父子相认皆大欢喜, 丁延平上下打量罗承, 见罗承越发英俊, 连忙夸在我儿真是一表人才, 原来丁延平和北平王罗义是莫逆之交, 在罗承年幼时, 丁延平看他聪明伶俐便把他认作一子, 爷儿俩坐在一起, 推背幻展试试开心, 罗承不解地询问丁延平, 我听家父说您老人家已经退归临下, 不知您这是到哪里去呢? 丁延平说瓦岗山想瓦造反, 朝廷几次派兵攻打都遭拜位, 这一次靠山王杨林凤圣旨请我出山, 去帮他镇守一字长蛇绝命阵, 罗承一听心中暗想这可倒好了, 义父去镇守一字长蛇镇, 作为儿子的我去破解一字长蛇镇, 还好碰上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罗承想到了一个坑爹的主意, 那便是将这双枪的破解之法套出来, 酒桌上罗承卖乖的仙将丁延平夸了一遍, 您老的这对双枪盖是绝论, 连我们老罗家的五虎段魂枪都不是对手, 那么这双枪到底是有破还是没破呢? 丁延平笑着说道, 这天下的招数就像一层窗纸一点就透, 双枪也没什么奥妙, 但是我不说你就永远不懂, 说着说着丁延平有感而发, 他表示自己空有一身武艺却嬉笑无子无后人相传, 如今更是风中之主瓦上之双, 看着眼前的少年英雄, 丁延平便在酒桌上传授起罗承单枪破双枪的方法, 他让罗承拿起一只筷子好比单枪, 自己拿一双筷子好比双枪, 丁延平说这双枪和单枪大同小异, 只不过招数不一样, 有个口诀你要记住, 双枪不发单枪不扎, 双枪若发单枪往回拉, 以后遇到使用双枪的一定要等他先出手我们才能出手, 你就按我说的口诀用招, 饱你不吃亏, 说吧两人在酒桌上比划起来, 罗承天资聪明一学就会, 请客间的功夫, 他便领会了这单枪破双枪的要诀, 丁延平也甚是开心, 你俩这酒是越喝越近乎, 话是越说越投机, 丁延平喝得面红耳热, 心满意足, 罗承了呵呵的忙上忙下又是倒酒又是按摩锤背, 将丁延平哄得团团转, 紧接着他又问起这一字长蛇阵的原理和破阵之法, 丁延平见宝贝儿子如此好诀, 便跟罗承讲起了一字长蛇阵的要诀, 他反问罗承这蛇一般都是怎么攻击人的呢? 用牙影, 用身蝉, 用口吞, 丁延平又在桌上用花生摆出了一个蛇形, 他跟罗承说死阵分为咬蝉化三字诀, 这咬字诀正是压阵手的义副, 丁延平也十分自信地表示自己的双枪到现在还没人能破, 这蝉字诀便是长蛇首尾相顾蝉胸而上, 敌人若是入进去了, 就紧紧把他围在圈中将其杀害, 而最后的话自觉呢, 丁延平说这蛇身上有一处叫蛇化, 蛇善于吞食比自己口大的食物, 将食物一点点运到蛇化之处, 化敌于无有之中, 而这蛇化之人正是杨林, 这一字长蛇阵啊, 我真是变幻莫测, 杀鸡四伏, 辱者有去无回, 丁延平说可惜镇图现今不在我手里, 非靠山王杨林拿到麒麟山暗途不振去了, 不然就可以将里面的奥妙全部传授于你, 说着说着丁延平因年纪大了又一路劳累便十分困倦, 明天一早还要赶路, 于是他让罗承也回去休息, 第二天父子俩在客帐告别, 罗承心想一定要赶在丁延平到达之前上瓦岗, 随后他也匆匆抄小路出发, 可不料刚进门就遭到陌生男子的攻击, 这个男人一见到罗承就怨气冲天欲置他于死地,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就在不久前, 杨林在瓦岗城楼下摆下一字长蛇阵, 瓦岗寨的众人束手无策, 徐茂公只好让谢颖灯冒险前去杨林的阵中偷取一字长蛇阵的阵图, 可要盗取阵图谈何容易? 谢颖灯一个不小心便被杨林设计的大铁笼子牢牢困住, 就在罗芳回去禀告杨林已经抓到盗贼之时, 呼听光荡一声响铁笼被吊了起来, 原来是暗中有人相助, 男子同时丢给谢颖灯一个包袱, 谢颖灯也顾不了许多, 只好跟着那人从后窗户跳出藏经楼, 等到杨林军队赶到之时, 铁笼子里的谢颖灯早被换成了后院的伙计里儿, 杨林顿时期的事怒法冲冠, 谢颖灯刚逃出来, 神秘男子便以极其敏捷的身手在猝不及房间抢走了他的包袱, 一问之下才知道此人正是在麒麟山多次相救自己的恩公, 可让谢颖灯不明白的是, 以恩公的身手想要盗取阵图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为何帮我盗取阵图? 自己却又抢了回去, 而神秘男子说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便是带他去瓦岗见一个人,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神秘男子怨气冲天对着罗承拔枪变刺, 罗承立即跑到屋外取来他的五沟神飞枪, 而神秘男子也是人狠话不多, 手持三能量银枪对着罗承就是一顿猛攻, 只见两人的招式如出一车, 而且这个人的功夫并不在罗承之下, 罗家的五沟短回枪从来不爱冲, 说罢两人又大站在一起, 不料此人突然使出一招追命连还枪, 请客间的工作, 便将罗承的长枪弹开, 长盛将军罗承输了, 而且是输在自己最擅长的枪法之上, 可罗承姓娇气傲不服软, 他挑开三能量银枪立马反击, 此时一旁的秦琼叫停了他们的战斗, 秦琼表示罗承是他小表弟, 小表弟犯了什么错, 他这个当大表哥的自然也有责任, 罗松突然一股情感涌上心头光当, 把大枪往地上一扔两眼泪汪汪汪, 兄弟, 我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哥哥, 罗家的五辅短回枪从来不爱冲, 长盛将军罗承输了, 而且是输在自己最擅长的枪法之上, 那么这个挫败罗承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呢? 他又为何对着罗承步步紧逼, 却又不伤害他的性命呢? 在秦琼的询问下才知道, 原来此人正是位列四绝之首的罗松, 他也是罗承同父异母的哥哥, 罗松讲起了他家的往事, 罗逸在年少的时候, 打板麦也路过一个叫江家吉的地方, 揭示了他的外公江百善, 当时的罗逸身无分文, 江百善见罗逸五官端正身体健壮人也还算老实, 便将他收留于家中, 江百善只有一个女儿叫江桂芝, 也是金国英雄, 罗逸与江桂芝日久生情, 江百善就把女儿许配给罗逸, 罗逸也袭得了老江家的五虎断魂枪, 相传江家枪法是三国名将将为根据赵云和马超等人的枪法, 以及自身枪法综合所创, 而罗逸只是学习了其中的一部分, 之后罗逸凭借着五虎断魂枪在北齐斩露头角, 秦琼的爷爷秦旭见罗逸少年英雄, 便将女儿秦圣珠许配于他, 罗逸也从此抛弃了江桂之母子, 罗逸说他们母子俩得到消息后, 也多番前去北平府寻找罗逸, 可没见到罗逸便给家丁赶了出来, 江桂之十分生气, 不久后他便一语而终, 罗逸说本来他是翻墙进去北平府准备结果了罗逸, 但又听见秦圣珠讲罗逸上瓦岗的事, 于是便先前来瓦岗会议会罗逸, 罗逸听完不禁暗暗埋怨附近, 他急忙上前给罗逸跪下磕头, 罗逸没想到罗逸能这样心胸豁达, 他赶忙扶起罗逸, 罗逸也信誓旦旦说道哥哥尽管放宽心, 带我帮瓦岗中尉哥哥破了一字长蛇绝命阵, 回到北平府和爹爹严明, 定要他和你们相认, 罗逸听了这话, 心里才顺了气, 他赶到罗逸知情达理感情又进了一层, 此时程咬金别说兄弟, 如今都是一家人了这个阵图就不要藏着掖着了, 罗逸赶忙将这一字长蛇阵的阵图拿了出来交给罗逸, 拿到阵图后, 徐茂公苦心钻研, 终于他破解了这一字长蛇阵的奥秘, 此阵虽然变化古异莫测, 处处不让人腹背受敌, 但很多都是假象, 万变不离其宗。 徐茂公表示破阵的方法便是以两名枪术高手同出, 两位相考同为一心定而不动, 一不便应万变, 以天为局, 把阵一分为五级可破阵, 秦琼说道两名枪术高手, 一名是表弟罗逞, 那么另一名便是罗松了, 第二天罗逞与罗松强强联手前去破解这一字长蛇阵。 靠山王杨林为了一举剿灭瓦钢, 各地请来归音已久的双腔老将丁延平摆下一字长蛇阵, 军师徐茂公任命罗成和罗松两位枪术高手前去破阵, 一字长蛇阵是根据蛇的习性推演而来的一种阵法, 阵型变换之时真假虚实定用, 鸡蛇手则伪动, 鸡蛇伪则手动, 鸡蛇身则手伪制, 长蛇运转之时有如巨蟒出击势不可打, 只见罗成罗松浑身势胆冲入一字长蛇阵之中, 罗成是隋唐第七好干, 罗松是隋唐四绝之手, 两人都是一等一的用枪高手, 抢出之时有如蛟龙出海杀的敌军措手不及, 这两人的影子也像急了赵云长板坡七进七出救啊斗事后的样子, 罗成一边杀敌一边想起丁炎平所教的破解一字长蛇阵的方法, 两翼骑兵的机动能力最为重要, 所以要破除长蛇阵最好的方法就是限制两翼机动能力, 让其首尾不能相顾, 罗成和罗松在阵中默契配合, 只见两人的枪法行云流水出神入化穿梭在敌军之中大杀四方, 手起枪落之时哀红遍野鬼不狼好, 请客间的功夫便削弱了长蛇阵左右两翼的机动力, 使其无法发挥其机动灵活的能力, 丁炎平见状立即指挥长蛇阵变化到禅自觉的阶段, 那便是将他们团团包围起来, 罗成罗松默契配合对其蛇的腹部兵发动强悍冲击, 随军随多, 但是罗成罗松都是有万福不当之勇的狐将, 罗成也使用丁炎平交的方法蛇打七色, 使长蛇阵的阵法顿势散了无序, 杨林健壮也慌了, 他立即下列让将士们稳住务必保持好队形, 罗成借力跳上指挥台, 罗松也攻势凶猛紧随其后, 每一会的功夫罗成便将指挥台上的将士全部干翻, 紧接着他用绳索一拉将这指挥台拉倒下来, 丁炎平健壮立即分身跳到罗成跟前给他猝不及防的一击, 丁炎平飞身一跃跳到罗成跟前, 丁炎平见此人枪法厉害又带着面具便让他报上名号来, 罗成便故意憋粗了声音说, 我乃成鸟银事业, 素问丁老将军的双枪举世无双, 特地前来讨教, 此时罗成想起一副丁炎平交的破阵之法, 双枪不发, 单枪不扎, 双枪弱发, 单枪往回拉, 于是罗成不慌不忙两眼瞪得一般大, 看着丁炎平的双枪等他先出手, 丁炎平也等罗成动手, 丁炎平憋不住了便说, 对面来将诚咬引你为何不敢动手, 莫不是惧怕老夫不成, 罗成哈哈大笑说某家武艺高强, 可人较量向来是让人先动手, 何况你是个骚老头子, 这几句话说的丁炎平火往上望, 丁炎平挑起一块木板, 举起双枪就向罗成伺去, 早已袭的双枪破解之法的罗成等的就是这一刻, 枪出之时即刻大败丁炎平, 但念在丁炎平是自己的义父, 罗成点到为止便立即逃之夭夭, 丁炎平也负伤怀疑人生, 竟然还有人懂得单枪破解双枪的办法, 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人正是他的宝贝义子罗成, 大败一次长蛇阵之后, 罗成立即与罗松回合冲杀出去, 就这样瓦岗此次大战大胜而归, 杨林败北后杨广再次发兵, 隋唐第三好汉陪袁庆也即将登场, 隋唐第三好汉陪袁庆上线了, 年轻气盛的他看不惯宇文成龙仗势欺人, 一把就将他高高举起丢进水池里面, 不久前杨林兵拜瓦岗战, 就在杨广为瓦岗反贼发仇之时, 长平王邱瑞向杨广举荐山马关总兵裴仁机, 邱瑞说裴仁机擅是一对六十四斤的铁级武功盖世勇冠三军, 他有三个儿子, 长子裴元龙、次子裴元虎也都武艺出众, 尤其他的三子裴元庆更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十五岁时就能倒霸锤杨柳, 十八岁时单帝立举千斤顶, 如今已经二十岁了, 善是一对八冷梅花亮银锤, 无人能敌, 一老成看来, 此子永武不亚于天堡将军宇文成都, 邱瑞的死对头与文化急听到这话就不乐意了, 他笑着反问邱瑞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可不要夸大其词呀, 可邱瑞表示就是这么厉害, 还请万岁下指教裴家父子进京挂二路元帅, 和丑瓦岗不平呢, 杨广听完十分高兴, 他立刻下指着裴仁机父子上京听风, 父子四人临走之前, 全家吃了一顿离别饭, 裴仁机说这一次前去吉凶祸福难于欲量, 胜之以下又不能违抗, 邱瑞推荐裴家父子挂帅, 作为邱瑞死对头的宇文化急本来就不痛快, 他深怕裴家父子得势, 所以设法从中作梗, 欲罢裴家父子置于死地而后快, 今天他知道杨广要召见裴家父子, 所以特意推荐宇文成龙和杨广下棋, 第二天裴仁机父子几个在御花园金水亭等待召见, 就在太监去通报杨广之时, 宇文老贼记恨邱瑞便以皇上正在下棋打断了太监的说辞, 这让裴仁机父子等得是焦急难耐, 过了个把时辰杨广这才想起裴仁机, 于是命令太监将他们叫过来, 裴仁机带着两个儿子, 低着头弯着腰向杨广扣拜, 杨广冲着棋盘发愣, 想着怎么才能解围呢? 裴仁机父子跪下叩头的根本没有看见, 裴仁机见皇上没有说话, 只好再说一声, 裴仁机扣见吴皇万岁, 这一次杨广倒是听见了, 瞅了裴仁机一眼, 刚要说话, 宇文成龙却说圣上, 该您走了, 这一次威尘可要赢你一万两银子了, 杨广又把眼睛盯向棋盘, 把裴仁机又亮到那里了, 如此三回裴仁机和裴元龙只好忍着, 可小将裴元庆幸如烈火, 他看不惯宇文化集从中作梗, 便上前想要给他点教训, 宇文成龙见状立即抱住裴元庆, 裴元庆大喝一声将他高高举起, 宇文化集也不知道裴元庆竟敢如此大胆, 他立即慌慌张张叫人将宇文成龙捞起来, 宇文成龙在河里扑腾一阵喝了几口水, 多亏河水不大声, 很快就被救了上来, 宇文化集立即让杨广将醉裴元庆, 裴仁机头上的汗珠子比黄豆还大顺着连往下流, 这可惹下了灭门大祸了, 随即跪在杨广面前请求饶恕, 在场的众人各个相聚, 都以为杨广非发脾气不够, 谁知道杨广喜怒无常, 今天他竟一反常态一点没有生气, 还让宇文成龙快去更衣, 原来他刚才和宇文成龙下的那盘旗眼看要输了, 就在这个接过眼上, 裴元庆提得解了围救了他的家, 所以他不但没有生气, 还挺感激这个愣小伙子, 杨广说此次前来是要让他们去征讨瓦岗, 但是又怕众人不服, 于是他让裴元庆明天在大殿上施展武艺给众人瞧瞧, 为了一举剿灭瓦岗反贼, 常平忙秋瑞向杨广举荐山马关总兵裴仁机挂帅出征, 为了让众官员心服口服, 杨广便让裴元庆在鹦鹉殿展示自己的武艺, 裴元庆也嘱咐儿子, 一定要拿出十二分本领来, 说把裴元庆便在鹦鹉殿上打了一套军体拳, 裴元庆是隋唐第三好汉, 传说他为哪吒转世, 十五岁时能倒霸垂垂扬杨柳, 十八岁时就能单地力举千斤顶, 如今二十岁更是意气风发, 众文武官员和杨广看得立拔山西的军体拳连连叫好, 裴元庆练帝之后, 杨广更是不令夸赞, 就在此时, 宇文老贼又出来搞事情了, 听说裴三公子能够单地力举千斤顶, 老臣尚未见过, 能否请裴三公子当众表演一下, 让我们开开眼界呢? 杨广不知宇文化级的用意, 听裴元庆能举顶自然也要看看这个热闹, 此时的裴元庆也想看看女文化级在玩什么把戏, 裴元庆纤围着这只大顶转了两圈, 只见他运了运气起码蹲当是一蹲, 随后大喝一声气, 便将这一千一百四十斤重的大顶举过头顶, 裴元庆举着大顶迈步走到大殿中央, 来到杨广的龙叔案件, 在场文武百官都看傻眼了, 杨广更是直呼真奶天人也, 皇上, 这已经把顶举下来了, 听住我的阿随, 随后杨广让裴元庆快快把千斤顶放回原处, 裴元庆刚刚转过身来, 宇文老贼又来搞事情, 他笑呵呵的说裴三公子力大无穷果然是名不虚传, 这神力真的不亚于我而成都, 请屋主恩准老臣替陛下赐他绿酒三杯, 杨广没想太多爽快的答应下来, 宇文化级漫步走到裴元庆跟前, 这正是宇文化级杀人不见血的阴招, 因为举顶时是运了一口气在丹田, 只要一喝酒丹田的元气就有消了的危险, 宇文化级就是想让裴元庆在大顶举不住时, 落下来把自己压死, 但是裴元庆连喝两杯都没事, 宇文化级不整死的恃不罢休, 这第三杯酒端着他也不往上送, 竟问起闲话来, 你学艺多久了, 八年八年, 我儿子学了十几年, 还跟着差不多, 你家有几个老师? 宇文化级东一狼头西一棒锤的问个没完, 裴元庆可受不了了, 这是裴元庆额头的汗珠滴滴答答的往下掉, 脸色也有红辫子, 身子也颤抖了, 眼看着大顶就举不住了, 裴元龙一急冲裴元庆喊了起来, 三弟, 还不扔啊, 你想被压死啊, 这一嗓子倒是提醒了裴元庆, 裴元庆一怒之下两手往前一推, 千金大顶直奔与文化急砸了, 多亏他还力所及时躲闪开了, 杨广正看热闹, 冷不防大顶落在面前, 把他吓得差点真魂出窍, 裴元庆一看出事了立即跪在杨广面前求饶, 杨广一怒之下便下令将裴家也几个推出去金瓜基顶, 邱瑞和韩秦虎立即为裴家求情, 裴元庆立举千金大顶为时不可过久, 这是理所当然, 老程向早不问话晚不问话, 天天在裴元庆举千金顶之时和他续起了家长, 一时举不住掉了下来, 也在情理之中绝非有益, 韩秦虎也说目下朝廷正在用人之计, 瓦岗之换未处, 先杀大将于朝廷不立, 还请万岁赦他父子死罪, 这时文官武将跪了一地, 也都替裴家父子求情, 杨广本不想杀他们父子, 只因刚才吓了一跳出于一时生气, 现在大家求情他也就顺水推舟云准了, 这时宇文化级还在喋喋不休, 就在双方争吵之时, 鱼皮火使臣铁飞龙带着一只异兽前来败戒杨广, 下一集, 裴元庆大战昆仑山一首。 鱼皮火使臣奉国王命令前来给杨广送来一份礼物, 只见鱼皮火五十几个标状大汉拉开帘部, 朝中文武官员顺势下的后退三连, 原来铁龙里是一只异常凶猛的野兽, 铁飞龙得意洋洋说这是我们鱼皮火的神兽, 就像我们的国家一般强悍无比, 很明显这是来砸场子的, 杨广不以为然, 铁飞龙接着说当年我们献给东汉汉章帝一头一手, 可惜当时并没有人能够将其降服, 杨广立即让天保将军宇文成诸前来进进, 宇文化吉当心儿子小命不保, 于是便举荐刚才被他害得差点快要人头落地的裴元庆, 宇文化吉说裴元庆方才显示举顶神力, 降服此寿应该就是小菜一碟的事, 杨广即刻下令赦免裴元庆死罪让他到殿上来将功赎罪, 裴家父子这边眼看几人就要人头落地, 裴元庆一不做二不修索性将行刑官打翻在地, 随即与官兵扭打在一起, 就在此时太监总管及时赶到, 这时裴元庆才长叹一口气放下心来, 应武殿上杨广询问裴元庆是否有把握降服铁龙中的异兽, 裴元庆缓缓走到铁龙跟前看了几眼, 他说小将当初从事学艺之时, 无师紫阳真人曾对我讲授天下真情异兽, 鱼皮国送来的这只异兽出生于喷伦山顶礁, 一字墨角赖起林, 异常凶猛很难驯服, 一旦驯服之后便会乖乖听话, 随即杨广说只要能够降服此一兽便赦免他之前的惊架之罪, 说霸乙标状大汉打开铁笼子将一字墨角赖起林放了出来, 只见他两目放出凶光, 做了一个往前扑的姿势, 再看裴元庆不慌不忙脚步一时一须, 两手交叉胸前两眼直钉那只赖起林, 赖起林尾巴一摇后腿一蹬, 呼的一声往裴元庆身上扑来对着他步步紧逼, 裴元庆先避其风闪斩藤挪, 窦引他猛跳猛扑一袋, 骑皮然后再降服他, 几十个回合之后, 赖起林已经显出疲惫之态, 裴元庆见时机差不多了便跳到赖起林头上, 对着他使出一顿千斤之力的爆锤, 没议会的功夫赖起林便给裴元庆制服了, 鱼皮博使臣铁飞龙也十分佩服, 可不料杨广对铁飞龙这次叫嚣行为十分不满, 他一怒之下便下令将他推出去斩了, 裴元庆为大随朝赚足了面子, 杨广立即封他为护国将军, 命他挂二路率印前往攻打瓦岗山, 杨广这一高欣赏赐有加, 命太监取来紧袍盔甲赐予裴元庆, 这格外的恩典喜坏了裴家父子和一些中职的文臣武将, 却气坏了老贼宇文化吉, 随即他眼珠一转来了主意, 他跟杨广说道, 陛下, 元庆一直干系到朝廷的安危非同小可, 裴元庆虽然勇武但他阅历上前, 今为以元庆重任, 唐有属于朝廷位移, 随即宇文化吉举荐宇文成龙为二路元庆, 令裴元庆和裴家父子都在掌前听令, 杨广思索一番后便答应了下来, 裴家父子虽然不甘心, 但也不得不听从命令, 宇文成龙也趁机公报私仇, 裴元庆, 看到了吗? 这可是锤祖宗, 我这一锤下去, 恐怕你就成肉饼了吧? 裴元庆看着锤祖宗齐国远的大锤瞬间吓尿了, 心想他那两膀一晃, 怕是有好几千斤的力量, 此战也只能智取, 不能硬碰硬。 怕了吧, 怕了就乖乖下马, 给我磕头认错, 不服事吧, 来吧, 那就比划比划。 说把齐国远驾马率先出击, 事到如今裴元庆怎么好意思退缩, 于是两人大站在一起, 裴元庆左闪又躲不敢和齐国远的大锤相同, 齐国远占了上风, 他这一得意就把大锤举起来了, 裴元庆见这一锤来得推快躲闪不及, 便架起双锤抵挡, 不料齐国远的大锤是用纸壶而成的, 纸壶大锤里面的石灰粉也瞬间漏了下来, 裴元庆鼻子被呛得受不了, 眼睛也被迷住了, 裴元庆无奈之下只好撤军回营, 齐国远洋洋得意, 这叫兵无厌诈, 瓦岗是打了胜仗, 可裴元庆这边就惨了, 女文成龙也趁机崩暴私仇, 责怪他打了败仗回来有损大随朝的军威, 说罢就要将裴元庆拉出去斩首示众, 裴仁机和裴元龙立即下跪为裴元庆求情, 裴仁机说我打了败仗, 只因中了敌人诡计并非打仗不力, 再者说两军阵前胜败乃兵家常事, 还请大帅留他一条性命让他将功赌罪, 可宇文成龙就是要置裴家于死地, 他表示如果再敢多言就一定处罚, 此时裴翠云气轰轰闯了进来, 要问罪就两我一份问罪好了, 我们裴家人没有一个怕死的, 要死一起死, 好, 那就把裴家人全部斩了, 其中有一个偏将实在气不过跪倒在地说, 小将请求和裴将军一起处死, 因为小将不敢保证以后不打败仗, 与其打了败仗再被处死, 不如现在裴裴将军一起死去, 宇文成龙刚要发作, 后排的将军也一定跪倒在地, 这一下宇文成龙踩马了着, 他知道自己犯了众弄, 为了不激起兵变, 宇文成龙马上把怒龙变笑容让众位将士快快起来, 既然众位将军未陪元庆求情, 那么本帅不杀就是了, 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于是下令将裴元庆拉下去重打四十军棍, 裴元庆眼睛的疼痛难刃, 如今又挨了军棍加上心中熬躁, 打到三十军棍时便已经快撑不住了, 此时户帝狂魔裴翠云上前去将行刑的士兵推开, 说吧, 裴翠云便替裴元庆挨了剩下的十军棍, 当天晚上受了伤的裴元庆眼睛发炎, 疼得他满床翻滚, 原来是宇文成龙江这军衣藏了起来, 裴翠云看着疼痛难忍的裴元庆焦头烂额, 无奈之下他只好前往瓦钢寨找程咬金帮忙, 就是这样, 便让程咬金深深爱上了裴翠云。 裴翠云气势汹汹闯入瓦钢寨就要找程咬金干架, 这可怕单身了三十年的程咬金高兴坏了, 他赶忙让兄弟们不要拦着让他上来, 裴翠云一上去就要揍趴程咬金, 因为就是瓦岗寨害得他弟弟裴元庆吃进了骨头, 程咬金不慌不忙扶着裴翠云, 此时的程咬金已经彻底被眼前这个冒昧如花的裴翠云迷住了, 双眼直勾勾盯盯着他看, 裴翠云骂得越厉害成咬金就越开心, 随即裴翠云说你们要给我弟弟治病, 听到女神有要求, 程咬金肯定是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当天晚上裴翠云偷偷带着生病的裴元庆进到瓦岗寨, 魏征说姓好及时送来, 如果再晚一些可就小命不保了, 第二天裴翠云过来大殿感谢程咬金的救命之恩, 裴翠云说你们既然治好了我三弟, 而我裴翠云向来是不欠别人人情的, 你们说吧, 只要我裴翠云能做到的一定照办, 此时齐国远和李如辉嘲笑裴翠云, 这呀端插倒水的活儿, 估计都干不了, 徐茂公看了看一旁的程咬金, 他嘴里叨叨着压寨夫人压寨夫人, 就差拿个扩音器在徐茂公耳边喊了, 徐茂公秒懂成咬金的意思, 裴翠云也默默地答应了下来, 说起裴翠云的婚姻之路, 那真是一路坎坷, 小时候也为没有缠组了他, 如今有着一双遭人嫌弃的大脚, 无论嫁到哪里都给退婚回来, 此时的裴元庆在昏迷中醒了过来, 看着陌生的环境, 他急急忙忙冲了出去, 不料一出门就碰上了刚回来的罗程, 裴元庆二话不说便和罗程打了起来, 这是隋唐第三好汉和第七好汉的交手, 想不到小小的瓦钢, 还有你这样的高手? 三脚猫功夫, 还敢冲大? 就在他们打得火热之时, 裴翠云叫停了他们, 裴元庆不明所以地问裴翠云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这么没良情呢, 你昨天晚上, 眼疾加重, 又遭军棍打成重伤, 那高手不退呀, 那宇文成龙把所有的军医都藏起来, 不让人给你医治, 我这也是没办法, 裴翠云说你的命是瓦岗寨就回来的, 瓦岗众人都是英雄好汉, 那个宇文成龙才不是个东西, 谢影灯劝解裴元庆投奔瓦岗, 可裴元庆一脸不屑表示他一定会打赢瓦岗, 让宇文成龙知道自己的实力, 随后便拉着裴翠云回到军营, 当天晚上裴翠云便找来母亲说他已经找到他那个生命中那个如意郎君了, 第二天裴翠云便穿着新娘装带着母亲偷偷来的瓦岗, 我都耍了半天剑了, 你们怎么才来呀, 嫂子都准备好了, 你急什么呀, 就这样承咬金和裴翠云终于拜堂成亲结为夫妇, 众兄弟都来参加承咬金的婚礼, 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承母看着儿子终于成家了也乐开了话, 承咬金更是紧张到让秦琼陪他一起进洞房, 可这事真的是难倒了秦琼, 洞房花主意, 裴翠云向承咬金坦言自己因为有一双大脚被嫌弃的事情, 可承咬金非但没有嫌弃还说这双大脚看着也特别踏实, 这让裴翠云安下心来, 慢慢接受眼前这个满嘴胡须的操大汉, 第二天宇文成龙再次让裴元庆率兵攻打瓦岗, 此时徐茂公不再隐藏实力了, 他决定派出瓦岗王牌选手罗氏信出战裴元庆, 注意看, 前方高能大家不要眨眼, 王伯当即将使出他的毕生, 绝学九剑连珠来对付裴元庆, 面对九剑连珠的射来, 裴元庆不慌不忙一个翻身便躲闪开来, 随即拉满弓箭回击千斤之力的一剑, 不料这一剑差点要了王伯当的小命, 王伯当也没想到自己的强项会输在别人的弱项上, 裴元庆看瓦岗债高挂免战牌, 便也下令收兵回营, 打了胜仗的裴元庆迈不尽了帅仗, 下跪向宇文成龙交上率领, 可宇文成龙一直是裴元庆未眼中定肉中刺, 恨不得将他就地处决, 便没茬找茬问裴元庆两军阵前胜败如何, 裴元庆兴奋地说我把他们守成的打退了, 但在宇文成龙看来, 一没有缴获器械, 二没有抓住匪徒, 那么你这个圣杖胜在哪里呢? 裴元庆, 你出征之时, 本帅怎样命令于你? 没有一拥脏器, 走平我个, 好啊, 那你为何欺骗本帅? 说着又要将裴元庆推出去斩首势众, 裴元庆明知这是故意害人, 但宇文成龙是元帅, 军权在手, 除了恳求别无他法, 老将裴元庆跪倒在地, 我而元庆在两军阵前虽未缴获一物抓住一贼, 但毕竟是把瓦岗山的守将击败, 还请元帅赏罚严明饶过我而才是, 在场的重将士也都为裴元庆求情, 宇文成龙犹豫了一下, 他觉得众怒难犯, 如若执意要斩, 机器变故自己可就危险了, 这次不杀下次也让他难逃, 他想到这里只好说, 裴元庆你违抗本帅军令本该斩首, 惊看在重将苦苦求情分上饶你不死, 明日再敢如此二岁会一定斩不着, 裴元庆也只好不情愿地谢过宇文成龙, 第二天宇文成龙又任命裴元庆前去攻打瓦岗, 说着就要把裴仁机和裴元龙扣押起来, 裴元庆赶忙询问宇文成龙这是何意, 宇文成龙说让裴元庆不要紧张, 等你扫平瓦岗大声归来之时, 我定会给你们父子庆功, 面对宇文成龙的屡次陷害, 裴元庆只好再一次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这一次他一定要扫平瓦岗让宇文成龙好看, 两军阵前徐茂公劝解裴元庆归顺瓦岗, 建裴元庆如此冥顽不灵, 李如辉便以裴元庆的姐姐为诱饵, 将他引到断地剑那里去, 因为瓦岗王牌选手罗世信正在那里等着的, 隋唐四猛之手的罗世信作为瓦岗寨的秘密武器, 总能在瓦岗危急时刻力挽狂澜, 上一次隋唐第九好汉为文通攻打瓦岗时, 就是罗世信冲锋陷阵将他连人代码摔翻在地, 徐茂公说裴将军你自信力大无穷, 那我们就和你比比利器吧, 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开关投降, 但若是你输了便要归降我瓦岗, 裴元庆思索一番便问徐茂公堵什么, 徐茂公让裴元庆借一支八冷梅花亮银锤给罗世信, 徐茂公表示笔法很简单, 就是两锤相碰, 谁的锤先脱手谁就算输, 我们军事说了, 我只要用这锤把你手里锤砸飞了, 他就给我弄一只烤鲜猪, 是吧? 罗世信这人裴元庆也听说过, 什么徒手分开两头牛, 济南城内大战赖火火烧煎军府, 前不久还把同官大帅魏文通的头给拧了下来, 却是肩宽背后力大无咎, 但是裴元庆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他也曾经在鹦鹉殿上单手举起千斤顶, 徒手降服昆仑山一兽, 两人摆开架势大喝一声使出吃奶的力气朝对方砸来, 两锤相碰光朗一声, 碰撞的威力直接可以将脸上的皮肉吹飞, 两人均倒退数十不开外, 罗世信和裴元庆两个人都是头一次吃这个亏, 真的我手不挂了, 你也不赖, 我裴元庆长这么大, 还从没遇到能与我霹雳之人, 再来, 再来, 两人不愤出个胜负事不法休, 于是决定再来一次硬碰硬, 可不料这一次罗世信的银锤碰到裴元庆的锤柄, 裴元庆手中的银锤断成两截, 此时一根筋的罗世信便认为是自己赢了, 嘴里嚷嚷着他输了他输了, 可裴元庆不服气啊, 谁说我输了, 嘴霸还在我手上呢, 看傻的罗世信可不是这一套, 一着急便嚷着要将裴元庆的脑袋拧下来, 于是两大猛男玩起了摔跤游戏, 罗世信一把抓住裴元庆的半价私掏, 两个人就扭打在一处, 他们先是站着打, 后来裴元庆使了一个伴把罗世信绊倒, 罗世信也把裴元庆拉着躺倒, 两个人在地上滚过来滚过去, 一会儿你压我一会儿我又压住了你, 最后时刻裴元庆急眼了, 他瞅了个机会将裴元庆摔到一旁, 随即将他高高举起就要将他摔个喜巴烂, 危急时刻秦琼感到阻止了罗世信, 罗世信最听秦琼的话, 于是便不情愿地把裴元庆放了下来, 此时徐茂公才不慌不忙说裴将军, 你在这里拖了那么长时间, 你外面的兵马早就被我们瓦钢寨降服了, 妖头, 我就知道你耍鬼剑, 没想到你那么卑鄙, 说把裴元庆拿起锤柄就要结果了徐茂公, 此时裴翠云带着母亲及时赶到阻止了裴元庆, 裴元庆茫然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裴翠云把前后情犹说了一遍, 如今他和魔王成咬金也已成亲, 生米做成了熟饭, 而瓦钢山的各位将领都慎仁义同心协力, 不像朝廷里的文武百官尔虞我诈, 所以我想你还是归顺了瓦钢, 裴老夫人也发话了, 如果还待在这个朝廷, 我们迟早会被宇文成龙这个奸贼害死的, 不如我们全家人一起在瓦钢开开心心过日子, 连老母亲都这样说了, 裴元庆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但是此时的裴仁姬和裴元龙还在宇文成龙的手里, 如今反了, 又要怎样回去救他们呢? 此时徐茂公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他让裴元庆压着齐国远回去给宇文成龙交差, 裴元庆, 你此次全面战万全军服务, 犯下如此偷天大罪, 这次谁都救不了你, 裴元庆解释说这是他早就定好的战策, 看似败军, 实则深入其中, 我已经拿下瓦钢寨, 带兄弟们回来了, 就在宇文成龙半信半疑之时, 少兵来报, 瓦钢寨上已经插满了隋军的旗子, 宇文成龙无话可说便令人放了裴仁姬和裴元龙, 裴元庆见父亲和哥哥已经被放出来, 随即掏出大宝剑结果了宇文成龙, 此时裴家父子也走了进来, 陪仁姬表示事到如今也只能投奔瓦钢了, 从此随堂第三好汉裴元庆便归舍瓦钢, 随阳帝杨广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他看到了一株巨大的穷花, 这花板高一丈, 叶大如善花大如痕, 身为壮观, 杨广想伸手去摘, 不料随着穷花而来的藤蔓将他牢牢缠住越缠越紧, 最后缠得他快喘不过气来了, 诡异的梦境让杨广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 床边美艳动人的萧美娘便立即给杨广端茶倒水抚慰心灵, 古人对梦是很迷信的, 做了梦总要找人圆梦, 看看主格吉兄, 杨广便将这个梦说于萧美娘听, 美丽的萧美娘立即一本正经的为杨广排忧解难, 臣妾素文, 穷花绽放, 乃是盛世出现的奇观, 是祥瑞之招, 他们生长之慢攀附皇上, 玉朝中将有贤臣辅佐君王, 有神明护法之性, 大吉之招。 杨广听了也觉得十分有道理, 但是当今已无穷花, 传闻穷花最后一次现实是在数百年前汉高祖时期, 杨广说要是真有穷花的话, 我倒是想去好好品鉴一番, 不料就在杨广正在思索梦境之时, 太监就来报, 杨广道观的穷花开花了, 杨广也没想到天底下竟然会有这么巧合的事, 于是杨广为了方便去杨州观赏穷花, 便在大殿之上下令开挖一条直通杨州的运河, 此话一出朝堂众官员议论纷纷, 也为长安和扬州一个北方一个南方, 两地相聚千山万水, 且不说这工期的漫长, 单凭花费的银两便足以让国库见底, 所以朝堂之上大部分官员都反对这件事, 可宇文化级却是十分赞成杨广的做法, 宇文化级一番话下来对得众人哑口无言, 众官员知道杨广是个殷勤不定随时发疯的人, 所以他们只好乖乖下跪表示赞同, 当然宇文化级这个糟老头子并不是为了造福后代, 他也是为了消耗隋朝国力, 让自己以后有机可谈, 此时宇文化级举荐了自己的亲信麻书谋作为开河总管, 麻书谋一听瞬间猛逼了, 也为他是个武将, 对于开挖运河一事那是一窍不通, 随即杨广又让他三个月内开通合道, 这下麻书谋更加猛逼了, 可杨广胜直一下, 如今也只能唯命是从硬着头皮顶上去了, 下朝后麻书谋向宇文化级抱怨, 我麻书谋连精卫都分不清, 您老这不是把我往火炕里推吗? 宇文化级听后微微一笑, 这一肥肥的差事,多少人想的都得不到, 随即他给麻书谋画了一个大大的饼, 你就给我好好干吧, 老夫不会让你吃亏的, 可麻书谋说他根本就不懂水利, 若是这三个月内完成不了那可是要人头落地的, 此时老江湖宇文化级又交了麻书谋一招, 你不懂没关系, 只要你手下懂不就行了吗? 宇文化级也算是一言惊醒梦中人, 麻书谋瞬间醍醐灌顶, 第二天一个带着梭里长得酷似方辣的人接下了黄法, 此人正是以后瓦岗寨的老大李密, 可当他来到麻书谋的府邸之时, 麻书谋却看他衣衫褛褛就要关门放狗,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如果我真的走了, 天下还有何人能助你完成如此大营? 注意看, 眼前这个长相酷似方辣姐极其狂妄的男人, 正是瓦岗寨未来的老大李密, 此次面见麻书谋正是来应聘修建金行大运河的包工头一职, 麻书谋见他落魄不堪跟个乞带似的, 便让下人关门放狗, 可李密也不是吃素的, 面对疯狗的飞幅进攻, 李密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将这疯狗打趴在地, 麻书谋瞬间被李密的魄力所折服, 他当即叫住即将离开的李密, 感恩壮士高兴大运, 在下李密, 麻书谋说运河要是能够如气完工, 你我便有想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荣华富贵, 李密却说他做事不畏求财, 只为了能够一举施展自己的才能, 就这样李密已过人地歹识和学识揽下了运河包工头一职, 李密虽奉命绘制运河工程图, 但是他有自己独到的想法, 当天晚上李密查阅大量资料后, 便将工程图的草图绘制了出来, 就当麻书谋将工程图交到宇文化级面前之时, 宇文化级当即火冒三丈, 麻书谋瞬间猛逼了, 他不懂水利工程, 以为自己给李密摆了一档, 随即捡起地上的工程图就要去找李密算账, 可此时的李密已经被萧美娘秘密抓到她的寝宫之中, 原来萧美娘在看过李密的运河草图之后, 便发现李密决飞驰中之物, 于是便命人趁着李密是查工地之时, 将她绑到自己的寝宫中, 抑郁将其占为极有为自己所用, 萧美娘知道李密有帝王之志, 而李密也知道萧美娘能够助理自己实现理想与报复, 于是便决定依附萧美娘青云直上, 有了萧美娘的庇护李密的胆子也大了, 面对麻书谋的指责, 李密也从容淡定, 他表示他已经仔细地计算过路长以及途径的地貌, 如果从长安开挖, 则有高山完事相组, 工期将会无限脱长, 可是如果我们稍微改一下方向, 以进西魏河口, 那就只要十万壮丁, 三个月之内便可以挖通运河, 麻书谋说如果这样做, 那就等于是违抗皇帝的旨意了, 而有了萧美娘作为靠山的李密信誓旦旦, 让麻书谋放下心来, 他说明天早朝只需要按照他说的如实禀告皇上, 皇上一定不会怪罪下来的, 真交代的事情, 你们也敢推三走四, 麻书谋瞬间吓得跪倒在地, 随即麻书谋便按照李密说的跟杨广讲了一遍, 但是杨广他有他的坚持, 既然这活你干不了, 那留你也是没用的, 随即就要将麻书谋拉出去砍了, 此时萧美娘站出来帮麻书谋讲话, 五天之下莫非王堵, 从靖西出发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皇上久居长安, 去靖西一带全当是看看风景, 宇文化吉听完也立即附和萧美娘, 听了两位身边人的主意, 杨广思索一番后便同意修改方案, 宇文化吉和萧美娘也是个怀鬼胎, 宇文化吉想从中捞取利润, 萧美娘则是想给李密一个机会, 袁天刚送与李元爸一匹宝马, 只见李元爸坐上去后稍一用力, 宝马便支撑不住倒在地上痛苦呻炎, 袁天刚说你腿力太大, 一般的宝马经不住你这样大的力量, 师父那我还是骑牛吧, 牛加不到, 袁天刚听后一脸蒙圈, 牛的速度太慢了, 到了战场之上你骑着牛肯定追不到敌人了, 袁天刚也说为时与你掐算过来, 将来一定会有一匹属于你自己的马出现的, 说吧袁天刚就要带李元爸去看一样东西, 那便是隋唐演义里面最重的兵器肋骨翁金锤, 这对大锤出奇的大, 外边用金水渡了十来遍, 金黄黄光滑夺目, 袁天刚说着对肋骨翁金锤是西汉末年福波将军马元的兵器, 一只是四百斤, 一对便有八百斤重, 李元爸开心地拎着大锤便捂弄起来, 袁天刚也没想到这对大锤在李元爸手里竟能捂得如此顺手, 他也不由地感叹真是为李元爸量身打造的兵器, 随后李元爸看一旁的凤翅刘金堂如此华丽, 便要上前拿来甩一甩, 袁天刚立即用扶尘阻止了他, 袁天刚语重心肠的说飞弹, 这件兵器你不能动, 到了战场上, 遇见使这样兵器的人你也不能伤害他, 否则就会有性命之忧, 因为肋骨翁金锤和凤翅刘金堂乃是相依相存之物, 一方存则双方存, 一方王则双方王, 随即袁天刚叮嘱李元爸一定要记住他说的话, 可一条巾的李元爸哪里懂得这些宿命论的东西, 我不管, 反正我就喜欢这个, 说吧李元爸便拿着肋骨翁金锤跑出去愉快地玩耍了, 就这样李元爸在袁天刚的指导下天天苦练武艺, 只见李元爸挥舞着手中的肋骨翁金锤, 恍惚间竟有开天辟地之事, 就在他神功大成之际, 道观的小道士, 慌慌忙忙过来禀告袁天刚李元爸独自下山的消息, 学成的李元爸拎着两个大锤便回到家里, 当天晚上李元为了庆祝李元爸学成归来大摆研习, 酒桌上李元爸直言, 自己现在的本领之大就连大哥李建成也打得不过, 此话一出李建成就不乐意了, 黄口小儿竟然敢胡说八道, 随即李建成就要给李元爸一点教训, 李元当即阻止他们, 让他们不要闹小孩子脾气, 李建成则表示此次比试只想挫挫李元爸的坠迹, 正好也让大家看看李元爸此次上山都学到了些什么, 院子里李建成手持大宝剑对着李元爸就是一顿猛弓, 李元爸不急不慌找准时机夹住李建成的大宝剑, 李建成怎么拔都拔不开, 随即突然地放手让李建成摔了个狗吃屎, 此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响起, 阵阵惊雷, 李元爸从小就怕雷, 惊雷的响起让李元爸变得狂躁不安, 李建成见状趁机拿起大宝剑向李元爸发起进攻, 失去李姓的李元爸一锤就将李建成打飞出去, 危急时刻李世民及时出手相救, 差点就可以免去玄武门之变的战争了, 此时的李元爸才慢慢恢复了李姓, 李元一怒之下便命人将李元爸关进铁笼子里, 可此时的杨广也已经在前往山西晋阳的路上了, 使人都知道天保大将军宇文成都市无敌的存在, 直到李元爸的横空出世才打破了宇文成都常年垄断榜首的局面, 今天正是隋唐第一好汉李元爸和隋唐第二好汉宇文成都面积的好日子, 就在刚刚李元爸因为犯了错证被李元关在铁笼子里, 开始的时候倒还相安无事, 直到听说三个哥哥被皇上封关的时候, 李元爸一下就急了, 虽然他不知道关是什么东西, 但别人有的他也要去凑个热闹, 说把他猛地将铁门打开, 拖着一个大碾盘就要去金殿找杨广要关。 只见李元爸三分向人, 七分向鬼, 恐怖的压迫感让玉林军不敢贸然上前, 李元爸见他们爱着自己的路边拎起大碾盘来一个360度的转圈圈, 一圈下来杀得玉林军漫天飞舞后退三连。 不一会儿李元爸便走进了金殿里, 李元爸突然看见眼前的宇文成都高大威猛穿着金甲, 便以为他就是皇上。 宇文成都一听心想你这小子简直要我的命, 他立即向杨广下跪, 此时李元和李世民也匆忙赶到现场。 李元连忙解释, 微臣鲁莽, 没能看紧小儿园吧, 惊扰圣家, 还望皇上恕罪, 杨广是个贱脾气, 他见李元有这么个怪儿子不由得来了兴趣, 他让李元起来跟他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元说李元爸生性憨傻却力大无穷, 所以一直关在家里不敢抱与皇上, 怕惊扰了圣家, 岂着一个没料到竟让他跑了出来, 杨广顿时对李元爸来了兴趣, 他让李元爸进前来说话, 李元爸猛的发力将这锁在身上铁链拉断。 李世民告诉李元爸, 上面坐着的那个人正是皇上, 见到皇上要行大礼, 要说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元爸嬉皮笑脸的说他记住了, 李元爸, 空给见皇上, 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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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岁万, 平身, 李元爸根本不知道平身是什么, 他跪在那里没有动, 李世民赶紧过来说, 元爸, 万岁爷这是叫你起来啊, 谢谢, 谢谢, 李元爸这一口吃, 倒把杨广惹笑了, 你刚才说要找朕, 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 我找你就是, 给我弄弄, 弄弄弄, 不是他, 杨广看他这傻呵呵的天真劲, 觉得有意思, 不但没脑反倒和他玩起来, 元爸, 我给你官也可以, 但是当官都要有本事才行, 李元爸信心满满的说我的力气超级无敌大了, 我能够举狮子, 说把李元爸走到门口的金狮面前, 李元爸一把就将这千斤金狮轻松抱了起来, 这时满朝文武十分惊讶连连叫好, 李元爸听大火一喝彩, 他来了高兴, 举一个不过瘾, 于是又走到对面将另一头狮子也搬了过去, 随即将这两只狮子捆在一起, 两只总共有三千多斤, 李元爸又将这两头狮子像玩一般高高举起, 杨广和文武百官瞬间惊呆了, 战士完毕李元爸又将这两头狮子像玩具一样轻轻放下, 这套操作可比裴元庆的举顶高出一个等级了, 李元爸得意洋洋的走上, 前来向杨广邀关, 杨广说你面前都是大官, 你到底要什么官呢? 李元爸也不知道当什么官, 他看着宇文成都胸前挂的黄灯灯的一面金牌说, 这个官不错, 我就要这个官, 说着话伸手就要去摘宇文成都的金牌, 这才引出一节会二节, 金锤挂缝的故事, 李元爸和宇文成都这对宿命冤家还是杠上了,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宇文成都见李元爸这个雷公仔子满嘴骚话, 便想要给他点教训, 李元爸出生牛独天不怕地不怕, 往前一拉就勾上了, 随着杨广三机长的结束, 两人开始玩起拉钩游戏, 宇文成都大手使劲想把李元爸拽过来, 哪知道他连拽三拽, 李元爸骑马蹲当时站着纹丝没动, 宇文成都心里正合计着这个寿猴孩子还真有点劲, 李元爸从容淡定, 还咧着嘴冲宇文成都直乐, 宇文成都本想抵抗, 李元爸胳膊一使劲, 把宇文成都拽了个裂紧, 就这样李元爸将宇文成都拉到怀里, 两人四目相对现场瞬间激情四射, 宇文化极健儿子败了别说拉钩奶儿童之儿戏, 岂能比得高低, 金牌乃鲜黄所赐, 更不能用拉钩来赌输赢呀, 杨广更是不吝的夸赞, 李元爸是大随朝唯一能够撼动天保大将军的人, 了不起, 不过, 朕还想看看, 你还有别的本事是吗? 李元爸立即嚷嚷着自己还会抡大锤, 喜欢看热闹的杨广一听瞬间乐了, 天保将军听见了, 还不拿你的凤士留金堂陪他玩玩, 于是杨广和文武百官移驾到殿前的大广场, 这是隋唐演义李一节会二节的第一次世纪大对决, 李元爸和宇文成都两人的前世宿命, 都是上天安排完成使命的神, 李元爸是金翅大鹏鸟的转世, 专门阻挡正部雷神普化天尊转世的宇文成都做皇帝的道路, 李元爸架着双锤, 他对宇文成都说大大大鸽子, 你把金牌给给我, 你你你你也就不用死了, 宇文成都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 你这个傻儿八戒的雷公仔子, 不过就是空有一身傻力气, 今日我定要用凤翅刘金堂拍死你, 说吧两人各就各位, 有本事, 来, 只见宇文成都的眼神变得异常凶狠, 宇文成都一跃而起, 使了十成进的泰山压顶照李元爸头顶打来, 这下来, 力量何止千金呢, 李元爸也变得认真了, 他立即架起双锤抵挡, 只听得咣当一声响, 手里的凤翅刘金堂都被震得脱手了, 宇文成都也支撑不住被震飞数米开外, 只觉得两膀酸腾两臂发麻, 无敌天保将军输了,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到输的滋味, 宇文化级护子心切立即命令手下前去将李元爸拿下, 但是宇文成都是个光明磊落的真男人, 他立即令他们全部退下, 杨广见李元爸十分骁勇, 甚为高兴, 他一方面用好言安抚宇文成都, 一方面告诉李元爸, 宇文成都有的金牌你也少不了, 李元爸还没忘记要关的事情, 杨广说好, 我就封你个西府赵王吧, 说吧杨广又赐了李元爸一匹豪马, 这匹宝马正是万里烟云照, 李元爸洗漱望外, 他立即坐上去试试看, 发现这马家不死, 李元和李世民也是十分高兴, 宇文成都则是气得呲牙咧嘴, 有了此匹宝马, 也让李元爸在日后的四平山大战中大显身手, 杀得反王大军措手不及, 下一回, 十八路反王围剿四民山截杀杨广, 杨广登上龙州开始了他的江都之旅, 瓦钢寨里众人商讨如何半路截杀杨广, 秦琼表示最理想的地方正是这个四平山, 四平山以上地势平坦不利于埋伏, 而这四平山以下, 淤泥堆积可进而不可退, 唯有这四平山口地势险要, 是劫杀杨广的最好之地, 徐茂公表示, 锦平瓦钢之力就想劫杀杨广游如一卵击时, 也为杨广此次下扬州护驾之人正是天保将军宇文成都, 而且他们是带领大军出行, 需要联合天下各家反王方有胜色, 随即徐茂公让城咬金发一道席文, 邀请另外十七国反王和我们会师四平山结成联盟齐心协力, 除掉杨广这个昏军, 习文到后各路反王纷纷响应, 不日便带兵到四平山会合, 这一天各国反王齐即魔王城咬金军杖之内, 共以截杀杨广大事, 秦琼大元帅发话说此地是截杀杨广最好的地方, 机不可施施不在来, 所以还望众位英雄团结一心共同抗敌, 众人也觉得秦琼说得十分有道理, 河北奉明王李子通说我们十八国虽然志同道合, 但原来个举一方各有各的号令, 力量必然分散, 依我之见应该推举一位盟主, 大事由盟主会同各国商议, 不知各位王兄意下如何呢? 众人听了一致赞同都说有礼, 但是应该有谁来当这个盟主呢? 就在众人推来推去之时, 程咬金站出来说那就由我老程来吧, 瓦刚军的战绩有目共睹, 几次打退随军的围剿之后升为大阵, 让程咬金当盟主也是合情合理, 随后秦琼又推举五云赵为镇前先锋, 熊祸海和五天西为赴先锋, 各路返王也是痛快, 他们当即表示同意, 主要的人选定下来后, 当即由秦琼和徐茂公把十八国的兵马将领的多少, 强弱了解清楚, 又把四平山周围的地形依查民, 然后就把各国的驻扎地点进行了调整, 同时还通知各国个指定一人押运本军粮草, 并由瓦刚山的裴元庆任十八国总部粮官, 年轻气盛武艺高强, 本来憋着要担当战场上的重任, 谁知偏偏让他督俩, 他立即让徐茂公收回成命, 而徐茂公却说让裴元庆做监督官自有他的道理, 第二天十八国都先锋五云赵和赴先锋五天西雄霍海领兵三万驻守在运河东外, 靠山王杨林率军前去查看, 为什么五天西要叫杨林为伯父呢? 原来五天西的伯父五建章与杨林是赤交, 五建章也为杨广荒盈无道任用奸命所以貌似直见, 杨广一怒之下便将其杀害, 杨广为了斩草除根还派兵攻打南洋关, 五天西知道杨林中军爱国不忍伤他, 于是让他快快叫宇文成都出来与他打战, 此时自面天王雄阔海坐不住了, 雄阔海守持书铜棍大战杨林的义子罗方薛亮, 前方高能大家别眨眼, 请客间的工作, 罗方薛亮便被雄阔海就地处决, 杨林怒法冲冠上前就要为两个义子报仇, 雄阔海是随防第四伯伴, 杨林不光没有他的力气的, 武艺也差别打尽, 两人大战不出几个回合, 杨林便被雄阔海的横扫千军打落于马下, 杨林终归还是老了, 七老八时的他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神勇, 雄阔海飞身一跃跳到杨林跟前, 就这样靠山王杨林被五花大绑抓回到军营, 杨林见杨林立而不跪便高声喝道, 杨林老匹夫, 见着本盟主为何不跪, 两行人齐声喝汗赶快跪下赶快跪下, 杨林硬死不拘, 杨林笑着说, 好, 你不跪也罢, 你们老杨家得了天下, 不说爱惜老百姓, 反倒只求自己想了杀害忠良, 你看这十八家返王, 哪一家不是让你们逼得走投无路才返的, 这头一阵就把你这老匹夫生前活捉来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 杨林站在那里闭目不达, 程咬金说, 既然你油盐不尽, 那就把你推出去斩了吧, 杨林心往下一沉不紧叹记, 想为杨林英雄一事, 不想却落得如此下场, 不听一人高喊刀下留人, 此人正是当年杨林的十三太保秦琼, 秦琼上前为杨林求情, 考山王杨林虽然罪该万死, 但请各位王爷念他偌大年纪饶他一死吧, 可各路返王喋喋不休, 根本不买账, 无奈之下秦琼只好下跪恳求盟主程咬金, 程咬金一直敬重秦琼, 他赶忙将他扶起, 二哥呀, 你这叫心慈面软流祸害啊, 此时徐茂公也为杨林求情, 他偷偷在程咬金耳边说放了杨林我自有大忌, 程咬金听后一脸坏笑让士兵将杨林压上前来, 徐茂公对杨林说, 是才联军大帅秦琼苦苦给你讲情, 本盟主和各位王爷有好生之的饶你不死, 你应感谢秦琼对你的一片心意, 感谢仲家王爷对你开恩, 随后他便让杨林快点回去吧, 秦琼亲自把他护送出四平山的山口, 众位都知道杨林是秦琼的杀父仇人, 但杨林对秦琼实在是太好了, 秦琼知道当年父亲与杨林是各位其主, 也知道杨林是各中一之人, 这杨广不拥有无度, 你何必再保他呢? 杨林低头哈腰羞眉骚眼, 他恨铁不成钢, 埋怨杨广把他们杨家江山搞成这个模样, 但又能怎样呢? 杨家的江山就算是付出性命他也要保住, 杨林回到龙舟之上见到杨广, 把字已被秦辈放得经过诉说了一遍, 杨广倒没说什么, 宇文化级觉得有机可乘便急忙出言陷害, 十八国联盟到这里劫杀我主, 靠山王被秦, 为何轻易把他放了回来? 是不是靠山王在十八国联军那里答应了什么事情? 还望我主名查, 宇文化级这分明是挑拨杨广对杨林的不信任, 杨林听后怒法冲官大骂, 老匹父, 你在朝中近日害文明日害武, 你害来害去, 竟然害到我的头上来了, 这朝中, 要不是你们这帮奸臣扰乱朝纲, 何致十八反王, 到此截杀皇上, 宇文化级还不依不着, 他求着杨广替他做主, 杨广说宇文清家, 你今日怎么聪明人说起糊涂话来了, 这位是谁, 朕的嫡亲皇叔, 难道说, 朕的皇叔会反弹于朕? 此话一出瞬间堵得宇文化级哑口无言, 宇文成都把对杨林的一肚子怨气, 迁怒于四平山联军, 于是请命到四平山剿灭反贼, 杨林也表示愿为天保将军压阵将功折罪, 撞我大随声威, 下一回, 宇文成都大显神威力占三井。 这是隋唐演义里面一猛对一劫的名场面, 罗世信拎着冰铁枪就向李元霸砸去, 李元霸迅速反应过来, 响当一声两人都被震退数米远, 两人都惊呆了, 也为这是两人自打娘胎出来遇到的第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罗世信相传是聚灵神转世, 也是隋唐四猛第一猛, 曾经徒手分开打架的两头牛, 自从上瓦岗以来也是毫无败忌, 就连隋唐第三好汉裴元庆也差点被他摔得喜巴烂, 而李元霸相传是大蒙金赤鸟转世, 两弟有四项不过之力无人能敌, 加上他进的袁天罡的真传, 武艺也是十分出众, 曾经在阳广面前徒手举起两只加起来三千斤重的金尸, 隋唐第二好汉天保将军宇文成都在他面前也是小弟一个, 李元霸和罗世信的这一碰也算是碰出了爱的火花, 正所谓英雄见面欣欣相惜, 而他们的战斗也毫无招事可言, 碰就完事了, 只听一声巨响, 巨大的威力让两人猛的飞了出去, 可以说两人的力量是不相上下, 可惜的是, 电视剧里面没有一猛一劫会一绝的名场面, 所以小编在此补充一下, 李元霸和罗世信两人站起身后又继续开战, 罗世信开起大铁枪狠狠刺向了李元霸, 而李元霸反应也是相当快, 看到大枪过来猛然用锤一架, 这一下两人就僵住了, 罗世信刺不禁也拨不出来, 而李元霸也不敢松手, 因为大铁枪离他的胸口也近在直视, 就这样两人僵持不下, 在这样下去两人都会有气绝身亡的危险, 就在此时一匹战马如飞四剑闯进战场, 黑马银枪英姿萨爽高声喝道, 交战之人不要惊慌, 某家来言, 他挥枪月马直奔李元霸和罗世信, 此人正是四绝之首的罗松, 他看到罗世信与李元霸僵持在那里, 于是运足了近大鹤一声抡起大枪, 朝着铁枪与大锤交界处打了下去, 只听一声巨响, 大锤与铁枪被罗松的大枪给震开了, 罗世信和李元霸倒滚了几滚后, 便不省人事晕倒过去, 这时双方重兵将一声喊, 各自把自己的战将抢了回去, 此次大战随军与联军皆损失惨重, 之后便各自铭金收兵, 十八路返王也决定回营休整在等待时 击取了杨广的性命, 程咬金因截杀杨广不成睡不着觉, 于是便决定不身一人潜入行宫刺杀杨广, 程咬金正在休息, 呼听一旁的棺材喀巴响了几声, 半夜三更万籁聚集实属吓人, 突然棺材板猛的一声飞了起来, 程咬金立马被惊醒过来, 这是从棺材里站起一个人, 网上一蹦跳出了棺材直奔成咬金而来, 程咬金被吓得浑身汗毛直竖连连后退, 程咬金心向我老程今天是遇见鬼怪了, 下一秒他心一横拎起大腹就是一顿狂慨, 怎料鬼怪一个没站稳扑通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 程咬金大步向前举起大腹就要劈下去, 此时这个鬼怪连忙喊着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原来这个鬼怪是人假扮的, 那么程咬金又为什么会独自一人在这破庙里呢? 原来就在不久前, 李元霸仅凭一己之力打败十八路返亡的一百五十万大军, 使得杨广顺利从四平山逃脱, 程咬金想着截杀杨广不成夜不能寐, 于是搬起他的八卦薛花府, 骑上战马便直奔扬州刺杀杨广, 恰逢半路阴云密布陈雷滚滚下起了轻盆大雨, 于是半路找了一间坍塌的破庙躲了进去, 程咬金素来胆大, 这时又累又饿的他也顾过得多想, 没一会功夫便睡着了, 于是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程咬金一问得知此人名叫吴福, 据吴福口中所说, 他家有个八十岁的老母亲等着他养, 装神作怪也是为了骗几个钱回去供养他老人家, 程咬金最孝顺他娘, 听吴福这么一说他的手就软了, 吴福说着就要把程咬金带回去自己家里,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吴福的阴谋诡计, 吴福将程咬金带到了王世冲家里, 他想要借助王世冲的手干掉程咬金, 可王世冲家来者正是十八路返王的盟主程咬金, 便立即对他肃然起敬, 当即摆宴给程咬金接风, 程咬金一天没有吃饭, 不管三七二十一狼吞虎咽起来, 王世冲说他们暗中集结了一些有志之士, 从城外到行宫打了一条地道, 这条地道直通杨广养心宫的玉床底下, 等这个地道打好之后啊, 除了阳广, 那是一如凡仗受到勤来的事啊, 此话一出城咬金便来了兴趣, 随即就要去看看这地道, 王世冲不好拒绝便提着灯笼带着程咬金上前一探究竟, 只见这个地道工程好大, 地道有一人多高, 两人走了约有一个时辰就到了尽头, 只见有梯子直通地面, 王世冲说从这里顺着梯子上去把盖顶开, 就是杨广的床底, 程咬金不由得连连夸赞, 这真是太好了, 现今正是半夜, 昏君杨广已经入睡, 我老程悄悄地上去, 一斧头把昏君的脑袋砍下来, 咱们就算大功告成了, 王世冲本想阻拦, 可程咬金不听劝阻, 执意爬了上去, 程咬金上到杨广的行宫后却扑了个宫, 他见到桌上有美酒便拿起来多喝了几杯, 不料几杯过后不胜酒粒的他便昏昏沉沉睡在了阳广的龙床上, 好巧不巧他竟然在这里碰见萧美娘正在调戏李世民, 美艳动人的萧美娘正在调戏英俊潇洒的李世民, 没想到李世民不知好歹一把将他推开, 萧美娘一个没站稳摔倒在床上, 哪知道床上正躺着刚喝醉酒的程咬金, 嘴里嚷嚷着他不要你, 我要你, 这可把萧美娘吓了个魂飞天外, 立即大喊快来人哪有刺客, 不一会儿巡夜的玉林军急忙赶来将程咬金抓了起来, 大殿之上程咬金马不在乎, 舔着大肚子大摇大摆走了进来, 宇文化极见他不跪便大声高喊, 大胆匹夫快跪下给万岁磕头, 程咬金冷笑两声, 嘿嘿,跪下, 我老程上跪天下跪地, 在家跪父母, 出外跪明君, 无道, 昏君我就是不跪, 杨广一身傲气道不与这程咬金一般见识, 便问他是怎么进来的, 同伙有谁从事讲来, 程咬金也没给他好脸色看, 嘿, 你这个昏君, 你问我的同伙吗? 我的同伙多得很, 九省的老百姓都是我的同伙, 告诉你现今扬州的五行八座三教九流男的老少, 都想喝你的血吃你的肉, 我老程来杀你就是他们的意思, 杨广见程咬金如此嘴硬便说, 好你个会是魔王程咬金, 既然你来了, 现在也不能让你白来, 说罢便命令士兵把程咬金推出去斩首侍中, 萧美娘见时机到来, 便让李密设法就下程咬金投奔瓦钢, 也为他知道杨广这样下去肯定是会亡国的, 现如今活下去的希望就寄托在李密手里了, 就在程咬金准备领盒饭之时, 忽听轰隆隆一阵天崩地裂的响声, 就觉得天摇地动, 把大火都吓啥了, 原来在行宫东北角上, 平地他献出一个大窟窿来, 李密赶忙将这事情报于杨广, 杨广顿时来了兴趣立即就要派一人下去一探究竟, 语文化集立即进言, 下地雪里去极凶莫测, 依老臣之见, 不如就叫事才要凌迟的程咬金下去先探个路, 如若他下去死在李边上不来, 也就等于把他处死了, 倘若他能探明李边的究竟活着上来, 万岁可舍他不死, 不知万岁一下如何, 杨广哈哈大笑直呼有趣, 于是便让人将程咬金带到大殿上了, 程咬金, 皇上要好生之谷, 给你个赎罪的机会, 命你到地雪探个究竟, 能探明白即设你死罪, 你可敢下去, 说到下地雪, 程咬金可是十分有经验, 他跟杨广讲了下地雪需要准备的东西, 就这样程咬金二次探险地雪, 下去后竟发现了王世冲等反随暴政的有识之事, 程咬金将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说给王世冲听, 王世冲让程咬金赶忙跟着他们一起逃命去, 可程咬金大意凛然并没有跟他们一起离开, 也为他知道如果自己走了, 杨广再派人下来一看究竟, 这条密道就算是废了, 说着他跟王世冲的手下拿了一个牛头就准备上去, 此时的杨广正在地雪旁焦急等待程咬金的消息, 忽然一个牛头迎面砍了出来, 吓得杨广直接三魂丢了气魄, 一怒之下再一次下令江城咬金斩了, 而李密则是借助机会靠近程咬金, 决定将他救出, 李密说他早就想投奔瓦岗,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今天有幸遇见混是魔王实属天命所归, 今天就算是豁出性命, 也要将程咬金救出去, 程咬金见李密几句傲骨又富有才华, 别说我老城市有心之人, 你要真把我放了, 咱们一块到瓦岗山, 我脱跑让位, 这混是魔王大德天子的位置就归你了, 经过一番折腾, 程咬金和李密顺利回到了瓦岗, 程咬金将此次的遭遇说与众人知道, 并将他和李密的承诺告知众人, 瓦岗众人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下来, 李密的加入让瓦岗寨有了质的飞跃, 李密登基后, 封城咬金一个剑官大三级及大卫驳兵马大元帅帐下前部正任渡先锋, 随后李密联合王伯当着守瓦岗寨的建设之际, 招兵买马, 瓦岗寨不断装大, 王伯当提议攻打红泥官寺水官, 林铜官, 虎牢官, 黄土官夺取先机, 李密应允下来, 并派成咬金为先锋官先取红泥官, 李密的加入让瓦岗寨瞬间有了质疑断的飞跃, 李密对山寨里的军事正式人士, 以及生活方面的事情都定出了张筹, 把山寨治理的有条不紊, 秦琼徐茂公和众兄弟见他如此能干也都暗自佩服, 也许李密除了好色一点, 其他各方面都挺好的, 当然这也不怪的, 毕竟那是随朝第一美人萧美娘, 这天李密召集瓦岗寨五虎八彪定出了瓦岗山向外扩展的计划, 王伯当向李密提议攻打红泥官寺水官临同官户劳官黄土官这五个关口夺取先机, 于是李密便命令程咬金为先锋官率军攻打红泥官, 红泥官的主将巴马将军新闻里是一个有万富不当之勇的猛将, 他因为得罪了语文化级不得重用, 才派到这里窝囊的当一名总兵, 他听说瓦岗军已兵临城下怒法冲官, 他美丽的妻子东方玉梅好意劝解他几句, 没想到新闻里不知好歹竟粗暴地将他推开, 你这个臭娘妈,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别以为你在娘家学了点玄境, 就是什么了不起的, 要不是看你哥哥是个山态吗, 我早就回了你了, 此时哨兵来报, 瓦岗寨的程咬金正在城下骂阵, 新闻里气急败坏一把将东方玉梅推到一边, 拿上武器就急匆匆地出发, 留下东方玉梅一人在屋里独自伤心, 两军阵前, 新闻里一眼就认出了当年的文武双壮业王伯当, 新闻里说王伯当你这个人飞风即上, 大随天子对你不薄, 亲笔点你为投名武状运, 给你冒叉公花十字披红让你光宗耀祖, 谁知你却气官反大随投靠最后, 王伯当不想跟他说太多废话, 于是驾马上前与新闻里大站在一起, 新闻里一个白蛇吐信直奔王伯当自去, 王伯当使用他的金背七星刀使了个金龙所遇待, 就这样两匹战马搅在一起, 王伯当见新闻里越杀越勇, 再这样下去必输无疑, 于是灵机一动掏出暗器朝新闻里的面门射去, 新闻里躲闪不及正好射中左眼, 新闻里见识不妙, 拨马就往回跑, 回到城内的新闻里疼痛难忍哭天喊地, 东方玉没见丈夫受伤急忙到率听来查看, 此时新闻里大叫让东方玉没帮他把剑拔出来, 东方玉没往外一拔, 剑头上的钩把整个眼珠子都带出来了, 疼得新闻里大叫一声, 不一会儿便痛得倒地身亡, 东方玉没的武艺不在新闻里之下, 自从他嫁给新闻里之后, 新闻里便因为东方玉没的两个哥哥都是响马对他百般虐待, 所以新闻里的死亡东方玉没也不怎么伤心, 但是新闻里毕竟是他的丈夫, 报仇血恨是在所难免的事, 今天要杀了王伯当, 给你这混账新闻里再不相亲, 于是他点兵点将率军攻打瓦岗大军, 可不料东方玉没看得王伯当的第一眼, 便被这个俊俏的小伙深深吸引, 双枪老将丁延平的徒弟东方玉没到底有多强, 面对程咬金的猛烈进攻, 身轻如燕的他只用一个回旋踢就将程咬金击落于马下抓了起来, 因为王伯当在战场上杀死了东方玉没的夫君新闻里, 所以东方玉没畏计一个妻子的责任势必要为新闻里报仇血恨, 可东方玉没见到王伯当的第一眼, 便被眼前这个帅气的小伙子深深吸引住, 只见王伯当长得身面如美玉木四朗星, 一脸英气一身俊武, 东方玉没不由地从心里加以赞美, 说罢东方玉没舞动双枪分心就死, 王伯当推窗望月挥到湘颖, 打到对双枪大战十几个回合谁都没占到便宜, 此时东方玉没从袖口掏出白灵将王伯当捆住, 随即猛地将他拉了过来, 就这样今天的瓦岗损失了程咬金和王伯当两员大将, 东方清说既然把这两个抓来了, 就应把他们绑在灵堂开堂摘心, 给新闻里报仇血恨, 这也算是给他个交代了, 可东方玉没却有自己的想法, 他让士兵将他们两人压下去, 东方玉没回到自己楼上摘归卸甲, 换了一件新做的衣服, 他镜面竖口在梳妆台上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丫鬟以为东方玉没一位王夫而伤心便安慰他, 夫人,您就别难过了, 人死不能复生, 大帅是为朝廷尽忠而死的, 承咬金千万不能急坏了身子不安, 东方玉没说什么, 只是让丫鬟去准备一桌晚宴, 他今晚要设宴请客, 随即他又让丫鬟过去将承咬金叫过去问话, 承咬金进到屋里流神观桥, 只见这楼堂之上珠光宝气灯光明亮, 不多时右边礼物门连一条, 东方玉没从里边走出来, 这时他已不是女将打扮, 而是穿着家常便服, 灯光之下显得他更加娇媚动人, 就在承咬金正胡思乱想之时, 东方玉没笑呵呵的来到承咬金跟前, 承将军, 两军镇前多有得罪, 小女子在这里给您行礼了, 东方玉没落落大方让承咬金落座, 承咬金一看, 这是干什么呀, 莫非要给我老承来个美人祭不成, 这里有酒有菜, 你就不用客气了, 东方玉没打扮得漂漂亮亮, 将承咬金叫到自己的闺房, 这可把承咬金整不回了, 心想这小寡妇莫非是对我有什么企图吧, 就在承咬金胡思乱想之时, 东方玉没一脸娇羞的模样走了过来, 她让承咬金落座吃好喝好, 将军, 这里有酒有菜, 你就不用客气了, 承咬金心想这小娘子到底在耍什么把戏, 难道说要把我喂饱了, 杀了我去给她丈夫祭祀不成, 不管了, 吃饱再说, 东方玉没则是一脸羞人哒哒的样子, 这真的把承咬金整不得了, 承咬金当即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东方玉没让承咬金不要误会, 他说请承咬金吃饭也只是有求于他, 东方玉没说了一句, 我的命好苦之后便油油哒哒地哭起来了, 他把自己的身世简要地叙述了一点, 原来东方玉没是北齐名将东方燕的爱女, 东方燕在随朝灭北齐时战死沙场, 哥哥东方轻便带着妹妹逃离家乡四处流浪, 哥哥当了响马, 自己则是遇见双枪将丁延平学了一身武艺, 后来丁延平将他许配给了刚死去原配夫人的新闻礼, 一开始夫妻还相安无事, 谁知新闻礼是个性情粗暴的人, 时间长了, 对东方玉没就经常打骂, 新闻礼战死之后, 东方玉没一开始也想报仇, 但想起新闻礼对待自己的粗暴也就冷了半截, 等到在两军阵前看见了王伯当, 报仇的心就全凉了, 所以他没有当场把王伯当打死, 而是把他活捉回来, 程咬金恍然大悟, 东方玉没一脸娇羞地说正所谓投婚, 随父母再婚留自己, 新闻礼已死, 在家自己可要做主了, 程咬金把这前因后果听明白之后, 心里很是高兴, 你们俩要是配到一起, 那才叫狼才女貌天生一对, 东方玉没说要是此事能成, 我愿意献出红泥关, 于是程咬金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随即东方玉没又让人将王伯当请到屋里来, 王伯当进门一看, 见程咬金一个人舔着大肚子, 坐在那里吃着酒肉, 便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伯当坐下后, 程咬金便让王伯当赶紧吃好喝好, 你小子有福了, 这小寡妇可看上你了, 四哥我看你们狼才女貌天生一对, 便给你们答应了下来, 四哥, 你是喝多了还是疯了, 这个女人的丈夫刚死尸骨未寒, 就想着改嫁, 我王伯当怎么能却这样不知羞耻的女人, 王伯当这一顿雷烟火炮, 把程咬金可给轰击了, 收起你这一套, 哥哥我可不吃, 你给我坐下, 程咬金接着说东方玉没有哪一点不如你, 论长相论出身论武艺, 哪一样都不在你之下, 你不要手驴拉硬是硬装相了, 再者说人家东方玉没和你成亲, 情愿双手奉献红你官, 你是娶了媳妇又立功, 这两全其美的是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 这件事我已经答应了, 你不乐意也得乐意, 王伯当心里的火压了, 又压没有赶发出来, 最后找出了理由, 我说四哥呀, 我是兄弟不愿意, 你想我们元帅军师定下的十七绿五十四斩, 咱能不遵守吗, 这临阵收起可是掉头的死罪啊, 我没你的雄心抱子胆我可不敢, 程咬金一听你小子竟然这么说, 那么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你只要答应了就行,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老程吧, 王伯当说只要大帅军师答应了我就遵从将领, 说着程咬金变到东方玉没的屋里报喜, 我兄弟王伯当总算答应的, 你妹, 你可真是好福气啊, 东方玉没一脸娇羞喜出望外, 程咬金说我们那里有个军令, 临阵娶妻可是死罪, 倘若你信得过我程咬金, 你就放我回去找我们大帅和军师商议此事, 东方玉没喜出望外, 我怎么信不过程将军呢, 说着便让程咬金回去, 瓦岗说了此事, 程咬金也不负众望, 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搞定了这件婚事, 第二天中午, 秦琼和徐茂公等人来到, 红迷关为王伯当和东方玉没主持婚事, 正当大家正吃酒高兴之际, 忽然有人来报, 不好了东方出事, 语之后事如何请听小编下回分解, 王伯当和东方玉没这对新婚夫妻 在栋花竹叶一言不合便打了起来, 丫头立即将此事通报秦琼、徐茂公等人, 众人听后立即赶到他们的婚房一看究竟, 原来就在刚刚, 王伯当和东方玉没拜过花堂之后, 大家在前庭饮酒祝贺甚至欢庆, 新郎新娘入了洞房, 洞房里红竹高烧一团喜气, 新娘东方玉没坐在起罗帐内一脸娇羞地 等着帅气的夫君回来跟他洞房, 听到声响后, 东方玉没便立即盖上红盖头, 只听大门当的一声, 王伯当醉醺醺醺地走了进来, 此时的东方玉没心里甜滋滋地正等着王伯当心盖头, 王伯当心里面也觉着挺满足的, 他想自己活了三十多岁, 金榜提名和洞房花竹的人生两大喜事都经过了, 看个新娘,美貌胜死攀金莲, 武艺高过户三娘, 我也应该感谢大帅和军师为我们主持这场婚事, 就在王伯当要掀盖头之时, 程咬金和齐国远一帮喜爱说笑打闹的弟兄闹洞房来了, 王伯当今夜心情大好, 于是便推门而出和他们去喝酒, 众人来给他道喜, 王伯当连忙坐一向怀, 齐国远这时又摆起老资格来了, 一开始啊, 假训绪都不愿意呢, 哈哈哈哈, 左岗, 右左岗, 你看现在, 摆得这一朵画一样, 说吧几人不停地调侃王伯当, 这可把王伯当都整害羞了, 齐国远说要说这事情, 那你还真的要感谢咱们四哥, 程咬金也说兄弟这是你确实得感谢我, 要敬我一股酒才行啊, 王伯当知道推托不过就把一股酒嚎引起来, 程咬金今天酒喝多了, 话也越说越走板, 他跟众兄弟们说, 这小白脸呀没一个好心眼, 众人觉得不好意思便说八弟, 四哥是说你长得亮灾, 我们的四十六弟罗承才是小白脸, 小编估计要是罗承听到的话大概会这样说, 你罗爷爷我今天要帮了你的贼皮, 酒桌上程咬金又继续说, 哥哥不是喝醉了, 哥哥是有什么说什么, 你看我程咬金跟你们可不一样, 别看我傻大黑粗, 我是直出直入有啥说啥, 要是不乐意的事, 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这一番话不光把王伯当说的脸上吓不来, 他急忙笑着让程咬金喝酒来演示自己的不痛快, 此时谢硬灯觉得不好意思怕程咬金在胡说, 便拉着他们到前厅去喝酒, 大伙走了之后, 王伯当越想越气越想越变腻, 他想着都是这个东方玉梅闹的, 要是没有他我也不会受这个窝囊气, 他独自一人喝起闷酒来, 刚才心里边那一团喜气变得烟消云散, 王伯当无精打采地回到屋里, 坐在那里生的闷气, 不知情的东方玉梅正在起罗帐里美滋滋地等着他来接盖头, 可王伯当一直坐着那里喝着闷酒, 东方玉梅一直等到二更以后, 新郎也没有把盖头给他掀开, 他实在等不及了便掀起盖头看了看什么情况, 只见王伯当十字披红, 身穿大红团龙袍试试英俊, 再看他坐在那里已经睡着了, 心中甚为爱怜, 他迈不来到王伯当跟前轻声慢语地说将军你是困了吧, 快到床上歇息吧, 带围棋来帮你更衣, 哎, 别碰我, 这操作可把东方玉梅整不回了, 赶忙问他到底怎么了, 我自丧气以来, 早已心如死灰, 若不是你托我兄弟, 几次三番田来求情, 我压根不会娶你, 哼, 如今, 我王伯当顶天立地的一条汉子, 却要因为你这个水性洋化的女人, 受这么大的窝囊气, 我东方玉梅也不是好欺负的, 好你个王伯当, 好你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竟然敢这样侮辱我, 王伯当借着酒劲接着说, 你的夫君心瘟礼, 还尸骨未寒吧, 垂下有知, 该作何敢想呢, 还是你若再看上别人, 我王伯当, 又该作何下场啊, 此话一出, 东方玉梅可就忍不住了, 新婚夫妻就这样在洞房之内一阵撕打, 只见他们打的桌翻译倒杯盘乱飞, 这场面比洞房花竹叶还激烈, 屋外的丫鬟一见便立即去禀告秦琼, 徐茂公等人, 秦琼和徐茂公文豹立即和众弟兄赶到新房, 只见两个人还扭在一起, 东方玉梅健哥哥到来跑到床边委屈巴巴哭了起来, 东方白说要是谁敢欺负你, 我一定打断他的狗腿, 徐茂公一怒之下立即命人将王伯当拉下去, 谢影灯和尤俊达便带着王伯当掀下去, 秦琼则是安慰哭得稀里哗啦的东方玉梅,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给你主持公道, 这一幕小编都看得心碎了。 新婚之夜王伯当将东方玉梅打得稀里哗啦哭了起来, 这番操作王伯当多少有点不知好歹了, 大堂之上秦琼质问王伯当为什么会在新婚之夜打新娘呢, 而且是这么漂亮的新娘, 还有王法, 还有法律吗? 心虚的程咬金立即接话, 我说兄弟啊, 不是我说的你啊, 你这打老婆就是你的不对了, 王伯当不好说受了程咬金的窝囊计, 他说这门亲事我本就不乐意, 只因大帅和军师说了话, 我才不得已应下的, 今晚我们之间因言与不合便打了起来, 徐茂公说你和东方玉梅的婚事是大帅做得住, 现今你打东方玉梅就如同打大帅, 你可知罪啊, 王伯当说他知错了但是他不服, 秦琼见王伯当傲气十足不知悔改, 吓唬吓唬他将他推出去喊了, 单雄县连忙站出来说这两口子结婚多喝了几杯打得闹闹也很正常啊, 程咬金反倒又说起了风凉火, 你这洞房打新娘, 那就是掰元帅和军师的脸啊, 就是给我老成脸上抹狗屎, 程咬金这几句风凉话立刻激起了齐国远的不平, 军师哥哥, 我当兄弟犯罪该杀, 可这里边有个阴有的, 什么阴影? 还没醒酒的齐国远想了一下, 王伯当觉得不好意思便打断了齐国远的话, 随即表示他愿意受罚, 徐茂公也大概知道了这事情的来龙去脉, 于是便问程咬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还没让我兄弟打老婆呀, 徐茂公一听那就是有这回事了, 原来正是你这个嚼屎棍从中倒了, 当年在甲柳楼就是你挑的罗成跟扇雄信打了起来, 今日你又挑的新婚夫妻大概一场, 我看你这个人呀是可杀不可留, 正在气氛尴尬之际士兵来报, 东方玉梅和他的两个哥哥带领本部人 马开了北城门放了三声炮走了, 秦琼这一听可真急了, 如此一来我们瓦岗岂不就成了背信弃义之人了吗, 随即秦琼命令善雄信赶紧带些人马将东方玉梅追回来, 我今日起把你逐出瓦岗寨, 碾出红尼棍, 从此不再重用, 程咬金心里也是一把火, 我才不当魔王几天, 这就把我撵走了, 牛鼻子老道你给我等着, 我迟早还得回来, 众人不理程咬金, 他只好走出前厅, 徐茂公说王不当, 你受程咬金挑唆今天暂且饶你不死, 你现在务必立刻离开红尼棍把东方玉梅追回来, 如果请不回来东方玉梅, 那是在杀你个二嘴皈依, 就这样王不当和程咬金被暂时赶出了红尼棍, 王不当心里好像堵了个大哥的低头不已, 程咬金却是满不在乎有说有笑, 我说兄弟, 凡事你得往宽处想, 别听那个牛鼻子老道的, 别看他现金说不用我, 到时候他还得拿八台大轿来接我, 这就看咱哥们有没有能耐了, 王不当只是哼哈地答应, 两人走着走着便到了一家茶楼吃饭, 程咬金说我有个好主意, 我们只要拿下四水关, 到时候牛鼻子老道不得冲咱们挑大母哥, 没兵没马的, 怎么打, 送死吗? 程咬金不屑地笑着说, 这次水关的守将可是我的兄弟, 兴许说说这事就能成了, 不行不行不行, 你看娘的还拼命三郎的, 就是他妈的狗屁三郎, 老程, 你再这么胡说八道我跟你没完, 程咬金见王伯当即了便安慰他, 行了兄弟, 你就再听一会哥哥的吧, 哥哥不会坑你的, 就这样这对落难兄弟骑着马屁颠屁颠来到四水关外, 程咬金, 我四水关与你近日无仇, 远日无怨, 你来我这里坐身, 王伯当一听瞬间猛圈了, 我说四哥你不是说认识他们吗, 你这不是又坑我吗, 程咬金笑着说我要是说不认识的话, 你还敢跟我来吗? 阿爷, 今天来取你的四水关, 还不赶紧双手放上, 可天雄见程咬金如此大胆便命令手下将程咬金和王伯当围攻, 王伯当见状铺不上许多冲了上去, 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 好汉驾不住人多, 面对四水关两员大将的猛攻, 王伯当最后没能顶住, 被葛天龙一棍打落于马下被生擒活捉起来, 可程咬金见他们不好对附近临阵脱逃, 程咬金一路狂奔逃到一处荒郊野外, 正当他以为安全之势, 一群响马半路杀出将他网住压去了清风寨, 清风寨寨主正是东方白, 此时的东方白正在埋怨东方玉梅一姑行要嫁给王伯当, 现在把城池都给弄丢了, 此时哨兵来报, 抓到了一名可疑人物, 程咬金被推到桌案之前, 程咬金抬头一看张开大嘴就乐了, 谁知东方玉梅怒火中烧, 好你个程咬金休要胡说, 这回我算是看清了你们瓦岗, 秦琼徐茂公你们都是骗子, 你们把我的红泥官骗到手就翻脸不认人, 我没有找你算账, 你到自己送上门来了, 东方白立即下令就要将程咬金拉下去砍了, 程咬金死鸭子嘴硬说帝妹啊, 你可是不知道里面的事情啊, 你容哥哥把其中的情友给你讲清楚你在杀我, 我就死而无厌, 于是程咬金又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起来, 程咬金说自从你走了之后, 军师就把我和王伯当撵出了红泥官, 军师说不不把你请回去就让永不禄用, 我们俩就四处寻找帝妹你的下落, 湖中听到你被似水关的人抓了去, 我那兄弟王伯当为了你就像不要命一样冲锋陷阵, 我本来跟他说靠我们两个是打不过他们的, 他说我对不住东方玉梅姑娘了, 我欠她一条命了, 我就是站死在这儿, 我也吃啊, 帝妹啊, 那人呢, 程咬金说着说着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都哭了起来, 女人还是心软, 听程咬金这么一说, 东方玉梅的气也消了, 程咬金接着说帝妹啊,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不然她早就吃下去了, 我要是有一个字是假话, 就让雷冯把我兄弟王伯当给骗了, 程咬金的一番话下来让东方玉梅的气全消了, 他不仅放了程咬金, 还不顾哥哥的反对要去似水关救王伯当, 搞你个东方玉梅, 你这个无耻之徒, 你丈夫尸骨未凡, 你却令家, 你这个水心阳化的女人, 哪有脸跟我交战, 多带她上女儿女孩的, 东方玉梅最不爱听这话, 脸一红怒上心头便冲了上去, 葛天龙和葛天成兄弟两棋起上阵, 只见东方玉梅手持双枪以敌二, 面对两人的猛攻, 东方玉梅一巧胜人, 双方打了三十来个回合, 东方玉梅便已巧劲夺过他们的武器, 随之而来猝不及防的白林更是将他们二人牢牢捆住把他们生擒活捉, 程咬金跟他们两人说, 只要劝详你家大哥, 我保你们两人相安无事, 还让你们当大将军, 葛天龙心想他们两说的很有道理, 于是便决定投降瓦岗, 东方玉梅心一软也就原谅了王伯当, 就这样程咬金不仅稀里糊涂地帮助王伯当追回了东方玉梅, 还顺便为瓦岗取得了四水关, 要说这人一旦有福气, 干什么事都顺畅, 下一回, 靠山王射阵诱敌, 反王岐急攻打紫金山, 靠山王杨林为了一举歼灭十八路反王, 他向杨广提议以玉玺为诱而设下同旗阵, 让十八路反王聚起紫金山前来破阵, 而宇文化吉这个老匹夫为了削弱李渊的势力, 他向杨广提议此次战役让李渊出兵十万前来助阵, 若是他肯掉就用他的兵力去打反王, 使他们两败俱伤, 若是他不肯掉就以谋犯为命把他剿灭, 以绝后患了, 李渊接到圣旨后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 他也再次感叹杨广这招真的又是一部无解的死期, 回想李渊这一路走来, 真的是处处小心地在夹缝中生存, 早在隋朝刚建立的时候, 就因为隋阳帝阳间的一个梦, 差点害得李家惨遭灭门之灾, 李建成说上次一个院内修建好行宫, 已经是惊险逃过一劫, 如今又要交出十万兵吗? 这杨广分明是有意要将我们李家赶紧杀绝吗? 李渊吉也劝李渊绝不能交出这十万兵马, 不然通首府就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空盒子了, 此时李世民审视夺势果断劝李渊罚了隋朝, 不行, 天下大事已然如此, 隋朝已经气数将尽, 你又何必死守呢?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自立为王, 住口! 李渊见李世民如此大逆不到便将他扣押起来, 李建成和李渊吉心怀鬼胎, 李建成觉得李渊如果造反成功, 那么他将会坐上太子之位, 于是他带着李渊吉找到李渊给李世民求情, 李建成表示自己赞同李世民的看法, 他说如果真的派兵前去增援, 那么通首府上下变成了一个空壳, 如果这时候有人率军贸然进攻, 这恐怕李家上下性命就难保了呀, 其实李渊知道阳广处处刁难他们李家, 李家迟早有一天会遭殃的, 但是又找不到起兵造反的时机, 因为李渊所处的太原地区是当时隋朝的军事重镇, 周边都有朝廷的重兵把守, 如果贸然起兵造反, 很有可能被分分钟灭掉, 还有一个就是李渊毕竟是杨广的大表哥, 李渊有着很深的君臣礼教观念, 不到万不得已, 他也不愿放弃这一份编制的工作去冒险造反, 但是事到如今局势不一样了, 十八路返王六十四路烟臣都来瓜分随朝, 于是他又叫了李世民前来问他的意见, 天下大事已然如此, 返王四起, 李渊王世冲都已举起, 就连救救斗建德, 也招兵买满割据一方, 李渊听从了李世民的意见, 顺应天下局势在晋阳起兵造反, 经过十三天的激烈战斗, 长安京都完全被李家控制住了, 而十八路返王这边也开始汇聚紫金山大破铜旗阵, 靠山王杨林为了一举歼灭十八路返王, 他向杨广提议以玉玺为诱饵召集天下返王, 前来破铜旗阵, 杨广深以为然听从了杨林的建议, 就这样十八路返王接到杨林所下的文书之后, 全部都往紫金山集合攻打铜旗阵推翻随朝, 徐茂公说此次首阵的大将有靠山王杨林, 天保将军宇文成都, 双枪大将丁严廷, 古劳关总兵上司徒, 还有北平王罗毅, 说曹操曹操的, 当天晚上罗毅秘密来到瓦岗军营, 他和秦琼等人蒋明杨林调起了五十万兵马数千元上, 将全部都用在这个阵里了, 他们要用这个大阵孤住一致, 把天下十八路返王一网打尽永绝后患, 而这个同骑阵甚是厉害, 里边是大阵套小阵, 小阵连大阵, 到处都是陷阱, 不解内情的进的阵去就只有九死一生了, 此时罗承请求让罗毅驻他们一臂之力, 罗毅思索一番后, 便让罗承帮他守阵到时候暗中帮助瓦岗, 第二天众王骑及瓦岗军营内, 他们仿效四平山截杀杨广的办法煞血为盟, 正当众王要饮血酒的时候, 哨兵来报靠山王杨林前来拜会各位王爷, 煞世间众人意乱纷纷, 里面说众位王兄大家稍安勿躁, 杨林此来必有用意, 我等且听听他说什么在座定夺, 杨林虽叫钱又老了不少却还精神绝朔, 王家千岁, 交战之前, 王家突然光临, 有何见叫? 杨林开门见山说道, 我撒出简帖请来各位, 是为你我双方在紫金山下最后决一胜负, 老夫命人在紫金山摆下一座铜旗镇, 三月初三开始任凭你们前来破阵, 我今奉天子明照, 在打阵之前邀请你们先去观阵, 不知各位王爷可愿去逢, 各路返王不知杨林虎炉里卖的什么样, 众人一时间议论纷纷, 徐茂公一看如不答应便会有失格返王的尊严, 于是他和杨林约定明日中午在山口等候, 后各路返王又商议对策, 众人知道徐茂公见多识广, 而且懂得三掏六掠和各种阵法, 便请他拿主异定计策, 徐茂公说杨林约你我前去观阵, 无非是想要炫耀他们的武力, 我们去了当然也只能看见外表不能窥见内情, 反摆阵者必有许多变化, 但不管他什么阵法, 有成必有破, 所以各位王兄看过之后不要为他阵内的声势所设服, 第二天众人齐聚紫金山东山口, 只见各个山头隐约可见经济飘斩, 整个紫金山方圆百里, 而同骑阵战地方圆也有数十里, 随后杨林又一一介绍了首阵的大将, 杨林说你们只要破了这四位大将的阵法那边可以去抢这一面同骑了, 只要抢到了这面同骑, 便可以凭这一面其换的当朝玉玺, 回到军营后众人又请教起徐茂公破阵之法, 徐茂公说大阵按八卦方位布置, 设有修生杜沙等八门, 若从生门而入,一路可无阻挡, 若从死门而入,处处遇到埋伏, 另外各个阵法也自暗八卦不知, 各阵可独自作战, 也可听同骑主阵号令联合作战, 徐茂公说眼下还没想到办法, 他让重反王先行退下, 破阵一事要让他好好想想才行, 而罗成为了帮助瓦岗破解阵徒, 也只好再一次来到丁延平身边盗取阵徒, 这是隋唐演绎最悲情的一幕了, 罗成为了盗取同骑阵徒与一副丁延平大打出手, 就在前不久靠山王杨林为了一举剿灭十八路返王, 他在紫金山设下同骑阵, 罗成为了帮助瓦岗兄弟们取得同骑阵徒一身犯险, 在军营里面他又遇见了他的一副双枪老将丁延平, 自从丁延平上次在长蛇阵里挨了一枪以后, 他就一直在怀疑那个自暴成咬银的小冤家到底是不是罗成, 饭桌上丁延平说上刺剑你是在兴隆镇的客栈, 那天咱们也俩高兴, 还切磋了单枪对双枪的诀窍, 不知成是否还记得呢? 说着两人便在饭桌上一块围枪切磋了一番武艺, 罗成也将这单枪破双枪的诀窍熟练于心, 一下子就破了丁延平的双枪, 丁延平哈哈大叫, 随后丁延平跟罗成说起了自己在瓦岗设下一次长蛇阵的事, 不曾想除了你之外竟然还有人能够破我的双枪, 还险些要了我的性命, 丁延平说当时瓦岗有一名自称叫程咬炎的, 脸上戴着个面具, 年纪和你相仿, 他竟然身安单枪破双枪的诀窍, 还扎了我一枪, 这个人你可认识啊, 老头子说到这里, 二木员争执瞪罗成, 他要看罗成如何回答, 罗成也知道此时的丁延平已经开始怀疑到他, 就在罗成不知所措之时士兵来报, 炮山坊有请丁将军前往冲军上, 商议守阵之事, 知道了, 此时罗成说着就要随同丁延平一起前去观摩阵法, 可罗成走到杨林帐外却被拦了下来, 不太把六太太, 我带父亲来守阵, 为何将我拦在帐外? 此时杨林走了出来, 我说贤侄啊, 你父王因并不能来守阵, 你出担大任经验上前, 所以我和众位将军商量决定由丁老将军与你同手一阵, 他做主帅你任前锋, 所以你就不用参与守阵商议之事了, 罗成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只好无奈地转身离去, 当天晚上丁延平回来后, 罗成便迫不及待地追问关于童骑镇的事情, 而丁延平对罗成已经开始怀疑, 于是便随便找了个理由把罗成打发了过去, 为此罗成还打来热水为丁延平洗脚, 罗成说起了北平府的生活, 说起了父亲的铁面无情和义父的无私藤爱, 情之所至不由的两眼通红, 父子两也沉浸在这浓浓的父子情中其乐融融, 可无论罗成此事如何献殷勤, 丁延平对着童骑镇的事情一字不提, 罗成知道是到如今如果不到出阵图, 那么将会使得十八路返亡损失惨重, 于是罗成心意狠, 只好决定舍小一而取大义, 趁着丁延平睡着的时候偷偷前去盗取阵图, 这是隋唐演义中最为虐心的一幕了, 罗成为了道具同其阵阵图, 活活逼死了自己的义父丁延平, 就在刚刚, 罗成趁着丁延平熟睡之际, 悄悄闯入丁延平的帐内道具同其阵阵图, 就在罗成以为自己得逞之时, 丁延平立即起身叫住了他, 丁延平说早在一字长蛇阵之时, 就怀疑那个懂得单枪破双枪的程咬吟就是你假扮的, 于是这次故意将阵图放在显眼的位置引你上钩, 没想到你竟然大胆的赶来这里盗取阵图, 随后他让罗成赶紧弃暂投名将阵图交换回去, 这对于年纪轻轻的罗成来说确实是十分困难的选择, 一边是替天行道的反随意识, 一边是对自己恩重庐山的义父, 一番思想斗争之后, 罗成最终还是选择蛇脚结成大义一定要将这阵图带出去, 但是丁延平也有他的使命在身上, 那就是镇守住同其镇助力随朝剿灭十八路反王, 于是父子各为其主便大打出手, 此时的丁延平虽然已经七老八十了, 但是他却饱到未老, 父子俩就这样赤手空拳大站在一起, 无论罗成怎么想方设法的逃脱, 丁延平都能够用他的擒拿手将罗成给甩回来, 这明眼人都看得出丁延平根本不想伤害罗成, 罗成将阵图收到衣袖里, 他狠下心来再一次向丁延平发击猛烈进攻, 丁延平也利用他灵力的身法与之对抗, 罗成本想找个机会冲出去, 不料丁延平勾来一把凳子堵住门口, 罗成抬脚将挡在门口的凳子踢得稀巴烂, 丁延平也趁机用他一记手刀就将罗成打了回去, 此时激烈的打斗声引来了外边巡逻的将士, 丁延平连忙哈哈大笑, 此时的丁延平还苦口婆心希望罗成能够回头十安, 因为现在的他要将罗成制服那是分分钟的事, 可罗成心意已决, 现如今这天下, 民不聊生百姓皆干而起, 十几种法王都已经聚集到紫星山, 大随戏数不信, 丁延平说他是大随臣子, 必然效忠大随皇帝, 尽管他知道如今事态炎凉, 他也断不可能会做出投敌叛国不忠不义的事情, 在罗成看来, 丁延平这是盲目的愚衷, 成儿事端重大, 就听为夫一句劝, 不要再胡闹了, 反意已决, 丁延平莫要再去, 丁延平见说服不了罗成, 也只好继续用武力来解决这件事情了, 罗成也信誓旦旦表示就算是付出生命, 也要将此图带出去, 丁延平也说你要想将阵图带出去, 除非从我的尸体上化过去, 其实他们两人都没有错, 错的是如今的事道, 罗成擦了擦眼泪说您是我的义父, 又是我的恩人, 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呢? 这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 说完他下跪给丁延平刻了一个响头, 就算是还了他往日的恩情了, 若我今天能踏出此, 一切就听天荣誉吧, 随即心意狠又对着丁延平发起进攻, 罗成的攻势也变得异常凶狠, 可罗成在拳脚功夫上根本不是丁延平的对手, 最后时刻罗成被丁延平踢至半空落地时, 眼看就要被地上的木刺穿头毙命, 丁延平护子欣切力马抓住罗成, 真是愿意为此破除性命, 罗成心意狠趁气不被踢开丁延平, 随后迅速投也不回便逃了出去, 看着宝贝义子罗成离去的背影, 丁延平心如死灰, 丁延平只好拔剑自问成全罗成, 罗成狠心撒泪而去, 将这阵图交到秦琼手里, 第二天, 十八路返王齐聚紫金山开始破阵, 宇文成都换来他的赤探火龙军, 随即一跃而起便向秦琼杀去, 宇文成都和秦琼有夺妻之仇国家之恨, 所以宇文成都恨不得把秦琼捅一万个透明窟窿, 随着承咬金的进攻, 众反王也朝着白虎镇的方向杀去, 反随义军就像是打了鸡血一般来势汹汹奋力拼杀, 而随军也顽强抵抗戎不得反贼践踏他们的薄图, 将士们所到之处刀光剑影拼个你死我活, 现场顿时战鼓如雷海沙震天, 就在双方陷入异常苦战之时, 李元霸露出八颗大白牙手持一对肋骨瓮筋锤策马奔腾而来, 只见李元霸已锤一个小朋友, 锤得随军将士们惨叫连连, 于是李元霸掉转马头与宇文成都厮杀在一起, 此时李元霸家住宇文成都的奉执刘金棠就要使出他的锁骨分金追命锤, 李元霸猛的发力将宇文成都的兵器弹开, 随即重锤出击直接命中宇文成都的胸膛, 宇文成都转头的瞬间也看到了被揭开面具的罗程, 宇文成都不抵李元霸便策马逃了出去, 在李元霸的帮助下, 返随意识很快便攻破了宇文成都镇守的白虎镇, 战场顿时间失衡遍野鬼不狼嚎, 就这样十八路返王一路过关斩将来到了杨林镇守的朱雀镇, 杨林为了大随江山也是誓死如归, 此时曹州大帅孟海公出来说的, 当初我在朝为官尽之尽责, 那杨广为了官看穷花下令开挖运河, 运河总管麻疏谋贪婪成性, 以开挖运河为影, 故意冲撞我孟家祖坟, 现我三日之内交出一万两白银, 我连写三封奏折禀明杨广却一直得不到回应, 我交不出白银才反了, 杨林安慰孟海公, 皇上已经将麻疏谋处死, 此时的杨林还盼望着各位返随义士能够回头实案, 杨林就像是国士无双的随朝文太师, 到这时还想保住他们的杨家天下, 但是杨广所中的罪孽实在是让百姓们身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秦琼表示这大随不灭, 天下根本不可能太平, 武云照的岳父李子通来是汹汹提着西瓜刀就向杨林杀去, 武云照的岳父李子通来是汹汹提着西瓜刀就向杨林砍剧, 杨林眼神一变挥舞着手中的水火球龙棒一击就将李子通打落于马下, 杨林也知道这应该是他为随朝天下付出性命的最后一战了, 杨林就像是随朝的文仲文太师, 他们都是一个王朝倒塌前忠臣孝子们的缩影, 杨林在死, 绝不许你们, 我送我大随一寸将冲, 就这样十八路返王来世汹汹冲杀同级镇的最后一道关卡, 双方发生一场惊天地气鬼神的混战, 缓随意识他们心中都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 那便是推翻随朝暴政, 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但是战争就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将士们所到之处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血红色的腥味弥漫在四季又喧闹的废墟之上, 此时尤俊达为了救成咬金, 也在此次战争中被刺身亡, 成咬金也算是尤俊达最好的朋友了, 回想起他们从相遇相识到相知, 在这草莽之中竟然还有这样的薄牙与紫棋, 成咬金抱着尤俊达痛哭流涕, 但是战争就是残酷的, 成咬金顾不上再多想, 拎着八卦宣花府再次将悲伤转化为力量, 一路砍瓜切菜, 七老八时的杨林也在战争中视死如归, 他在战场上拼尽他的最后一次力量, 容不得反贼践踏他们杨家的江山, 最后时刻罗成一个猝不及防的回马枪直揭命中杨林的要害, 打随最后的几粮柱最终还是倒下了, 纵横杨林一生忠心耿耿一心报国, 为隋朝打过的胜仗也是数不胜数, 现如今隋朝技术已尽, 对一个王爷来说战死沙场也许是最好的归宿, 秦琼虽然报了杀父之仇, 但是他却没有一丝快意, 因为杨林也曾经是他的义父, 杨林对秦琼的偏爱也是超过所有的人, 在灯州王府内的时光, 杨林不仅亲自传授他武艺, 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于他, 最后还想将自己的靠山王之位适袭于秦琼, 夺死之后, 我儿秦琼就是适袭的靠山王, 我女儿玉儿就是王妃, 但无奈杨林是他的杀父仇人, 杨林的这一份爱也只能让秦琼深深埋藏在心里, 义父, 孩儿不孝, 秦琼跪在杨林面前, 靠山王杨林的遗体也在徐茂公的安排下被送回行宫, 此时南阳王朱灿推荐由秦琼来拿下这铜旗镇上的铜器, 十八路返王盟军也都一致赞成, 就这样秦琼上到旗台拿下这铜旗, 返王盟军瞬间士气高涨, 秦琼在旗台上挥舞着这一面让无数兄弟付出生命的旗子, 这也象征着隋朝的彻底灭亡即将到来, 随后秦琼取下旗杆上的铜旗, 这下就可以找杨广换御席了, 此时哨兵向杨广来报, 靠山王杨林已经战死沙场的消息, 杨广顿时像是失去了一个守护神一般, 此时宇文化吉和宇文成都也前来觐见杨广, 宇文化吉向杨广提议万万不可交出玉玺, 杨广到这个时候还想不透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宇文化吉,陈宰,朕让你死你死不死, 君要臣死,臣不死, 示威不忠, 你爹叫你死你死不死, 父上二王, 本不王, 羞为不孝, 皇上, 长度彼祖中笑量全之沙, 见名, 朕让他们活, 这当反正的反正, 于是杨广于宇文化吉商议, 在玉玺盒子里设下机关, 在交换玉玺之时, 秦勇担心盒子里有陷阱, 于是他抢着秦琼手里的铜器药替付拿起, 就在刚刚, 秦琼的义子秦勇担心语文老贼耍诡计, 一把抢过秦琼手中的铜器, 就要带父亲去取这传国玉玺, 我替大舍来取,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秦勇身上, 秦勇交还铜器之后, 便拿起盒子上的钥匙小心翼打开玉玺盒子, 不料一掀开盒盖, 就只独剑迎着秦勇的面门射了过来, 可怜的大锤公子秦勇就这样遭到宇文化吉的算计, 秦琼立即下马直奔城门下, 可此时秦勇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秦琼抱着秦勇悲痛欲绝, 他也发誓一定会为义子秦勇报仇血恨, 少年英雄秦勇的死也是小编的一难亭, 早在瓦关口之时秦勇就用八棱紫金降磨锤一锤打翻了连秦琼都打不过的突厥大都都红海, 如果没遭暗算的话想必日后是大有可为, 秦琼走到仲返王跟前发起号召, 我等立马攻进后宫, 活捉昏君诛杀奸臣, 为我战死的兵将的报仇, 众反随意识响应秦琼的号召冲进扬州城内, 死到临头的杨广在扬州城内设下重重的机关陷阱, 就这样反随意识再一次和隋军发起了一场惊天地气鬼神的混战, 在这混战中李元霸的后脑勺被一位不知名的小将所偷袭, 李元霸瞬间进入癫狂状态失去理智, 他拎着肋骨翁筋垂向个恶魔一般见人就杀, 不管是敌人还是友军, 李世民说再这样下去他绝对晦气绝身亡的, 于是徐茂公叫来隋唐四孟第一孟的罗世信按住李元霸, 罗世信大喝一声朝着李元霸扑了过去, 纵观整个隋唐演义也只有罗世信能够和李元霸掰一掰手腕了, 随后徐茂公立即让王博当用剑射李元霸背后的气血, 这下李元霸这才被控制住, 就这样反随意识过关斩将奋力拼杀, 罗世信见撞门的义军撞了很久都不见效果, 于是他使出了他的猛牛撞击来助阵, 光光几声就把大门撞开, 可不了撞开城门的那一个随军乱箭齐发迎面射来, 罗世信一下子被射成了刺猬, 秦琼摸着这个憨傻纯真的弟弟悲痛欲绝, 罗世信见到秦琼的第一眼就深深爱上了秦琼, 从此秦琼便收罗世信为干弟弟, 罗世信也十分听秦琼的话为他安前往后, 不一会儿随唐四孟第一孟的罗世信在这一次大战中也领了河泛下线, 秦琼跪在罗世信面前痛哭流涕, 反王与随军陷入一场厮杀之中, 最终瓦岗军率领的起义大军死伤无数, 未能攻陆行攻, 杨广虽然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但也耗费了他所有的兵力, 此时的宇文化疾也开始露出狐狸尾巴, 他趁机用自己的兵力将整个扬州城控制住, 下一回宇文成都扫灭北平王府, 想从我天保大将军的眼皮底下逃跑, 就这样白显倒领了河泛下线, 此时宇文成都又注意到一旁的张公锦, 一个火把拍飞过去, 直接完成达伯匪双杀, 这不得不说此时杀红了眼的宇文成都实在是太可怕了, 宇文成都拎着奉旨流金唐玉神杀神与佛杀佛如同恶魔降临一般朝着罗伊逼近, 罗伊枪出炉龙潮宇文成都刺去, 可惜他在宇文成都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要是罗伊尚与麒麟的大号, 那估计还有得一打, 罗伊躺在地上口吐鲜血奄奄于兮, 宇文成都恨透了这帮反贼, 他仍狠话不多拿着他的奉旨流金唐义击便将罗伊送上了西天建入来佛祖, 远在瓦岗的罗城好像改应到了什么, 他向秦琼请假说好想回家看爹妈一趟, 此时的北平府正面临着灭顶之灾, 宇文化级率领的军队心狠手辣见人就看, 罗松知道此时的北平王府已经积极果威, 于是便要带着秦胜珠冲出重围, 不料却被宇文成都撞个阵阵, 北平王妃, 你儿子罗城勾结祥马, 你真造反, 朱连九族, 你以为你还走得了吗? 秦胜珠向宇文化级求情, 他说罗家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还望向国大人放过罗家的仆人还有丫鬟, 他们不是罗家的人, 不应该收到牵连, 可宇文化级这个糟老头子才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呢, 不同自我杀, 一个不留, 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混战, 可北平府这点兵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四绝之手的罗松一点寒忙仙道朝着宇文成都刺刑, 宇文成都利用巧劲就将罗松的长枪挑飞, 紧接而来的一掌就将罗松打得牙齿都快掉满地了, 罗松趁宇文成都没留神, 立即起身掏出大宝剑挟持宇文化级, 先把沐妃放了, 让我去要了她的命, 宋啊, 你快跑吧, 别管我了, 沐妃, 我早已把你当成亲娘, 我怎能抛钱你不管, 此时宇文成都踢去地上的长剑, 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偷袭让罗松领和犯下线, 甚为随唐四爵之手的罗松就这样窝囊地死去, 这也是小编久久挥之不去的一南亭, 随着宇文化级一声令下, 北平府的所有人都被无情地剿灭, 北平王府的兵府也被宇文成都收刮到手, 拥有了兵府的宇文化级的兵力也在此增强, 宇文化级开心地像个孩子一般, 这下宇文化级也离自己的帝王之位越来越近了, 罗成孤身一人回到北平王府, 看着尸体堆积一片死寂的王府, 罗成瞬间犹如万剑穿心一般流下伤心的泪水, 他久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直到看见母妃的那一刻罗成瞬间破防了, 其实早在罗成盗取同其阵阵图的时候, 丁严平就好声劝诫罗成, 当时罗成也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直到今天整个北平王府被惨遭灭门, 他才意识到丁严平所说的话, 但是如今已经为时已晚了, 罗成脱下自己的披风盖在母妃的尸体上, 此时宇文化级射下的兵马蜂拥而至将罗成团团围住, 而罗成悲愤之下也拿起他的五沟神飞枪大开杀戒, 不过双拳难敌四手, 罗成很快被生擒活捉起来, 扫清了一切障碍的宇文化级也终于可以放心地谋权篡位了, 下一回宇文化级谋权篡位, 杨广命丧扬杨州城。 这大概是隋杨帝杨广最为悲凉的时刻了, 一代帝王竟然给宇文化级活活逼上绝路命丧黄泉, 就在刚刚, 大殿之上群臣咄咄逼人要求失势的杨广退位让衔, 回想起年轻时候的杨广, 那是何等的雄资英发, 十九岁的他就已经当上了行军大元帅, 跟着老将们一路砍瓜切菜, 功无不克战无不正, 登基之后的杨广也没闲着, 因为他的目标是成为攻盖秦皇汉武的千古遗地, 他绝尝贺助长城, 兴佛办到畅炉开歌, 北域突厥, 精通西域, 通是海洋交通文化, 修建隋朝大运和贯通南北, 自他登基以后更是有万国来朝的盛况, 在他看来这每一件都是造福万民的好事, 但是杨广始终想不明白, 此时一位不知名的大臣却指出了杨广的实宗罪, 他说陛下, 您围棄宗庙寻有不息, 外勤征讨那几奢饮, 使丁壮寄于使人, 女若甜于勾克, 四民丧业倒贼风景, 简直就是罪大恶极, 可在杨广看来难民造反也就罢了, 你们这群是受皇恩的大臣有什么资格造反呢? 就在此时幕后老大宇文老贼骑着马率领军队大摇大摆走了进来, 宇文化吉终于露出了他的狐狸尾巴, 他笑着说皇上你早已尽失民心难控大局, 我看您还是乖乖交出玉玺交出皇位, 将来还可以像陈淑宝一样当个长城后, 杨广听后哈哈大笑, 他大笑宇文化吉竟然把昏庸无能的陈淑宝与她相比, 你宇文化吉, 哦, 你把自己当成当年的金王杨广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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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化吉见杨广装风卖傻不识食物, 便叫令胡行达将杨广打趴在地, 随即对着杨广就是一顿暴揍, 杨广还是像封了一般嘲笑宇文化级的无知 此时杨广的爱妃朱贵出来制止宇文化级 宇文化级一刀就将朱贵就地处决 就连杨广的皇子杨广也被宇文化级斩草除根 杨广知道自己大县将至 他起身说到天子有天子的死法 怎么可以刀剑加身 他开始整理自己的仪表 随即他解下自己的腰带到处观望着看哪一个地方较为适合 最后他决定在大殿的正上方 宇文化级见杨广死到临头还那么多花样不由的哈哈大笑 竟然这样 那么我就成全你吧 杨广缓缓走上龙桌子上 他将白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正所谓头可断鞋可留发行不能乱 此时的杨广还不忘给自己整理仪表 随着龙桌子被扳开 杨广也开始在死亡的边缘挣扎 请客间的功夫 一代帝王杨广就这样领和犯下线 此时哨兵来报 相国大人 瓦岗军与斗剑德大军已经将扬州城包围 这已经家伙吗 你还会在那里干什么 快跟为父取得玉玺 冲冲重围 老是好 你就可以号令全国 解灭群雄 一统天下 谢我帝王旨意 宇文化级以为自己的宝贝儿子会支持他造反 没想到宇文成都却出乎意料地 拒绝了宇文化级 宇文成都说父亲您平日里要做什么 孩儿从不拦你 以为孩儿不能不孝 但是孩儿是大随的臣子 眼睁睁地看着吴皇被您活活逼死 成都以为不忠 现如今反王来袭 成都当以死未博 以报皇恩浩荡 这短短的几句话差点没把老父亲气晕 也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 小编敬重宇文成都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宇文化级见宇文成都明顽不灵 便带着军队前往寝宫寻找余夕 可这是宇文成都第一次违抗父亲的命令 回想起宇文成都的成长历程 他是在宇文化级的棒槌下长大的 从小他就被灌输服从父亲命令的思想 而他这一次为了杨广却违抗的父亲的命令 萧美娘这边压活来报 宇文化级率领兵马朝这边来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 宇文化级看了看四周 此时美艳动人的萧美娘一脸娇羞地说您不用找了 你要的东西就在我这里 不过你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爱妃你现在是皇后娘娘吗 皇后还是皇后娘娘 皇上果然是明白 随即萧美娘就要将藏在枕头里面的玉玺交给宇文化级 不料这床底下的密道冒出许许多多的反随意识 原来王室冲早就在这密道里等候多时了 双方一言不合便发生了一场恶战 文官出身的宇文化级根本不会武功 就在他即将逃跑之时 王室冲手持匕首神不知鬼不觉的便将他一刀处决 宇文化级也没想到自己筹谋了一辈子的计划 还没尝到甜头就这样泡汤了 宇文化级也结束了他肮脏的一声 王室冲朝着萧美娘缓缓走来 萧美娘下的后退连连 传说萧美人美色清晨啊 今日一见果果其然啊 这王贵怎么 王室冲连香惜玉的让萧美娘将这个传国玉玺拿出来 也不老本王把这寝宫翻个底朝天 萧美娘刚要去拿玉玺 可这天杀的反贼竟然又将我的美娘吓了一跳 原来是程咬金从密道里钻了出来 程咬金和王室冲看到玉玺后赶忙上前抢了钱 此时王伯当和谢影灯等人也从密道里钻出来支援 程咬金听说是传国玉玺一把就从王室冲手里抢了过来 而贵致的宇文成都也隐隐约约感应到父亲已经遇难 他缓缓站起身来对着寝宫的方向磕了几个头 随后他单枪匹马誓死如归迎战反王大军 下一回 李元霸大战宇文成都 这也是他们两人的终极一战了 宇文成都 罗承亲人定居一首军 来吧 宇文成都大喝一声使出一击横扫千军 罗承飞身躲过 为报家仇的罗承恨不得捅宇文成都一万个透明窟窿 可宇文成都太强了 要不是窦县娘及时出手相救 估计罗承就要挂了 随即窦县娘和裴元庆纷纷加入战斗 宇文成都仅凭一己之力单挑三大高手 但宇文成都却丝毫不落下风 徐茂公说宇文成都只身出战 想必杨广也已经下线了 就在此时随唐第一好汉李元霸策马奔坑而来 他人狠话不多拎着肋骨瓮金锤借着马力就往宇文成都砸去 宇文成都调整好状态便立即做出回击 李元霸家驻宇文成都的奉旨刘金堂猛的发力就将其掰断 李元霸的师父袁天刚曾经说过 到了战场上遇见是这样兵器的人 你也要让战吧 不当伤害了 否则你就有危险 宇文成都见奉旨刘金堂都断了 他也豁出去了 宇文成都大喝一声 一跃而起一个飞踢就将李元霸踢落于马下 他怨恨着老天爷 自己明明已经天下无敌了 为什么还要安排个李元霸来制约他 实属有种寄生于何声量的感觉 李元霸一怒之下将宇文成都踢至半空 此时的宇文成都游如带宰的羔羊一般 随着李元霸一声嘶吼 宇文成都的双腿被李元霸活活撕溜 奄奄一息的宇文成都在死亡边缘云淡风轻 因为此次大战他早就做好了与大隋朝共存亡的准备 不一会儿随唐第二好汉的天保将军宇文成都便命丧黄泉去了西天 见如来佛祖 此时突然风急宇宙天色昏暗 瞬间乌云密不响起震震惊雷 李元霸谁也不怕 但是唯独害怕打雷 一听到打雷的声音他就性情大变 李元霸一怒之下便向天空抛去他的肋骨瓮金锤 此时一到九天惊雷打在李元霸的肋骨瓮金锤上 雷电的加持让大锤急速下降 狠狠地砸在李元霸的头上 把李元霸砸了个脑浆碰裂 就这样宇文成都和李元霸在此战中双双隐命 一方存则双方寸 一方王则双方王 这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宿命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就要追溯到这两个人的渊源了 传说宇文成都是雷神普化天尊的下凡 而雷神普化天尊正是商朝的文仲文太师 文仲死后他被江子崖封为雷神普化天尊 封神以后 元氏天尊和玉皇大帝商量 文太师对商朝忠心耿耿 他不应该有这样的下场 于是元氏天尊向玉帝建议让文太师下凡 享受三年的皇帝待遇 然后再回到天上 之后这是让如来佛祖知道了 这雷神普化天尊姓如烈火脾气暴躁 他要是当了皇帝 恐怕那些臣民都要遭遇了 于是如来佛祖就派金翅大鹏鸟 转世成为李元霸下借挡他三年龙命 不让他当皇帝 而李元霸的师父可能早就察觉到他的出身 所以下山的时候 一再嘱咐李元霸不要和手持奉持刘金堂的人纠缠 不然自己也会倒霉的 但是李元霸根本没听进去 在最后的时刻结果了宇文成都 而宇文成都死后元神归尾 他便利用自己的私权 劈死了凡人之躯的李元霸 宇文成都死后 瓦岗大军在秦琼的指挥下杀入扬州行攻 徐茂公表示他们瓦岗虽然拿到了玉玺 推翻了大随朝 但是天下未定 郑王王世充攻下洛阳 独占阳广的宝藏 下名王斗建德更是老谋深算 几乎无甚伤亡 王伯当也说此次战役之后 仲反王的势力大大削弱 大家都七零八落的散军 只剩下斗建德和王世充独家作大 不过仲反王势力最强的还要属唐王李渊 一听到李渊善雄信可就坐不住了 因为李渊抄杀了他的二贤装 他恨不得拾其肉贱其皮 可秦琼却安慰他李渊而是奉命行事 他也是迫不得已的 但是善雄信却一点都听不进去 当天晚上 李渊叫来王伯当 他想让王伯当用这传国玉玺去唤销美娘回来 下一回 里面荒颜 瓦岗中将走 善雄信怒发冲冠就要火并了魏王李渊 秦琼等人立即拦住他 让他不要像林冲那般那么冲动 那么是什么事情惹得善雄信如此暴跳如雷呢 就在不久前 李渊召见他的心腹王伯当 他让王伯当用这传国玉玺去王世充那里 将这萧美娘换回来 这万万不可啊 主公 这于心可是 李渊说天下大事焉由我不知之理 向我李渊一生 虽然满腹经伦 确定遭坎坷 要不是我的美娘 哪有我李渊今日 萧红对我恩重如山 我对美娘情真死天 如今她危在旦夕 我岂能做事 可是到如今 我宁服天下人 也绝不愿服萧伟娘 说完李渊向王伯当 深深拘了一宫 希望王伯当能够成全的 而李渊对于王伯当有知欲之恩 他让原本怀才不欲的王伯当能够一展报复 王伯当惦记着李渊这一份恩情 于是王伯当便答应了李渊的请求 当天晚上 王伯当便秘密将萧美娘接回了瓦岗寨 床上李渊和萧美娘独交四季 请到深处之时两人便原地来了一套广播体操 一下画面不宜播放 大家自行脑补 第二天这件事很快便在军中传开了 众将一个个都议论纷纷怨言不绝 都要找李渊理论 随即秦琼将王伯当叫了过来问问明白 王伯当我且问你玉玺可在主公手上 不在主公命我拿玉玺换回了萧后 现在在正往王师冲手 此话一出城咬金就急眼了 我说兄弟拿个玉玺去换女人 而且画的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不要脸啊 单雄信也是异常气氛 我这就是问他为什么拿玉玺换羊 他要是说不出个一二三 我确定就砍了那妖后 于是单雄信气势汹汹 便拿着一把西瓜刀去找李渊理论 单雄信指着李渊说 你得到玉玺不号令天下广征 一世成就大业 你却拿兄弟们用命换来的玉玺 去换这妖后 大爱单雄信 朕好歹是大魏国一国之君 你尽量污蔑于朕 污蔑 你敢说你换这女人是为了 贤弟 不要出的 秦琼也让李渊给大家个说法 此时萧美娘在一旁煽风点火 堂堂一国之君 竟被一帮臣子如此相待 此话一出 善雄信一时没忍住 就要手撕了萧美娘 秦琼立即让善雄信不要冲动 你手里让这我男性我受不了 是要为了这个魂金百命 宁可去死 你冤命我二相庄的仇 池池未报我死不明目 师父 竟然已经治不成道不合 我善童从今时起 我 回出瓦岗 善雄信将这令牌一扔便气急败坏地跑了出去 众人也纷纷跑出去追善雄信 但是善雄信心意已决 他知道这个李密看似道貌黯然 却是一个荒颜无度的昏君 他也知道自己继续待在李密身边 一定报不了李渊超杀二贤庄的大仇 于是他在愤恨与失望之下告别了众兄弟离开了瓦岗寨 善雄信与善盈盈行至洛阳 刚好碰见了王世冲的女儿在抛绣球选父亲 正往王世冲得知善雄信来到洛阳后喜出望外 他求女儿王玉凤以身相许留下善雄信 这样到时候就能把瓦岗其他英雄都引到洛阳来了 王玉凤身名大义听从负命 于是他将绣球抛给了善雄信 善雄信就这样犀利糊涂成了王世冲的女婿 王世冲见到善雄信便对他盛情款待 善雄信见自己如今也没有欺身之所 投靠王世冲也许是能够讨伐李渊的唯一忌讳 于是他便答应了下来 而瓦岗寨这边李密每日身居后宫和萧美娘饮酒作乐 自从李密用传国玉洗化来萧美娘之后 他便每日和萧美娘躲在后宫做广播体操 罗承看不惯李密的荒野无度 于是便冲进来找李密理论 李密非但不知悔改还叫了小喽喽将罗承抓起来 此时秦琼和程咬金气势汹汹走了进来 秦琼说罗承虽然有点过激 但是他说的也不道了 还望卫王三思 三个人一起上 程咬金一听立马几眼了 好你个李密 当初要不是我让位给你 你能有今天吗 说吧就要一斧子劈了李密 秦琼立即让程咬金不要冲动 我看我们兄弟真的是瞎了一个 子弟 我不留 不成 秦琼表示当年兄弟们为了反随来到瓦岗寨 大家同生共死奋勇杀敌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可如今眼下的情景实在是惨不忍睹 与其这样 倒不算 说吧 秦琼城咬金和罗承变头也不回走出门去 李密荒淫无度终日不力朝政 瓦岗的兄弟们忍无可忍 悲愤之下众人纷纷选择离开瓦岗 秦琼看着昔日千辛万苦建立起来辉煌一时的瓦岗寨 如今落得如此模样不禁感慨万千悲从中来 这天 韦征和徐茂公二人在屋里喝酒解闷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徐茂公悲愤交加 当年我们兄弟举一山东煞穴为蒙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如今却落得分崩离析的下场 魏征也摇了摇头 三弟 咱们得眼睛瞎呀 拼死拼火保了李密这个酒色之徒 如今这瓦岗气数将尽 正所谓大将保民主 俊鸟登高知 你我兄弟莫不如就弃了这瓦岗 另谋他出如何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干了这杯酒便要动身去投奔大唐 临走之时 徐茂公借着酒姓拿着笔案来到银安殿的粉壁墙上提示一手 心中恼恨西魏王 玉玺换来萧美娘 瓦岗山上散中将 一桶江山归大唐 落款写上魏征和徐茧 提示以臂投彼于地 哥俩便扬长而去 就这样瓦岗中兄弟走得走散的散 秦琼城咬金和罗城去到洛阳看望善雄县 谢应灯则想引入深山做个老僧 裴元庆则想回去找他的师父再学一些武艺 齐国远和李如辉则是想先回去扫华山 王国当一位李密对他有知欲之恩 所以他想继续留在李密身旁辅佐他 这天秦琼等人在途径洛阳的时候 正巧遇见了昔日的好兄弟善雄县 善雄信乐开花地将他们邀进自己的府里 并将自己当上驸马一事告知了秦琼等人 王氏冲要善雄信一定要留住此三人 又怕李唐之人前来拉拢 于是叮嘱善雄信要严加防范 与此同时李渊分析天下大事 他派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前去山西招兵 山西太原铁匠御池宫力大无穷武艺高强 他听说李唐李世民正在招兵 于是辞别一赴乔公山前去投奔李世民 不料却碰见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正在花天酒地 王伯当这块准狠的一刀结果了随朝第一美人萧美娘 这一刀之后王伯当也成为了广大男同胞们的公敌 李密抱着还热乎乎的萧美娘伤心欲绝 那么王伯当为何会有这般怒法冲冠的行为呢 就在不久前 李密用将士们拼死拼火抢回来的玉玺将萧美娘换了回来 自从萧美娘来到瓦岗之后 李密便不理朝政整日和萧美娘躲在后宫里做广播体操 瓦岗仲将对于李密的所作所为失望之极 于是便纷纷选择了离开 就连秦琼城 妖金和罗城等实力战将都各自散去 瓦岗寨的战斗力也日渐衰落 郑王王世冲趁虚而入率领大军兵临瓦岗城下 王伯当率领寥寥无几的瓦岗军还想做最后的敌道 王世冲骨口婆心劝详王伯当 俗话说食食物者为俊杰 你还不如跟着我混 到时候大家有肉一起吃有妞一起泡起不美哉 可王伯当却表示忠臣不是二主 我王伯当既然选择了李密就势必要效忠于他 王世冲见王伯当不时好歹也不再留任何情面 面对王世冲大军的猛烈进攻 所剩寥寥无几的瓦岗军犹如鸡蛋撞地球 请客间的功夫 王世冲的大军犹如猛龙过江一般攻进了瓦岗寨 瓦岗大军瞬间犹如带宰的羔羊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此时的李密还在和萧美娘轻轻握握饮酒作乱 李密自信地认为瓦岗寨一手难攻 再加上有得力干将王伯当镇守 他们绝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打进来的 下一命 王伯当血迹斑斑地跑了进来 主公 下瓦岗寨师兵实在太少 我们根本抵挡不住 还有霓虹官失手 我妻子玉门也战死沙场 王世冲马上就要冲进来了主公 我们还是走吧 等待时机 再谋出路啊主公 此时萧美娘指责王伯当 你这将军当的 怎么能让敌军攻入瓦岗呢 阴谱 王伯当仰天长笑 叫我王伯当 是一世英雄 我们却断送在你这样一个 破国阳迷的妖夫上 王伯当大喝一声一刀 便将萧美娘就地处决 一旁的李密瞬间呆住了 随朝第一美人萧美娘 就这样死在了李密的怀里 李密抱着还热乎乎的萧美娘 悲痛欲绝 王伯当把眼一瞪便将 还没回过神来的李密拉走了 二人整装出发 打算从后山经过断密剑 离开瓦岗山 谁知王世冲用兵如神 他早就知道李密兵败之后 会从断密剑经过 于是他提前在此处设下了埋伏 眼见前有追兵后有猛虎 此时的他们是上天无路路底无门了 王世冲还想劝降他们 王世冲见王伯当死到临头 还死鸭子嘴硬嘴硬 便吩咐手下万箭齐发 随着王世冲一声令下 王伯当和李密瞬间被射成了刺猬 就这样曾经辉煌一时的瓦岗彻底灭亡 但是各家反王的战斗还没结束 乌鲁锋芒的御池宫前来朔州里 堂出头军 可不料在门口等了半天 却不见有人出来 天气炎热烈热烤晒 头军的众人怨声载道 御池宫见状便走到门口 询问守门的保安 这位官爷 请问谁负责招兵之事 为何不见有人出来 别人都在等 凭什么你不能等 难道连这点规矩都不懂 哪来的 滚回哪去 御池宫说我就是问问 有何不可 不料这保安竟不耐烦地 想将御池宫轰走 此时的李建成和李元吉 正在花天酒地里醉生梦死 突然使兵来报 门外有一个黑小子 嚷嚷着要找秦王李世民 都已经打下来了 李建成一听立马急眼了 好小子竟敢在太罪头上动土 于是带着李元吉上去一看究竟 只见官兵们将御池宫团团围住 御池宫看着走出来的 李建成和李元吉便问 你们谁是李世民 我是来参军的 在外面等了大半天 都不见有人出来 所以就想进来问问 别人都等 你喊什么喊 脱出去 拿武器大把 这波操作直接把一枪热血的 御池宫直接给浇灭了 御池宫气愤地说 我本是投军之人 大热天的在外面 等了那么长时间 而你们却在屋里 吹着空调吃喝玩乐 都说李唐贤明 我看也是浪得虚明 而李建成一言不合 就要将御池宫打一顿 但御池宫也无所畏惧 你们谁赶上来 我就宰了谁 不想再多声势端的 御池宫也只好走出出去 吃了闭门羹的御池宫 憋着一肚子气 投军的众人 纷纷来询问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想到这个李世民 也昏庞无道 这个礼堂 股头也汗 他们在里面吃喝玩乐 让我们在这儿当废 此时正赶上刘武周的大帅 宋金刚在马懿县 要找一个先锋官 于是御池宫便拎着他的 十八节紫禁刚编 来到刘武周的比武擂台 说把张大巴气势汹汹 就想御池宫杀去 御池宫眼神一点 拔出他的紫禁钢鞭 一边便打断了张大巴的打刀 随即一个转身 打在张大巴后背上 张大巴瞬间失去战斗能力 刘武周见御池宫如此了的 便示意小罗罗们全部一起上 不料御池宫可以一个打十个 只见他编出知识 犹如蛟龙出海一般 一边一个小朋友 打得他们毫无招架之力 台上的刘武周见状 也起身为御池宫叫好 就这样御池宫凭借他超人的表现 一举拿下先锋官的位置 此后的御池宫 在刘武周的麾下大显神威 御池宫更是凭借着他的一身 斩将直逼礼堂的白碧关 李渊得知军情后也大吃一惊 这刘武周怎么突然就这么嚣张了 李建成自告奋勇 向李渊请命前去迎战刘武周 李渊吉也请命一同前往 李渊见儿子们龙京胡蒙殿 准奏了他们的请求 此次出战由李建成挂帅 李渊吉作为先锋官辅助左右 点兵一万几个前往白碧关击退敌军 刘武周得了御池宫之后 实力大增 每次大战都能够一招制胜取下敌将的手机 这让刘武周不由的心花怒放 此时刘武周询问宋金刚大帅 我们此次虽然首战告捷 但是复制到拿下白碧关还需要多少时日呢 宋金刚表示这白碧关固若金汤不易攻打 恐怕一时半会拿不下来 不料此时御池宫却夸下海口 依我看着白碧关今日就能拿下 走 白将 快快讲来 御池宫说上次大战白碧关损兵折将 并无新兵来增援 所以现在正是攻城的最佳时机 只要我们能够攻破城门定能所向披靡 倘若拖下去 他们得援兵一到 形势可能就大变了 刘武周询分赞同御池宫的看法 他立即调兵点将命令宋金刚和御池宫出兵攻打白碧关 徐茂宫女扮男装偷偷潜入洛阳城 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将秦琼罗成合成咬金这志勇福三将 从扇雄信身边拉拢到礼堂 原来就在不久前 刘武周徽下的黑小子御池宫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他率军日抢三官夜夺八寨无人能打 唐军被打得节节败退 在这关键时刻 徐茂宫向李渊请命他要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将身在洛阳的秦琼城咬金和罗成 从扇雄信身边拉拢过来 徐茂宫跟秦琼说他是奉了唐王李渊之命前来请三位到长安共谋大业 随后徐茂宫又拿了李渊的书信交于秦琼 徐茂宫说王世冲并非能成大事之人 李渊李贤下是雄才大略 天下早晚必归大堂 秦琼听后觉得徐茂宫说的也十分有理 但是他也很为难 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和身为驸马的扇雄信去说这件事 还有罗成小表弟最近得了一场伤寒病 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也没法走 可徐茂宫却胸有成族的说山人自有妙计 第二天秦琼便向扇雄信告辞 扇雄信大惊失色 难道是小弟招呼不周有失礼的地方 罗成小表弟的病还没好呢 你们要走也不用那么着急 承雄金眼珠一转说 哎呀五弟呀 我们老娘水土不服 就是想回趟家 秦琼担心承雄金说漏嘴便抢过来说 要不让罗成小表弟先留在这里 让他把病养好了 到时候我们再来接他 扇雄信知道秦琼等人死一去 日后便可能就会成为敌人了 但是一波云天的他见哥哥秦琼 去意已决也不再多说什么 第二天扇雄信来到城门外 恋恋不舍地送别了秦琼 合成咬金 扇雄信自回复马府后 便遭到了王世冲的责骂 就这样秦琼城咬金在山雄信的暗中帮助下从洛阳安全脱身 扇雄信见到徐茂公后便咧咧地让徐茂公赶紧到他们上长安去 此时徐茂公让他们不要着急 得先去一趟白壁关 秦王李世民遇见了一件难事 刘武周麾下有意元教育持功的猛将 日抢三关夜夺八债无人能打 白壁关偏台关和燕门关军被抢去 秦王李世民此次带兵出征正是要收复失地 所以秦王宪正在白壁关公后二位哥哥率军上阵呢 就这样几人来到唐军军营李世民以礼相待 李世民说此次除了要收复失地 更重要的还是要收复刘武周麾下的徐茂公 下一回秦琼大战徐茂公 这也是两位门神的第一次对战 徐茂公紧用一边便将承咬金下的落荒而逃 秦琼立马上前迎战 正所谓英雄见面惺惺相惜 两人见面后先是互吹了一顿彩虹屁 说罢两人决定向马金简对钢鞭三招定胜负 秦琼让位持宫先出手 与持宫暗暗佩服秦琼的为人 于是他飞身一跃就向秦琼打来 秦琼看着钢鞭下来 他用熟铜简往上迎 差时间半空中边简相碰一溜火光 两个人兜阵的倒退术步 与持宫糊口发酸 秦琼比他好点 但也感到B绑有点酸麻 第二回合由秦琼进攻 在隋唐武将的排名中 秦琼和御持宫并列十三截 所以他们俩的武力值应该是相差无几 正他们打得起劲之时 程咬金突然从背后搞偷袭 御持宫临危不惧 一边迅速反应将程咬金的武器打脱手 背后偷袭算是命中好汉 可程咬金这个脚屎棍 却叠叠不休又向御持宫砍去 秦琼为了保护程咬金 自己却挨了御持宫一边 被他生情活捉起来 就这样御持宫在刘武周麾下 所向披靡履历战功深得刘武周的喜爱 这也引得大帅宋金刚的极恨与不满 于是宋金刚便把满腔的怨恨发在秦琼身上 他掐住秦琼的脖子就是一顿侮辱 随即又要拿烙铁逼供秦琼 御持宫知秦琼是条好汉 于是他便出手相救 御持宫抓着宋金刚的手表示我抓他来 不是让你来折辱的 英雄不该这样对待 早知道我就放了他 宋金刚早就对御持宫心存怨恨 于是他便气急败坏地向御持宫动起手来 御持宫三拳两脚就将这群小兵解决掉 随后连忙解开绑在秦琼身上的铁链将他送出来 当天晚上 程咬金觉得白天的是他对不住秦琼 于是他找了李世民一起去白帝关探个纠件 此时的秦琼已经被御持宫救了出来 两人刚好在半路遇见了钢要上白币关的李世民和程咬金 秦琼跟李世民讲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李世民也对御持宫光明磊落的行为表示深深的佩服 御持宫感慨当初我从打铁铺出来投军 最想投的就是你 可是没想到现在 我们却成了兵戎相见的敌人了 李世民说我当初与我大哥三弟分手两处 那么你应该是去了我大哥和三弟那边 事到如今御持宫对过去的事也不想再多说什么 但是今日你竟然为了属下以身犯险 这一份勇气在下深感佩服 李世民表示此次拟救了秦大帅又放走了我们几个 恐怕回去也不好交差 不如你就投奔了我们礼堂吧 御持宫谢过李世民的态爱 他说刘武周对我不薄 我既然在他的麾下为将 我便会全力保护他 明日我们战场上相会之时 我便不会手下留情 说罢御持宫便告别了李世民等人 刘武周对御持宫的所作所为极其不满 再加上宋金刚的火上浇油 刘武周更是怒法冲冠要卡了御持宫 御持宫临危不惧三两下功夫便解决了这些虾兵蟹将 刚编一出便吓得刘武周冷汗之梦 御持宫指着刘武周说 如果我投敌我现在就杀了你 但你对我有恩 所以我明日会为你打最后一次胜仗 之后我们就互不向欠一笔勾销了 说罢御持宫便走了出去 殿下既无民主 我还不如回家去打铁呢 第二天 御持宫与秦琼再次对战 今日你好好地陪我打一场吧 好 来吧 这是门神秦琼和御持宫的第二次对决 边界相逢差时半空中一流火光 按照隋唐武将的排名 秦琼和御持宫并列地十三节 两人都使出浑身解数全力迎战 随着战斗的进展 秦琼找准时机加住御持宫的钢鞭 随即猛的发力将他抛飞出去 由此可见秦琼的武力值是要更胜一筹的 秦琼赶忙扶起御持宫 我输了 不 你是受伤了 输了就是输了 我心服口服 说把御持宫便扬长而去 这是他替刘武周打的最后一场战斗 头军的不顺让他又回到了铁匠铺干起了老本行 秦王李世民求财若可带着秦琼和程咬金去请御持宫 可御持宫早已对头军一事心灰意冷 纵使李世民说到梦想说到天下苍生黎明百姓说破了嘴皮子 御持宫也是无动于衷拒绝了李世民的请求 李世民见御持宫执意不肯出山 也只好失望而归 就在御持宫刚出走送李世民等人之时 刘武周担心御持宫转头他人 会对自己造成威胁 于是他便命令宋金刚前去灭口 宋金刚人狠话不多同死了御持宫的干爹乔公山 御持宫回来后便发现老爹不见了踪影 四处寻找的时候 却被宋金刚的军队团团围住 御持宫 同败敌军 我放主公之位出来吹你手机 上 可这群小喽喽又怎么会是御持宫的对手呢 御持宫拎起桌上的大铁锤 只见他一锤一个小朋友便锤得他们生活不能自理 宋金刚本想背后偷袭 御持宫瞬间反应过来将他琴拿住 就这样御持宫三拳便打死了宋金刚 御持宫抱着刚被杀害的老爹悲痛欲绝 他痛恨这个世道 他痛恨刘武周 为什么明明自己已经不问世事了 还要来赶尽杀绝 到最后却连累了老爹 御持宫安葬好老爹乔公山之后 他便下定决心要重返战场 他发誓要除尽这世上的奸恶之人 随后御持宫手持钢鞭提着宋金刚的人头来到白碧关的城门下 守城的士兵想要阻拦 御持宫眼神一变化身为地狱死神便将眼前的士兵一一收割 他提着钢鞭欲神杀神欲佛杀佛侄逼刘武周的府邸 随着刘武周一声令下官兵们蜂拥而至将御持宫团团围住 杀得兴起的御持宫抡开银边挂着风声便将官兵们杀得措手不及 万夫不当之勇的他边出之时便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真的是虎禄羊群一般将官兵们一一击败倒地不起 御持宫用钢鞭指着刘武周 刘武周瞬间被吓得双腿武力摊在地上 说把御持宫便杀了刘武周 随后他搬着刘武周的尸体前去投奔李世民 御持宫见到李世民后连忙下跪表示他是来投奔的 李世民喜出望外立即让御持宫快快起来 随后御持宫又给李世民献上了白臂官的率业 就这样 李世民在秦琼和御持宫等人的辅佐之下 很快便收复白臂官偏台官和燕门官等多处师弟 就在众人欢声庆贺之时 李渊下指命李世民兵伐洛洋 下一回冷面寒枪撬罗成大战黑脸大将御持宫 你就是那飞跃城楼的黑脸大将 御持宫正是 御持宫和罗成互报名号之后便驾马上前站在一起 罗成是隋唐第七好汉 自从李源霸和宇文成都等一众高手领和范下线之后 罗成便成为了天下第一高手 而御持宫是隋唐第十三好汉 两人占有一二十个回合之后 御持宫飞身一跃的一边便让罗成有点招架不住 于是御持宫便嘲讽道 冷面寒枪也不过如此吗 罗成会心一笑 御持宫 你就这点本事 从现在起 罗成可要得罪了 原来罗成刚才只是试探虚实 并未把真本领拿出来 罗成即刻使出他的家传绝技武勾身飞枪 抢出之势犹如蛟龙出海一般杀的御持宫措手不及 御持宫慌了 他心想再打下去小命可就不保了 于是他调转码头便跑了回去 军营里御持宫向李世民禀告这罗成枪法高超 自己实在是打得不过 此时徐茂公献祭李世民 要是明天还是罗成出战的话 贫道这里倒是有一计 那便是让程咬金将他引入树林里 并让程咬金不要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打了胜仗的罗成回到洛阳受到了王世冲大大的家境 王世冲承诺若是罗成能够活捉秦琼和御持宫等人 定会为他与善盈盈举办婚礼 享尽荣华富贵 第二天罗成赢战争咬金 程咬金一计刑事假装逃跑让罗成追上他 不一会的功夫 两人便来到了约定的小树林 此时秦琼李世民和瓦岗的弟兄们都来了 这是徐茂公上前一礼 老弟啊 你还记得我在三贤馆和你说的话吗 现在是你投堂的时候了 你看小秦王都亲自来接你来了 这样明目张胆的蛙人 这也难怪日后的善雄信会如此痛恨徐茂公 李世民见到罗成后喜笑扬开 罗将军 你上次定中在洛阳 我们可是日思夜叛呀 就这样罗成在李世民的甜言蜜语之下 舍弃了照顾他多日的善雄信归降了大唐 王氏冲之罗成归唐一事之后怒骂善雄信 当初你放走了秦琼城要金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今天又把罗成给我放跑了 你想治愈我何处 善雄信为了表示他的忠心 他发毒誓要是他投奔礼堂 那就五雷轰顶部的好子 王氏冲听后才消了消息 李世民与秦琼等人商议攻打洛阳之事 为谋收服善雄信之计休战一月 王氏冲则借休战之日广发文书 他请求窦剑德和孟海公等人发兵来救 随后南洋王朱灿举荐善雄信为此次大战的兵马大元帅 而孟海公的黑白双煞两位富人为先锋 下一回 宇池公迎战黑风双煞 程咬金赶紧堵住善雄信让李世民快点逃跑 就在临冲的时候就因为给宋江挡在身前抱不了仇意欲而重 这一回却给程咬金堵住了去路 善雄信立即推开程咬金追了上去 此时正在河边细水的玉池公听到不远处李世民的求救声便立即上前查看 李世民仓皇逃亡善雄信紧随起后 因为李家对善雄信有抄家之仇 善雄信没有一天不想报仇血恨呢 善雄信有如猛虎一般对着李世民步步紧逼 李世民慌不择路 但他始终没能逃过善雄信的魔爪 善雄信人狠话不多举说就要打下去 危急时刻徐茂公人为道话先到大汗武帝助手 徐茂公快速挡在善雄信跟前让他放了秦王李世民 善雄信敬重徐茂公为他的三哥 让徐茂公不要阻挡他报家仇 可如今各位其主 徐茂公劝说善雄信不要再执迷不悟 如今天下大局已归大唐 放下仇恨才是最好的归宿 但在善雄信看来 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如果连家仇都报不了 还谈什么安天下呢 徐茂公用手死死拽住善雄信的战袍不放 好兄弟徐茂公的这波操作让善雄信寒透了心 从今天天不再是我的三哥 也不要叫我武帝 徐茂公恩断一决 割袍断一 善雄信拔出大宝剑将自己的战袍割断 扼完善雄信把宝剑往地上引扔 又举说朝李世民打去 看李世民就要领和犯下线了 危急时刻徐茂公守情十八节钢鞭挡下了善雄信的攻击 徐茂公不像瓦岗兄弟与善雄信有交情 所以他对善雄信自然可以不留任何情面 善雄信举说便朝徐茂公打去 徐茂公无所畏惧 无起钢鞭和善雄信站在一起 只见善雄信攻势凶猛招招致命 徐茂公想这样时间长了自己要吃亏 要夺得他的兵器才行 随即他一跃而起家住善雄信的早阳朔 紧接而来的一边更是让善雄信倒在地上失去战斗能力 这故事就教育果园单边夺朔 正在这个时候 程咬金带着旧兵们纷纷到来将善雄信团团围住 李世民求财若可向单雄信屈身下跪 他跟善雄信解释当年超杀二贤庄是奸人从中作梗纯属无奈 说把他跟善雄信磕了一个响头 希望善雄信能够归顺大唐与众兄弟一起开创这盛世天下 一旁的兄弟们也都纷纷劝善雄信归降大唐 但善雄信难以放下心中的仇恨 他宁死不详 秦琼健壮立即站出来跪求李世民饶过善雄信 李世民胸怀宽广便将善雄信放了回去 当天晚上 徐茂公找到李世民 他说洛阳之战一触即发 我们唐军势在逼得 但遇过原因是善雄信宁死不详 如果到时候秦琼挺身而出舍命就善雄信 便很难收场了 李世民也在为这件事发愁 随即徐茂公提议制开秦琼让他去押送粮草 以便日后处置善雄信 秦琼收到命令后 他也恍惚知道了李世民和徐茂公的用意 但是军令不可为 他也只好忍痛离开洛阳前去执行公务 罗成与孟海公一言不合便大站在一起 但不出一个回合 孟海公就被罗成一枪挑于马下当即身死 皇室冲一看这海的领 这罗成非是一人能敌啊 此时李世民也拔出大宝剑指挥战斗 随着李世民一声令响 差时间双方战马飞奔 将士们所到之处刀光剑影拼个泥死我活 现场顿时战骨如雷海沙震天 这也是大唐统一天下的最后一战了 且说罗成舰队方众将用来毫无拘戒 他挺枪越马万军 从中一枪便将斗剑德挑落于马下 罗成拨马又看见了南洋王朱塞 不出两个回合也被罗成一枪打落于马下 如今武家反王就剩下洛阳王世冲一人了 王世冲见大势已去 他赶快带领残兵外将回归洛阳 不料锤祖宗齐国远拦住了王世冲的去路 王世冲苦苦恳求齐国远放的一条生路 但是齐国远人狠话不多的一锤 便结果了一代反王王世冲的性命 至此五位反王都已死去 这就是平常说的所有路 陕雄信带领一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 败回洛阳城内 他命军兵守城城门紧闭调遭高悬 部署以避便回到驸马府中歇息 此时的公主已经为他诞下了一个孩子 善雄信也将王世冲战死的消息告知了公主 公主劝善雄信归降大唐 但是善雄信和大唐不仅有家仇还有国恨 他宁死不从 随后善雄信让善盈盈准备好马车 让善盈盈带着公主和自己的孩子逃亡去 自己则决定今夜城唐盈庆贺不备 但人独其去偷营结债 势必要和他们同归于尽 就在善雄信准备出发之时 却传来了公主自意而亡的消息 善雄信看着当初公主抛给他的绣球感慨万千 此时的他也不想再独活了 悲愤之下他手拿早阳朔便朝唐盈的方向飞奔而去 只留下善盈盈一人在原地痛哭流涕 此时的唐盈毫无防备 善雄信挥动他的早阳朔 打翻了拦截的唐军冲入营中东冲西突南沙北闯 顿时在唐盈内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与池公从后面架马而来 他猝不及防地一边直击善雄信后背将他打落一马下 雨池公一声令下众军士上前将善雄信捆绑起来推进中军主杖 李世民爱才若渴 他不忍心伤害善雄信 正要去松绑之事 善雄信一脚直中李世民的胸膛 但李世民胸怀宽广并没有生气 徐茂公走到善雄信跟前 五弟呀你就听哥哥的 投降了吧 秦王对你十分喜爱不愿伤你 要不然唐盈这么多将士能让你东冲西撞没人管呢 你再看看天下大事你们五家反王俱已死去 你还能保谁 还是归顺大唐 你我弟兄也好时常聚守这该多好啊 善雄信昂首而立说 徐茂公你这个妖的 咱们已经割炮断衣 你不必多说了 我善雄信至此不详 此时的李世民还盼望着善雄信能够归降大唐 他在一次下跪恳求善雄信 当年超杀二贤庄一事也是奸人从中作梗 我父亲李渊也是无奈行事 再说在玉果园你追杀我也算给你解了气 现今你又踢了我一脚 我毫不介意 还是请你投顺唐朝吧 小唐冲 要我脑袋尽管来拿 想让我想你李唐 那是万万不能 到个这个份上 李世民也很是无奈 既然如此 算我唐朝没有福分得你这元大将 随即他命令手下给他松绑 就要放他回洛阳去 少给我假信心的 庄大人拿此 家都没有了 哪来的骨 今天基里我有这个钱 我善雄不想要活 单求一死 但此时的善雄信只求一死 身旁昔日瓦岗的众位 也心痛不已很是无奈 秦王李世民不觉常态一声 好吧 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一死吧 说罢李世民下令将善雄信压下去 明日武时斩首失重 三哥 你在唐英为帅 我在洛阳成家 你带走了书宝和咬尽 连罗承也不留给我 都怪我善都瞎了眼 这是隋唐演义中最为虐心的一幕 赤发林官善雄信被绑在断头台等待死神的到来 瓦岗的众兄弟纷纷前来送别的 回首善雄信的一声 那可谓是忠肝一胆一搏云天 在上瓦岗之前 他是大随九省陆林的总嫖把子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黑帮老大 善雄信行走江湖劫富济贫极为仗义 秦琼遇难时也受过善雄信的多次接济 可以说善雄信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人们常说宁学桃源三解义 不学瓦岗一驻乡 刘关张桃源结义却是以义气为怀 刘备为了曝关羽和张飞的大仇 不惜举全国兵力进攻东武 而瓦岗众人结义到了最后却各个封后 唯独善雄信却落得个身手异处的下场 但善雄信等了许久都不见秦琼的到来 于是他问程咬金秦琼去哪里了 程咬金告诉他 秦琼早已被李世民和徐茂公安排出去押送粮草 善雄信听完不由的心生遗憾 二哥 我善都死前不能见你一面 是的一件很事 此时徐茂公缓缓走上前来 敬善雄信最后一晚景 并表示来世还和善雄信做兄弟 但善雄信可是恨透了徐茂公 走遍天下 有遍中 人心曾比水长流 都说桃圆三结义 哪个相交倒白的 这字句之间都是在痛骂徐茂公 随即在徐茂公面前愤愤不平 三哥 你在唐营为帅 我在洛阳成家 你带走了书宝和咬金 连罗承也不留给我 都怪我善都瞎了眼 善雄信的一番话下来对得徐茂公一时间哑口无言 徐茂公知道自己愧对他的好兄弟善雄信 于是他缓缓捡起地上的瓦片 说完徐茂公用瓦片在手臂上画下一块肉拿到善雄信面前 善雄信一口叼过徐茂公手里的肉吃了下去 徐茂公痛哭流涕悲痛欲绝 他恨上天为何要这样折磨他们 他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最后时刻徐茂公还想劝善雄信回头事案归降大唐 可国破家王的善雄信他早已心如死灰 他宁死不降但求一死 身为监长官的罗承走到善雄信跟前 罗承回想起他们两人从相杀到相知的过程 不由地感慨万歼 罗承也最后一次劝诫善雄信归降礼堂 这口谈不吐不快 这正是罗承第一次与善雄信见面时说的话 善雄外 小弟最近偶感风寒 方才刚刚有口谈 又不能吐在善雄外边去 所以这才掩面而去 还望善雄外你多多包 从今以后我们谁都不在现身 现实局令吧 给我善雄信的请求 罗承也十分无奈地含泪下令奸斩善雄信 你年纪最小 委屈你了 是我们的四十六弟 随着罗承手里令箭的抛出 刀斧手手起刀落一刀便处决了善雄信 身在远处的秦琼像是有心灵感应一般 他背从中来一时浑身无力摔落于马下 对于秦琼来说 善雄信永远是对他最好的那个人 无论秦琼遇到什么难事 善雄信都是第一个站出来帮他的 而最后时刻却没能保住善雄信 他背从中来不能自拔 自此唐朝天下一统江山 唐高祖李渊为唐朝的第一代皇帝 李渊论功行赏金殿册封 头一名封秦琼为护国公 其次封罗成为岳国公 封徐茂公为镇国君施英国公 封城咬金为鲁国公 其余将士皆有封赏 此后有很长一段时期天下太平 人民得到修养生息 国父民安四海生平成为一代圣堂 这便是得到多处见圣堂 师道寡柱灭随养 将相吾种起草莽 后人评说论短长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定都长安 开启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大唐盛世 奥蒜文申 938年李渊 Appreciate you 分